这是什么离谱的展开 他居然变成了宅男狂喜的白毛妹子 还被拥有系统的大兄萝莉一顿追杀 最后还难逃惨死在怪物手下的命运 这一切的一切 还得从那一轮血液说起 路易北不理解 怎么一睁眼仿佛来到了异事件 熟悉的高楼大厦间 怎么盘踞着巨大恐怖的怪物 这不把巨物恐惧症的人吓个半死 还有这疯狂 扒拉他裤腿的老男童呢 不对 这扒拉裤腿的人 怎么没一个正常呢 他们嘴里还大叫着什么 魔女大人 他路易北是男人 可不是什么魔女大人 虽然时常想着这个世界毁灭把我累了 但世界末日 如果是这番景象的话 还是挺让人难以接受的吧 好不容易逃离了男童们的追击 路易北看向一旁玻璃窗中的自己 我去 这居然是镜子中的自己 自己什么时候变成宅男狂喜的白毛妹子了 就在此时 死去的记忆开始疯狂攻击路易北 他似乎就要想起什么来了 可惜男童怪物们的袭击已经接踵而至 不守难得的怪物们摆哪里摸哪里 他们都是被魔女气息吸引来 在一顿十八镜的极限拉扯中 路易北开始怀疑人生了 史上最惨男主开局 面对世界末日就罢了 怎么还被怪物淹没 难上迦难呢 好在为了大家的身心着想 路易北很快惊醒了 满身大汗的路易北只觉得一阵心惊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 自从他车祸以后 便时不时会做这个变成白毛妹子的梦 而那场车祸不仅让他变成了面谈 在治好了视网膜脱落后 一场面 本着相信科学的原则 路易北决定去医院挂个号看看眼睛 毕竟青春男大学生 是不该梦见缠身子怪物男朋友的 你太卑鄙了 谢谢啊 路易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坐在了眼科医生杨教授的对面 杨教授阅览览完病例 这小子出过车祸眼睛 做过脚膜移植 但记录显示 他的眼睛应该是完全恢复了才对 可路易北却说 他现在时常能看见一些幻觉 杨教授便刨根问底问他 看到了些什么 既然杨教授都这么说了 路易北只好将自己看到的东西 合盘拖出 他见到一个小女孩 在溜比卡车还大的科技 等他反应过来 小女孩已经骑着科技飞老远了 而这还不算完 就在几天前 他正在南庚医室换衣服 却碰见一个学姐 也在南庚医室 随后学姐居然掉头就跑了 可把他吓得够呛 甚至还抱了紧 杨教授听完就笑了 现在的男大学生都几岁了 还那么害羞 真是太逊 有必要报警吗 人家姑娘肯定是走错更衣室 才掉头就跑吗 这么点小问题 不至于扯上什么灵异幻觉吧 而路易北却反驳杨教授 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 我说的掉头 我跑的意思是学姐 真的把头都落下了 自己的身体却跑掉了呀 听完这番话 杨教授的三观 随着眼睛一同震碎 他稳住情绪问 路易北不是报警了吗 有找到那个学姐吗 路易北回答警察 最后在事发地 搜出一个粉色的发起 并建议他来医院 检查检查脑子 路易北这不就来了吗 杨教授逐渐理解了一切 他表示 路易北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他可能是撞鬼了呀 路易北愤怒的一拍桌子 我是抱着相信 现代医学的态度 来看病的 你可别和我搞封建迷信啊 我很怕的呀 杨教授见患者 果然和想象中一样异谱 赶紧稳定住患者的情绪 随后在路易北的诊断书上 写下精神病 哦对了 你不是说 还有最后一次看见幻觉吗 接着讲讲吧 杨教授看着眼前 这位患者情绪逐渐稳定 不禁涌现出一股 出自职业素养的责任感 医者人心 他一定要把这个孩子 安全交接给精神科的同事才行 怎么不说话了 你最后一次 看见了什么幻觉啊 杨教授还在寻寻善幼开导着 眼前的幻觉 殊不知 路易北的逐渐平静 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缓缓开口 最后一次 是刚刚在医院 看见了一个浑身整流的怪物 而他现在 就在您的身后 男主下的冷汗菊帽 他能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贵物 这次来医院 也是为了致志 这看见幻觉的病 结果看完了精神科 来到眼科 却发现肿瘤怪物 居然耸立在眼科杨教授的身后 小伙子 你要相信现代医学 你这个病 很显然不是眼科疾病 我建议你去楼上精神科看看 可他刚刚才从精神科下来啊 路易北意识到 这家医院 可能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甚至还没被 当成精神病患者抓起来 他赶紧猫进草丛里 拖身开溜 他感叹一句人生无常 便自顾自的 朝回家的车站走去 这个世界实在太冰冷了 又是梦到怪物 又是被当成精神病的 也只有自己的纸片人 老婆白小花 还有一丝温暖了 然而路易北 还没和白小花温存片刻 他眼中的世界 再次变得割裂起来 熟悉的楼宇之间 挤满了阴森可怖的庞然大物 对 路易北揉了揉眼睛 在看向窗外时 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路易北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这种日子 啥时候是个头啊 就在宅男无比苦恼之时 殊不知他背后的妹子 已经审视他许久了 系统 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魔女 是的 顾倩倩诉主 她就是会导致世界毁灭的元凶 请您现在就处决她 倩倩听完立马起身 指指前座的路易北 毁灭世界的魔女 你没受死吧 路易北定睛一看 居然是个呼之欲出的大兄妹子 她这是发什么神经 感觉她看上去 比自己更需要看看精神科呀 而且一见面就爆粗口 这么不好惹的家伙 自己还是躲着点好了 小姐我不叫路易北 你认错人了吧 我叫狗二蛋 不留给顾倩倩任何反应的时机 路易北眼急手快 看见到战变下了车 就让这女孩 和她身旁漂浮的玩一见鬼去吧 顾倩倩看对方 行云流水的开溜 不由得满头问好 系统 你不是说她就是魔女吗 可魔女怎么是个男人啊 系统也无语了 检测结果无误 对方无疑就是 未来会毁灭世界的魔女 一根筋的少女 听完当即火冒三丈 你等着把狗二蛋 一定会从你的手上 拯救这个世界 系统又被整无语了 诉主 那个人的真名就叫路易北 她 骗了你 那你 你太卑鄙了 去了这么多家医院 都治不好眼睛 路易北也有些泄气了 看样子 她的幻觉 只能割一段时间 说不定自己就恢复了 然而 她才走神了片刻 一个西装笔挺的兔子人 却突然拦在她身前 路易北 只觉得自己 撞在了一堵墙上 还没来得及 向对方说抱歉 对方宛如等 比例放大的兔子脑袋 那双诡异的眼睛 直接把她震在原地 她一言不发的 塞给了路易北 一张传单 传单上的内容 也是些意义不明的方块 和兔子玩偶 路易北里冒兴地 拒绝了兔子人的好意 走夜路居然能遇上 这种怪人 确实挺让人后怕的 然而 刚刚还挂着一轮角跃的天空 骤然暗沉下来 兔子人呆立在原地 已经半晌 她万万想不到 在这里会有意外收获 诡异的传单逐渐溶解 兔子人也露出一门 圣人的微笑 下一个目标终于找到了 我马上 就到你家门 他收到的快递 居然颠覆了科学与神学 这什么鬼 这冥王神像 是要拿着核弹头 把众生抄断了 而且 这手机铃声好吵 先掐掉 现在 似乎好多了 然而 接通的电话里 却传出比铃声 更加过躁的声音 刺得路易北尔摩声腾 电话的另一头 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大哥 白开 而这个捧着核弹的 大日冥王手办 也是白开送的 路易北问 水哥送他这种 中西结合的贵物做什么 水哥则解释说 小伙子不识货 这可是网络爆款 路易北 此前和水哥念叨过 最近总能看见脏东西 这不 他便送给路易北 这个辟邪的大日冥王 抱着这尊网络爆款的路易北 只感到他和水哥 有着深深的代沟 好不容易和小北通上了话 水哥本想再好好和他讲讲 这冥王相的说法 可惜路易北懒得 在听他扯犊子 想着这位夜店牛郎 这个点该上班了 便赶紧敷衍着水哥 让他好好去陪客户 别整天想着骚扰他 而水哥干的这行业 也不好反驳 只能美其名曰解释道 这叫南宫关斗吗 不过做牛郎 也只是用来掩饰 他真正的职业吧 他感觉小北越长大越不爱 和他亲近了 看了眼通话 戛然而止的手机 大大咧咧的水哥 罕见的心情低落了一丢丢 这些客户非要来打扰 他和小北通话的甜蜜时光 正在气头上的水哥 只好把他们一锅端掉来泄愤了 这些都市怪谈们 最近是越来越猖獗了 水哥没去找他们麻烦 他们反而自己送上门来 虽然小北最近的情况 让水哥有些忧心 但本职工作 他完成起来 可是相当认真的 身躯庞大的怪物 逐渐伸出黏匿匿的畜生 而水哥则不慌不忙 这些贵物对普通人来说 可能是噩梦 但对水哥来说 拔除这些东西 也就是谈谈烟灰的功夫 而这边的陆伊北 心情也并不平静 他还惦记着 回家前遇到的 那个诡异兔人 近几年传了许多 都市传说成真的事情 他庆幸自己 没有被那个兔子人传上 不然他连觉都要睡得很 嗯 不对 这是哪里 他刚刚不是还在床上睡觉吗 怎么一睁眼 来到了陌生的卧室里 门外还刚好传来了开锁的声音 这被房主抓到他可怎么解释 大门被人重重推开 门外晃进来一位 醉熏熏的都市立 对方一边吐槽恶心人的上司 一边毫无防备的拖下高跟鞋 往床上一躺 这下躲在角落的陆伊北 算是暂时安全吗 万一被人家当成变态抓起来的话 那他今后的日子 可太有盼头了 正当捏手捏脚的陆伊北 就要逃出升天之际 门外却突然传来 阴森恐怖的问候 一阵植入骨髓的寒意 让陆伊北轮身打扎 欠好的安全扣被人轰然撞碎 完蛋 有什么人要闯进来 陆伊北做梦都想不到 他和诡异的兔子人 会以这种方式的相遇 对方是有备而来 手里反握着刀子 陆伊北的瞳孔下的一缩 惊恐的喊到别过来 然而 实现闯入的兔子人 却静止穿过了他的身体 当着陆伊北的面 走到了女孩的床前 然后举起了匕首 危险快醒醒啊 饶视陆伊北 喊得嗓子都生疼 女人也还是享受着 婴儿般的无忧睡眠 兔子人得意的笑了 而且笑得非常纯真无邪 她终于挥下了屠刀 无辜女孩的内脏 就这样在陆伊北眼前 喊断切开破碎 醉熏熏的美女 回到了温馨的小家中睡下 殊不知两个陌生的男人 正在她的床前激情博弈 陆伊北发现 无论好多大声女孩都没有反应 而诡异的兔子人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她猛然露出一脸健康的微笑 一把将沉睡中的女孩 翻过来面对她 随后当着陆伊北的面 将尖刀刺激女孩的胸口 一开始女孩 还能发出一阵尖锐的惨叫 随着跪着手 一下下手起刀落 鲜活的生命 像断线木偶一般 快速的生机 哪怕是做梦 这一幕对陆伊北来说 也太过充饥了 她只能恐惧地 看着兔子人缓缓停手 什么也做不了 兔子人射人的眼眸 不慌张 该死 偏偏还在这种手绊倒了 陆伊北赶忙抬眼看去 可睁眼便是兔子人 近在咫尺的癫狂大脸 下一个 就轮到你了 半夜三点二十八分 将尼的贴身侍女 收到了白开的通知 她不理解 区区一个C级的怪谈 也需要她来现场吗 案发现场留下了 醒悟的诡异传单 将尼对这种C级怪谈的作案 没有太大兴趣 白开却在血腥的现场 吃着泡面 劝她先别急 叫她来肯定是有她感兴趣的线索 要提供给她 你看这是什么 江离的眼瞳一亮 现场居然发现了兔先生的绒毛 这兔先生 还是暮色魔女手下的眷属 而暮色魔女半年前 已经被江离处决了 怪谈是无法通过处决来彻底消灭的 只要有人相信 怪谈的存在 他们就会无限重生 所以兔先生的出现 是为了复活他的主子 暮色魔女吗 白开就知道江离会这么想 但事实却是兔先生 并没有那么忠诚 两个疑点可以证明 兔先生并没有复活主子的想法 第一是他先暮色魔女 一步醒来 却在单独行动 第二则是现场残存的灵能显示 兔先生由C级的灵能 逐渐进化为B级了 这说明他并没有将受害者的血液 供奉给主 而是自己利用 这家伙的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他想摆脱主人暮色魔女的控制 并且成为新的魔女种 江离非常清楚魔女种这三个字 意味着何等灾难 光是回忆起半年前的惨状 就让人大力刺痛 思叶辉不能永远等着灾难发生后 再去补救 他吩咐侍女阿花 去跟踪调查 每一个接触过兔先生的事 这其中 自然包括了咱们路以北 他的眼前 还浮现着兔先生 撞入疯癫的面围 感受到生命危险的路以北 瞬间惊醒 如同针扎一般的寒意 随着他坐起身 而逐渐退去 他逐渐稳定住情绪 鼓操着都怪 他今天遇到了那个派传单的兔子 然而 荒诞的事情一见接着一见 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整天 虽然觉得不对劲 但他还是决定先点个外面试吃 然而 翻兜找手机的他 却摸到了更独一的东西 自己什么时候 把这么一张纸片揣在兜里了 路以北缓缓摊开纸片 看到这张熟悉的传单 路以北只觉得 脊背骤然升起一阵寒意 这鬼东西 是什么时候塞进他兜里了 就在他心中生出 不祥预感的同时 他住处的房门 却不合时宜的想起了能灵声 而这个点不可能有没有 拜访他这个资深宅男才对 他们这个世界又没有社区 会上门给他做河川 甚至还发出恐怖的问号声 对方一遍遍地摁着能灵 显得十分不耐灯 可不得声音 说着没有人的话 他可要进来了 路以北急忙大吼 肯定有人做 让对方赶紧滚 而恐怖的声音 却吃笑一声 既然有人的话 那他更要进来 对方这么不安套路出牌 可给路以北下了 本着相信科学 破除迷信的原则 他决定打开居家监控 看看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 但不看这一眼还好 路以北定睛看上屏幕 恐怖的醋头怪人 居然正对着摄像头像的问号 卧槽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这是小帅的大哥大壮 搞错了 路以北看了眼家庭监控 差点没吓死 他家大门外的鬼东西 居然就是梦里的猪子 路以北直接把手机 都甩飞出去500米 而水哥送给他辟邪的 大日明王相 此时也悄悄地浮现出 神秘的文物 就在老弟路以北撞鬼的同时 水哥也在夜店里被迫营业 身体非常老实的水哥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却突然感觉到明王相的异样 看着突然起身的水哥 小姐姐们不知所措 我靠 出来刷两波眼 家居然被偷了 小北有危险 正在信头上的小姐姐们 看着水哥拎一而走 水哥笑着打了声哈哈 说他马上就回来 而专职追查怪谈的四叶 被临时据点礼 侍女看着灵能波动 越发剧烈的手机 咧嘴一笑 我家大小姐果然神机妙算 今晚会被兔先生 袭击的真的是这个路易北 他当即拨通大小姐江离的电话 他带领的A队成员 这就出发 把兔先生解决掉 江离点头英语 侍女电话那头 却突然传出圣人的尖叫 这突然之间发生什么了 是 是嫡妻 他们 突然的变故 让江离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深吸一口气 眼瞳中突然变得茫然而深邃 庞大的灵能感知 如同一张大网般 原形展开 所过之处 任何怪谈的灵能大小 灵能的源头之时 一股连他都未知星际的灵能 粉碎了他的感知 这 为什么阿花的方向 会出现S级怪谈的灵能波动 偏偏在他们要捕获 兔先生的关键时刻 但江离明白 事情的轻重缓急 天灾级别的怪谈将士 放任不管的话后果 简直不堪设想 兔先生和路易北 他只能暂时先放一边了 要优先处理掉 这个天灾级怪谈才行 可怜的路易北 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 要以凡人之躯 面对未知的怪谈之物 面对个鬼啊 对方可是能把铁门都掰开 事情发展之迅速 让路易北连下楼的机会都没有 他突然瞥见一旁 说是能辟邪的大日明王相 诶 有办法了 如果不反抗 就会像梦里的女孩一样 被杀掉 他果然还是不能接受那种结局 已经被吓到腿软过的路易北 接受了自己曾经的软弱 而一旦接受了自己的软弱 那路易北 就是无敌的 能徒手掰断门板的兔头人 被路易北一记大日明王断头台 砸倒在地 一个晚上经历两场噩梦的 路易北喘着粗气 而兔头人的兔子头套 也滚落一旁 冷静下来的路易北 一眼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梦里的兔子人 可不是带着那种玩偶头套 而且他砸倒的东西 根本不像是人类啊 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砸死了一只怪物 路易北只感觉 胃部一阵翻腾 随后跪在地上干呕不止 吐完后的他 感觉浑身的力气 都被抽空了 眼前的事物 都开始怪异扭曲起来 见鬼 自己又开始看见幻觉了 但路易北的意识 也迅速模糊起来 坚持不到五秒 他便栽倒睡去 他自一片城市的废墟中 缓缓苏醒 此时的人类世界 局目已是一片破败 路易北不是第一次 梦见这个场景 眼前的一切 都给他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突然间 他正对的半空中 燃起一撮突兀的火苗 火苗在几个呼吸之间 又以燎原之势 越烧越旺 路易北想远离 但身处楼顶的他 无处可逃 滔天火焰 逐渐聚成人形 一名伸不着寸缕的女子 从中展露身形 有中山者 有女子 一清一 所见之处 大汉 赤地 千里 路易北纲一睁眼 便看到了如此香艳的影 女孩浑身不着寸缕地 暴露在他眼前 但身为究极宅男的他 却发现自己 并没有惊讶的感觉 仿佛眼前的画面 他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女孩意味深长 说出一段 记录于山海经中的文字 那是一段描述 上古神女赤地千里的传说 可这 和他一个宅男 又有什么关系 他不过是个喜欢 二次元美少女的宅男而已 神秘女孩并没有和他多说什么 在这个充满怪谈魔物的世界 路易北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 这次路易北 依旧没来得及开口 就感觉潮水般涌上来的困意 瞬间冲垮了他 等到再次醒来之时 他正安稳地睡在医院 昨晚通过大人民王相 察觉到小北遇袭的水泽 以73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赶到他家 却发现 他居然放倒了兔头人 可能是紧张过度 加上一整天 没有营养摄入 昏迷过去 并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家小北放倒的 还不是兔先生的女尊 而是一只普普通通的 C级丧尸怪谈 很显然 那只兔子已经发现 有人在追捕他 没想到这小兔子 还挺狡猾的嘛 而通过灵能赶至发现 S级怪谈将士的江里 急忙赶到小女仆 阿花失联的地 却发现自己已经来晚了 S级怪谈的气息 居然无故消失了 阿花也筋疲力竭地 坐在一堆怪谈的尸骸中间 江里赶忙摇醒阿花 询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劫后余生的阿花 扑倒在大小姐 香香软软的怀抱里 他们A队遭遇了一群 C到D级怪谈围攻 但突然出现的美少女 却轻松打倒了这群怪物 她个子小小 一头绿色的长发 穿着白褶裙 还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称自己为 不愿透露姓名的红领巾 江里想了想 S级的灵能波动八成 和这个女孩有关了 先是兔先生抛弃救主 想要自立门户 成为魔女种 然后是这次有组织 有纪律袭击司夜会的怪谈群 还有那位神秘的灵能力少女 这一切似乎 都要等捕捉了兔先生之后 才可能理清楚头绪了 而目前还能和兔先生 产生关联的人 就只有那个大难不死的宅男 路易北了 这回居然又梦到了 光溜溜的美少女 路易北感觉 最近梦见怪东西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要是次次都是美少女 那还好 然而大部分 还是一些恐怖的噩梦 就在路易北怀疑 昨晚一手半锤死人的 真实性知识 走进病房的阿花 告诉小北那东西 已经不是人了 我靠 国家究竟还有多少事情 瞒着咱们这种屁民 听这个小姐姐说 那怪物叫什么 C级鸡变种丧尸 走进来的白发小姐姐 也肯定的达到 路易北不用惊慌 自己是不是杀了人 那东西 只是傀儡丧尸罢了 你的履历我们了解 可以讲讲你最近 遇到了什么事吗 听到神秘小姐姐们 居然调查过她的背景 路易北的直觉告诉她 她可能遇上 知道些内幕的大佬了 当即掀开被子 白米冲刺一个滑棍 握住救命稻草一般 一股脑袋像江离到苦水 看到一脸面叹的男人 突然冲过来 喊着大佬救救我 江离一脸猛逼满头问号 殊不知接近大小姐 已经触犯了 小女仆阿花的秘密 一脚把路易北 整个脑壳踢进墙里 抠都扣不出来 这下好了 我害怕鬼蛋鬼未伤我分好 现在却差点 被嗨思女仆 整个半条命都没了 快艾特 你喜欢嗨思的朋友 过来IT 反正我先溜了 我惜命 被一脚踢老实了的 小北势无巨细的 讲着自己的遭遇 从出车祸后 能看见怪谈幽灵 到时不时会做一些 预知未来的梦 然后到最近碰见 兔先生后的诡异遭遇 江离和阿花思考了一番 路易北话语的真实性 阿花有些怀疑 真的有人能遇见怪谈行凶吗 江离却表示 路易北不像是在说谎 古时候觉醒了 灵能力的先知们 确实拥有遇知才能 而拥有灵能力的人 更容易被怪谈们 视为美味佳肴盯上 这个路易北看样子 是个拥有 遇知梦能力的人才 这种人才 要不要把他吸收 进咱们司业会呢 这个男人是主角的干店 此时左拥右抱 不快活 然而 他也只是用业 总会难攻关 这份不体面的职业 掩盖他另一重 不能让普通人知晓的身份 那便是 在普通人永远无法接触的 世界阴暗面里 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而战 然而 一生放浪行骸的他 也有唯一的情况 正是咱们喜欢 纸片人的死宅主角 路易北 他和路易北的父亲 乃是过命的交情 虽然路易北把他当兄弟 但他却坚定的认为 自己会代替 路易北去世的父亲 好好照顾他 然而 最近怪谈魔物的事态 逐渐超出了他的控制 自家小北居然被任务的目标 兔先生盯上了 虽然没什么事 但却因为拥有 玉知梦的灵能力 被他的组织司 夜会纳入了招安的名单 还在这次的会议上 非常郑重地征求他的意见 他加入司夜会的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保护小北 怎么会同意 让小北加入 他们这种危险的组织 让一个只会做点 玉知梦的小男孩 陪他们打打杀杀 白开觉得这群 司夜会管理层的脑子 被驴踢了 他才刚上大学 连二十岁都不到 白开突然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他对面那位小小的女孩 何尝不是比小北年纪还小 却也奋战于 怪谈魔物的第一战线 对抗怪谈魔物 是他们这些 灵能力者的宿命 白开知道自己在大一方面 绝对是不占领的 可他真的不想小北 入了这行 最后比他走的还早 反正他也是个 泼皮无赖的性格 干脆就嘴硬到底 说什么 也不会同意小北加入的 女孩江离却有个问题 想问白开很久了 白开态度调查的 反问江离 还有什么事情 江离不解道 既然你那么在乎 你的干儿子 那这回兔先生的案子 你为何不亲自解决 白开听完沉默了半声 江离看不见的白开正脸 露出了一副 让人感到陌生 而复杂的表情 要是小北知道他干这行 肯定也不会答应的吧 白开不想 让路易北知道 他是干这个的 看着这个别扭的男人 狠狠地摔门去后 他们不接受 但也十分理解 他这个干爹的感受 亲人的工作 和生死沾边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 能保持绝对的理智呢 夜晚的星辰 簇拥着一轮奖院 某个废弃许久的码头仓库内 脸上带着刀疤的神秘人 显得有些不耐烦 他已经按照约定 协助了兔先生多次 但他没想到兔先生 居然连个小宅男都搞不定 如今该死的四叶慧 已经逐渐开始收网 他要是再孵化 不出魔女之乱 他可不会再给兔先生 提供丧尸傀儡 吸引注意力 可兔先生 已经支付了高昂的代价 给刀疤男 二十个原生之灵 二十个灵能力者的灵魂 除了他这个冤大头 还有谁会支付 这么昂贵的价格 不过四叶慧收网的动作 也确实迫在眉睫 都怪那个叫陆以北的臭小子 他就不能老老实实的死一死吗 但事情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 他已经有了个釜底抽薪的计划 只需要放几个诱饵 在城乡码头这边吸引注意力 四叶慧的猎狗们 一定会闻着心味巨拐 金发玉姐安清 有些玩味的和江黎拉开话茬 他很惊讶江黎为了保护陆以北 居然在医院布置了 能抵挡A级怪谈的结件 这么大手笔 好好对付兔先生 免除后顾之忧吧 安清没有戳穿他的薄脸皮 只是善笑一声 也就在此时 提前踩点的组织成员发来急报 目标已经出现 江黎早已做好了作战准备 早一天把兔先生这个 即将近生魔女的隐患排除 他也能多睡一个好觉 看着汹涌来的丧尸潮 江黎已经预估好了敌人的大战 普通人的枪械对付怪谈 实在是效果有限 只有他这种精英干员 才是决定胜负的高端战 他的入场如同黑夜中 骤然亮起的好远 恐怖的怪谈们 如同脆弱的纸片般 被他轻易撕碎 在他的协助下 作战往往都会 以最小的代价圆满完成 然而他们绝对想不到的是 他们在命运的车轮面前 也不过是两颗小小的 挡路十子吧 医院里所谓能挡住 A级怪谈的结界 却根本奈何不了这个刀八男 这个叫路以北的臭小子 注定要成为魔女之卵的牺牲品 他梦见了一位浑身一丝不挂的美女 殊不知 那正是未来 不定会毁灭世界的 他自己 路以北清醒前 还身处重重保护的医院里 可到清醒之后 怎么身在一座 满是灰尘的酒店里 自己该不会又做噩梦了吧 然而并没有 把路以北绑来的刀八男 一把将他拎起来 浑身被扯痛的路以北 彻底清醒了 这不是一只梦 是现实 手足无措的路以北 开始大喊救命 江黎呢 那个怪力女哗花呢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刀八男裂开一个邪恶的笑容 美少年 叫吧 叫破了喉咙 也没人会来救你的 这个酒店已经停止经营很久了 如今已经被刀八男改造为了具体 专门用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购档 像路以北这种 拥有预知灵能的美少年 当然要带去地下室 做一些快乐的事情了 路以北菊花一景 冷汗直冒 悲催的路以北 被五花大帮扔进了地下室 刀八男究竟要对他做什么 他不就是会做点 预知未来的噩梦吗 为何怪谈兔子人和刀八男都想要他的命 然而谜底很快便揭晓了 呈现在他眼前的 这颗火焰包裹着的卵状 刀八男捧着魔女之卵 缓缓走到路以北面前 多亏了那只死兔子 他才能这么快收集完足够的忌品 现在只需要吞噬掉路以北 在最后一个灵能力者 这世间就能诞生一位新的S级怪谈了 路以北玉感到大事不妙 疯狂地扭动起全身 然而任凭他如何挣扎 滚住他的诡异头发都纹丝不动 难道含指骗人老婆的宅男 注定是这个下场吗 而围剿兔先生的江黎这边 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 支持不见兔先生的踪影 已经让江黎达觉到不对劲了 而杂鱼身上的斜面纹 更是佐证了江黎的猜想 兔先生利用这个皱纹 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他究竟去了哪里 突然间 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灵能 从远方激荡而来 等坐花城都能仰望到 那树直冲天际的可怕灵能 此夜会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魔女级别的怪谈 终究还是降临了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就当路以北决的自己 要玩独自之事 一变突伤 原本听话的头发丝 居然不受刀疤男控制的 有向他自己 怒不及防之下 连他珍惜的魔女之乱 都掉在了地上 杜先生气定神弦的走向刀疤男 他就知道这个脸上 爱巴的要黑吃黑 这个魔女之乱 本来是为兔先生准备的 他暴涨千斤俱力 一把更断了 随后 伴出潮水般的咒虫 疯狂涌向兔先生 这些手段寻常人 等一辈子也接触不到 路以北却在短短几天内 见识了个变 这就是隐藏在平静生活 阴暗变的怪谈事件 被逼出真身的兔先生出招 大开大合 动使刀疤男拥有千斤俱力 在他眼里 人类也只是人类而已 兔先生水刚大的拳头 抡在刀疤男身上 竟发出巨石坠地般的震响 这种神仙打架的场面 足以震遂普通人的世界观 然而路以北却发现 自己居然没有丝毫的惊慌 反而能冷静的 趁着对方黑吃黑 准备悄悄开溜 可鬼使神差的 路以北迎下了脚步 他感觉到魔女之暖中 似乎有一股温暖的气息 正在吸引他 恍惚之中 路以北听到了魔女之暖的呼唤 来接受力量的路以北 他晃了晃脑袋 把这阵诡异的声音 抛到九霄云外 都这种时候了 还不想着逃走 他可不是那种 做死的愣头气 犹豫就会白给 路以北的小动作 哪里逃得过兔先生的眼睛 普通人面对怪谈魔物 就是这样无力 路以北还是难逃 被陷阱的命 像泄了气的玩偶一样 脑在了地上 身体里的血液 正在飞速流失 被捅穿的伤口 如同有千万只蚂蚁在员尸 路以北疼得想死 但求生的 能却帮他保持着清醒 他还没有经历完整的人生 甚至连个对象都没有 这可和他老爹希望他 有个幸福美满的一生 完全相反 正当路以北 要被迫接受惨死的命运之时 那倒充满温暖 或诱惑的声音 又在他脑海里响起 想活下去吗 吞下魔女之软吧 哪怕再也做不成人类了 他抬眼望去 看见一位浑身一丝不挂的美女 她几乎是路以北的理想型 除了胸口有些瓶颈 这么一位美女 频频出现在自己的梦境中 究竟是暗示些什么呢 路以北马上就要知道答案了 他当然是想 把你也变成妹子了 幻想时间结束 路以北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主角生涯 会这么草率结束 他作为献祭给魔女的 最后一个忌品 被绑到这里 谁曾想献祭他的紧要关头 铺子怪人和刀疤男 不然上演了一出黑吃黑 趁着二人互殴 路以北以为可以悄悄溜走 却没想到还是其差一种 被铺子怪人 刺了个对穿 他可是重要的忌品 铺子怪人 怎么可能放任他溜走 看着小郑太倒在地上 渗出鲜血 不停抽搐 路先生多年的蛰伏 也终于要迎来回报 最后一个云生之灵 终于要到手了 给慕色魔女当狗的日子 他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只要献祭完了 最后一个忌品 他也能晋升为魔女种怪谈 体验吓人上人的滋味了 然而 刚刚被他一拳轰倒的刀疤男 却再次站了起来 他可不会这么轻易 就把魔女之乱 拱手让给死兔子 兔先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得一愣神 他骇然的发现 刀疤男的手段完全变了 他以数倍于自己 轰飞刀疤男的速度倒飞回去 凌驾于B级兔先生之上的咒势 正疯狂腐蚀他的肉体 用终极咒势 对付他一个区区B级的怪谈 刀疤男还真是脸都不要了 刀疤男哈哈大笑 要脸的话 抬菜我脸上的刀疤 又是怎么来的 看样子 兔先生是活不到 暮色魔女复活的那天了 虽然怪谈是没办法真正杀死的 但兔先生的这条命 是注定要栽在他手里 难道你兔先生 还能当场变成魔女 把我给秒了 话音刚落 意便突然降临 魔女之乱 居然自己孵化了 新的魔女诞生了 后过熊熊烈焰往里看去 一个瘦弱的身影 居然在缓缓站起 怎么回事 新的魔女居然是那个陆以北 人类怎么可能成为魔女呢 小兔子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连陆以北 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被魔女之乱选中 就在刚才倒在血泊中的他 在心中无声的咆哮着 只要能活着就好 只要能活着 哪怕是灵魂 哪怕是真曹 嗯 真曹还是要留给喜欢的人 总之 只要能让他活下去 他愿意付出一切 仿佛感受到陆以北 强烈的求生渴望 魔女之乱 唯一了陆以北的呼唤 你想要活下去吗 吞下魔女之乱吧 但吞下之后 你就再也知道 不再是人类 只要能活下去 不当人类了 又怎么样 整个度假酒店的灵能 聚集到了骇人的地步 江离和安清 无比期盼 能在魔女彻底苏醒前赶到 然而 饶是他们二人 也还是迟来了一步 魔女已经在觉醒了 灵能反应 已经继续到了天灾极的程度 难道 曾经的悲剧又要重演了吗 重演不重演 兔先生不在乎 但是那个臭小子 而他一年以来的努力 全白费 这换作别人不得上去 和对方拼命 但兔先生忍住了 因为他的对手 不再是刀疤男这种货色 一只小巧的手臂 突然从烈焰中探出 手臂的主人和他一样 精巧而玲珑 有中山者 有女子 一亲一 所见之处 大海 赤殿 千里 他原以为自己只是个 偶尔会梦见美女的普通人 没想到命运 却和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在这个怪谈魔物横行的世界里 普通人就是如此脆弱 如果想活下去 就不能再做人类的话 那这该死的普通人类 路以北 不当也罢 看到刚刚冰死的人类 忽然爆发出害人的灵能 为了争夺魔女之卵 而十分胶着的二人 不由得挺少 场地内已经升高到一个 北一所思的温度 可炙热的大火之中 居然还有个人影 在其中晃动 那便是被熊熊烈焰制 烤着的路以北 吞下了魔女之卵的路 北体会到了 不做人是什么感觉 他的身体仿佛坠入汹涌的血海 被无数利人撕扯 肉体毁灭的痛苦 几乎让他失去意识 但就在他即将昏迷的档口 却突然感到背后 被一阵柔软包裹住 一丝不怪的女孩 附在他的耳边轻声嘀喃 煞时间 路以北感觉万重实体的痛苦 如潮水般褪去 他一字一句地复刻出女孩 嘀喃的话语 所见之处 大汗 赤地 千里 兔先生傻眼了 他这一年多的努力 全给别人做了嫁衣 而且比自己 预想成为魔女的灵能波动 强大得多 要是得到魔女之卵的是自己 他就能翻身了呀 兔先生越想越气 就不把路以北大谢八块 你解得了心头之恨 然而就在兔先生 准备率先动手之际 一只纤细的手臂 却猛地从烈焰中探出 乍时间 像是什么沉睡的恶兽 突然苏醒了一般 恐怖的灵能波动 骤然从这个娇小的身躯中爆发 悲速赶来 现场的江里与安清 看向酒店的方向 却被几何倍数提升的 灵能波动震设在原地 只见废弃的度假酒店 此时连楼顶都被爆炸陷飞 数公里内的森林植被 也染上了熊熊的烈焰 他们来晚了吗 难道兔先生 已经进化为天灾级怪谈了 就在二人进退两难之时 酒店内忽然隆起一道冲天的怒烟 一道娇小的身影 猛地坠入了酒店门口的水池中 很显然 这个浑身释放出烈焰的小女孩 就是这次放火烧山的罪魁祸首 谁能想到 她会是江离二人熟悉的那个陆一北呢 现在的陆一北 还处在刚觉醒的沉睡之中 但仅仅只是刚刚觉醒 所达到了厌坟数十里的骇人程 尽管刀疤男笨得牙痒痒 也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他根本处理不了陆一北了 刘德青山在 刀疤男决定先折服起来 再寻找出手的机会 而兔先生的决策 却截然相反 饿死胆小的称死胆大的 现在的陆一北 还处在和魔女之卵的融合阶段 把魔女之卵拱手让人这种事情 他可做不到 他已经背叛了那位暮色魔女二人 再多一个魔女主的敌人 又能怎么样呢 只要在他苏醒前把他嘎了 成为魔女的机会 就还是他兔先生的 去死吧 陆一北 兔先生天津的距离 笨然砸在陆一北的脑壳上 看到身前迸射出粘稠的液体 他知道他得手了 然而那迸射的液体 却并不是陆一北的脑僵子 一股无言的恐惧 缓缓爬上了兔先生的紧仰 下一秒 一丝不挂的陆一北 无意识地抬起了左手 致命的恐惧 如同追刺一般 让他寒毛炸开 仿佛触碰到了太阳的表面 陆先生浑身的绒毛 被一瞬间点燃 他经路交加 哪有刚觉醒的魔女 就猛成这样的 这就是他朝思暮 想要得到的力量 那份力量 本该属于他才对 他伸出充满怨气的爪子 仿佛要捏抱陆一北的脑袋 可回应他的 只有一双注视着蝼蚁的毛子 陆先生知道再强撑下去 他只会化为灰烬 你给我等着 陆先生激活了 能够转移灵体的斜面纹 他恶狠狠地瞪向陆一北 无神的双眼 陆一北 跟你没完 你等着 你等着 看着漫山肆虐的猎虎 将离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想到城市 会被这个前所未见的魔女践踏 他就没法冷静地 站在原地的援军 他感受到魔女的气息 正在飞快地稳定下来 已经来不及等援军了 今天必须在这里 将魔女速期 他被怪谈魔物 从背后捅了个透心凉 冰死之际 却感受到魔女之乱的呼唤 想活下去吗 只要吞下这颗蚝 成为魔女就能活下去 但从此以后 你也不再是纯粹的 即便不再做人类了 你依然要选择活下去吗 看着眼前 漫山遍野的火势 愈烧愈烈 将离明白 再继续等待增援 就来不及了 魔女一旦彻底觉醒 他给城市造成的破坏 将是毁灭性质的 无数普通人的美好生活 都将被魔女复之一具 在安清不解的目光注视下 江离一把 拔出自己的配件 他清楚只身对抗魔女种 是何等独自量力的行为 但形势已经由不得他 在驻足观望 他的身体 最多还能负担他 解放一次灵能 今天 江离必须在这里 将还为觉醒的魔女斩杀 刹那间 满天星辰 都被江离淡发的光辉遮蔽 消耗巨大 但眼下 是计较灵能负担的时机 江离任凭安清 得骂他这是去送死 却不为所动 最容易斩杀魔女的时机 就是他们诞生之初 现在不动手 就来不及了 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如果让他眼睁睁 看着魔女酿成大火 他宁可现在就去 过一条生路 只是几个呼吸间 江离已经赶到 一片火海面前 他向着灵能反应 最为剧烈的方向冲锋 本的一剑 劈开火海 果不其然看见了 还未觉醒魔女 这种让江离 毛骨悚然的灵能反应 这个小萝莉 绝对是魔女错不了 正当江离积蓄起 灵能冲向小萝莉之时 一直待机的小萝莉 仿佛感受到了江离的杀意 双目突然聚焦过来 江离无间不摧的利刃 仿佛砍在了金铁上 发出让人耳膜震痛的嗡嗡声 这一击没有奏效 江离的冷汗刷 一声流了下来 对方小小的身躯 仿佛蕴藏着千万斤距离 但他没有轻言放弃 魔女总归是有极限的 哪怕是出这个 新晋魔女的极限也好 江离猛力挥出斩鸡 可小萝莉 只是淡然的挥出左手 根本没把江离放在眼里 江离难以置信 自己自信的斩鸡 被瞬间融化 烈焰冲击 没给他丝毫的反应时间 便到了他眼前 他保护迎面撞上一座 急迟而来的大山 五脏六腑位移的剧痛 让江离眼前一黑 别说是出对方的极限 他还能不能吃下 对方的下一次 攻击都是未知数 就在江离挣扎着 想要爬几之时 小萝莉已如鬼魅 一般瞬移到了他身旁 他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只 垂死挣扎的蝼蚁 只是很随意的飞起一脚 夺热气息 便裹挟着进风 压得江离喘不过气 就是轻轻一条 江离庞大的半人马身躯 就以牛顿不扎舌的速度 奥飞向天空 随后 狠狠地撞碎了 几十米的树木灾井地域 这一切不过 阿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江离已经彻底重创 无力再战 灵灯加护的铠甲 也已经全部解体 现在的他 和带仔的羔羊相比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浑身的剧痛 他根本无法抑制 眼泪夺眶而出 可他的对手 还是没打算放过他 路以北面无表情地 抬起纤细的诱度 仿佛压根不认识 这个当初说 会保护他的大小姐 这就是成为魔女的代价吗 连熟悉的人 都能够下死手 他原本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小宅男 却阴差阳错 吞下了魔女之卵 化身为蔑氏萝莉 可化身魔女的他 却仿佛变了一个人 居然被守护人类的私业 会成员大打出手 再这样下去 路以北真的要成为 人类公敌了 这就是吞下魔女之卵的代价吗 眼看江离 已经瞳孔涣散 没有还手之力 路以北却表情冷漠地 抬起右腿 这个怎么说 都保护过他的美女骑士 他也能狠下心一脚踢死吗 背话 性情大变的路以北 才管不了那么多 可悲幸运眷顾的 却不准他路以北一个 三把直戳他心脏的 手术刀顺息而至 在紧急关头 吸引了路以北的注意力 急忙赶到的安清 强行压下 被占魔女惶恐 他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江离 被魔女踹死 当务之急 是吸引魔女的注意 帮江离制造喘息的时间 第二 同样的招数在路以北这里 却没有再次作效 路以北以远超安清反应的速度 栖身而上 一股难以想象的大力 让安清的手腕牢牢牵住 安清的发丝 被瞬间点燃 并以一个极其屈辱的姿态 被按在口下 感受到魔女 如同火山般 积蓄起磅礴的灵能 预感到不妙的安清 开始疯狂的拧动 与挣扎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火山爆发般的之言 瞬间将安清吞落 哀嚎声骤然 回荡于整座森林之中 但很快便归于沉寂了 一位成熟的美女 彻底变为了淑女 整个人也是出气多镜几少 而江离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 任由绝望的情绪 心中卖 若以北淡然地握住 直插心脏的手术刀 仿佛身体压根不是自己 他一把拔出力气 而伤口 顿时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开始愈合 江离 这一切看在眼中 无力的感觉更甚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这还只是没有完全觉醒的魔女 觉醒之后的魔女 他又该怎么对付 自己一条命根本不够拼的 然而就在江离抓紧 每一秒恢复体力之时 魔女冷酷而暴虐的灵能 却再次产生了变化 她呆滞的面容 仿佛突然间恢复了轻敏 积蓄良久的灵能 猛然激荡于她的全身 那股混沌暴虐的灵能 开始疯狂地内敛起来 但这在江离看来 是一个更加恐怖的信号 魔女要彻底觉醒了 婚下魔女之软后的陆一北 再次来到了这里 这个昏黄衰败的事件 她同之前一样 睁开茫然的双眼 只不过 这一次的真实感比 此前厚重了许多 连喘气都比平常费力了起来 对了 那这一次 是不是也会遇见之前的 那个小美女 正当陆一北 毫无头绪之际 她突然感受到了胯下 似乎凉索索的 随后她才意识到 自己的胸部 似乎不负往日的那般平坦 她静静地拉开衣服一看 沉默了半生 我去 我的G 没了 我明明说的是我不做人了 直接把我变成女人 是怎么回事 仿佛为了解答 陆一比一户 天边飞快略来一个 陌生的人意 有什么关系 男生女装的机会 有很多次 可变成女生的机会 只有这一次哦 她在冰死之际 与魔女之乱 命下了契约 只要能活下去 哪怕不做人了 她也完全能接受 然而命运 却再次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她现在 不仅不是正常人类了 甚至连小兄弟 也给她没收了 吃过 这和说好的完全不一样了 此时 她背后身着轻衣的女子 正吃笑着她 变成女孩子 什么关系 反正你很快就会习惯 然而陆一北 却没有善法甘休 此时事关她的终身幸福 她还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怎么能出世为洁身先进啊 快把我二弟还给我 轻衣女子 一把拍开她不老实的手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考虑下半身 你现在 可是有更要紧的事情去做呢 还有什么 比我二弟没了更重要吗 轻衣女子无语了 她看出了这个娃氏着相 这个小宅男 压根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啊 轻衣女子 一反玩闹的姿态 郑重地捏住她的脸 听好了陆一北 如果不想你的世界 给你亲手毁掉的话 快逃吧 千万别让私业会的成员 把你逮住了 你已经不是人类 而是怪谈魔物了 逃跑的途中 我不要杀任何人 听清楚了吗 脱身之后 回到医院里 亚装什么也没发生就好 你的身份 却不能让任何人住 轻衣女子的话 还没说完 整个昏黄的世界 就突然开始震动起来 那边世界的陆一北 就要从婚礼中苏醒了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她再次叮嘱陆一北 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 同时告诉她 雾欲阳光 让她变回男儿身 但是 每个月 总是有那么几天 轻衣的声音 戛然而止 不留陆一北 在原地一脑袋问号 啥呀 什么每个月 总有那么几天 别说话说 一半突然消失好不好 你比迷语人更懂歌他 然而 轻衣注定 是无法回应 陆一北的吐槽了 随着轻衣的消失 陆一北的意识 也逐渐回归现实 身为魔女的她 忽然停下了所有动物 陆一北的意识 也从沉睡中 飞快苏醒 原先那股混沌 暴力的灵能 被压制内敛起来 眼看着重伤了安卿 和自己的罪魁祸首 即将苏醒 完全不懂死字 怎么写的 姜黎一脸的决绝 魔女正在蜕变 再不破釘陈周平一把 就来不及了 姜黎心中 已是立下了死者 哪怕拼上这条命 也要为援军到来 争取点时间 然而戏剧化的事情 发生了 陆一北 往缓睁开了茫然的双眼 眼神定定的看向 如灵大敌的姜黎 你是不意找茬 是不是啊 陆一北搞不懂姜黎 咋浑身是伤的 怒视着自己 看什么看 怎么打伤你的 还能试我吗 不过陆一北 还是紧记着 轻衣的那番话 本能地从脚底 看出一团烈焰 轻衣说了 让自己醒来了 安静开润 绝不能被抓到 姜黎看着缓缓飘起的陆一北 亡魂大冒 自己终究还是要死在 魔女的手中吗 望着魔女 缓缓抬起的右手 姜黎的心 渐渐沉入谷底 魔女究竟要使出 何等恐怖的招式呢 是的 那么陆一北 买了个可爱的PASS 直接震撼姜黎一整年 随后趁着姜黎 大受震撼之时 赶紧开溜 姜黎难以置信魔女 居然会放他一马 但是 这个魔女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吗 知道危机消除的姜黎 感觉浑身的裂气一泻 重伤的她 直到婚离的前一刻 都没有想明白 魔女 为何要放她一条生路 你干嘛 她是全场观众 视线的娇女 妩媚动人的脸庞 配上肆意扭动的腰肢 若是没有她这等头牌 在夜店坐镇 很难在这个都市怪谈 横行的时代 吸引这么多人大半夜 来到夜店里消费 不过 这位娇媚的兔女郎 却不是一般人 兔小姐忽然感觉到 五脏六腑一阵灼热 她背上的斜面纹唐突的 一阵闪烁 顶接着她 在众目睽睽 蹲下无声倒地 口中舞都捂不住的鲜血 喷咬而出 管理人员看到一阵骚动的现场 也皱起眉头 吩咐安保 赶紧把兔小姐带下去 观众议论纷纷 更有甚者以为兔小姐是隔屁了 管理人员 只得生硬的解释 这道舞者是身体不适 被拖到后台里的兔小姐 坐在椅子上 却出气多进气少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安保还是谨慎地叫人来看 然而 刚刚还微米不振的兔小姐 突然气势一遍 整个人散发出 B级怪谈的诡异灵 她眼面痛哭起来 把一旁的小哥 整得不知所措 但这 这只是虚弱的她 引诱小哥的手段吧 趁着光头小哥 毫无防备之际 她突然 闪电般探出右手 修长的五指 捞牢地捏住 小哥的光头 精致的小脸 却裂开一个残忍的笑容 小哥的脑袋 如同一颗 被砸碎的西瓜般爆开 这个人类体内的 一丢丢灵能 对她来说 聊胜瘤 但虚弱无比的兔小姐 现在缺的 又是这一丢丢 她摘下装饰 露出了一对 真实的兔耳朵 面临绝境的 她刚从陆伊北那边 软移到这身体 现在正恨陆伊北 恨得牙痒 没错 她就是兵死之际 跑走的兔先生 陆伊北 跟你没玩 你等着我 你等着我 现在的她 任职最虚弱的阶段 也先折服起来 但不会太久的 她一定要把陆伊北 这个小贼 大谢八块 既然谈到了陆伊北 再把画面 转移到她那边看看 此时的陆伊北 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但凡有天文爱好者 用望远镜看她一眼 都会扑斥一声 叼出两条鼻血 不过陆伊北此时 也是欲哭无泪 她仅听 轻衣女子的教诲 飞向医院的方向 可她本能地 飞上天空后 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刹车在哪里 她现在连个手刹摸不到 不过她很快 就学会了平稳落地 她用脸 纱纸住了 继续翱翔的势头 这道屏障 是防止怪谈魔物 靠近医院设下的 如今却赶巧 把陆伊北 给挡在了外面 这可咋整 这马上天都要亮了 自从前半夜 被刀疤男带走 好几个小时了 要是被小女仆挖花 发现自己消失了 到时候 该怎么解释 自己去了哪里 那自己魔女的身份 也会顺理成章暴露的吧 当然最关键的还有 她一个全果的萝莉 该去哪里整件衣服啊 盯着近在咫尺 却无法靠近的医院 陆伊北逐渐放弃了思考 她开始恼火 为啥劝江黎 在医院设下结界了 虽然都是为了保护 她这个臭小子吧 就在陆伊北烦恼今后 该怎么办的时候 出生的一缕缕阳光 照射在她身上 哎对了 轻衣女子说过 照射阳光会咋样来 很快陆伊北 便知道会咋样了 她的郊区 居然被一缕缕阳光点燃 她体表的温度 在爆燃之后 快速冷却下来 点燃了一堆灌木丛后 穿着破烂病服的陆伊北 带着她的手杀 重现于人间 仅仅一个晚上 陆伊北的人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尝试看看 人类模样的她 能否靠近医院屏障 结果异常顺利地 打开了消防通道的大门 太好了 如此一来 她还能继续伪装成人类生活 不过 还有一点她有些想通 连身为魔女的她 都无法穿过屏障 进入医院 那使用皱虫的刀疤男 又是如何进去 捕走她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 失业会里面 有内鬼啊 她原本是个 含指骗人老婆的小宅男 却阴差阳错 变成了女孩子 还是能毁灭世界的那种 然而性转和 便是全能 对她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轻衣妹子 可是交代过 一定要安稳发育 绝不能被 私业会的人 发现她的身份 万一被抓去 切片研究的话 上哪说里去啊 私业会的援军 还是来晚了一个 等他们赶到 魔女所在的酒店门前时 只找到了重伤 昏迷的江里 本来被考的七成熟 但现在 看起来却啥事 都没有的安静 她身为鬼王的 僵尸新娘 灵闻的持有者 区区致命伤而已 半天的功夫 也就伤势全愈了 不过也得益于 干员白开赶来的及时 没有白开的治疗 他们两人 很难扛过 刚中伤势的危险器 没想到 路易北打伤的两人 要由干爹白开来治 也算是一爆还一爆 不过魔女那种 还忍是杀的怪物 居然放了江里一把 还卖了个震撼江里 一整天的梦 她对于魔女来说 相当于 是几百个人生之灵 堪比一个亿的彩票 送到家门口了 一旁的黄毛 打断了众人 往深处想的念头 大家能从魔女的手上 活下来就很难得了 至于魔女 放了江里一马 有什么目的 咱们之后 再慢慢调查好了 车上的其他三人 暂时收敛起各自的心思 这次的魔女 她的行为逻辑 他们完全摸不透 想排除这个隐患 怕是没这么简单 有时候故事的发展 就是如此滑稽又荒诞 谁能想得到 罪魁祸首 现在平静地躺在医院里 路易北还在琢磨几天前 轻衣女子说的那番话 照射阳光 她就能变回男儿身的话 已经应验了 但那句没说完的每个月 总有那么几天 又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她体内魔女的能量 又该如何控制呢 此时的她 仿佛跳过了 经手教程的满籍账号 空有一身全能 却不知道该如何使 而病房大门突然打开 也打断了她的思绪 只剑带着伤势的江里 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看到往昔的冰山美人 这一身惨 刚想抖两句机灵的路易北 忽然想到了什么 这些伤势 想必都是 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下 反击造成的吧 思叶会是真的拿命 在保护花城人民 可饶是这样一群 人类守护者的组织 也还是鱼龙混杂 可能有奸细 混在其中 不然无法解释 怪谈魔物都进入不了的医院 路易北是怎么被 刀疤男给掳走的 虽说自己就是他们口中 十恶不赦的魔女 但最危险的地方 何尝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自己要是加入思叶会 不仅能补充魔女 和怪谈相关的信息 也能知己知彼 更好地掩藏魔女身份 当然 还有别的 江离自然不清楚 路易北那么多内信息 他只是来通知路易北 路先生的灵能反应 已经消失 他可以放心出院 不用再接受组织保护 然而路易北 却突然叫住了江离 在江离询问的注视下 路易北说出了自己所想的 虽然有些不自量力 但他也想加入思叶会 在思叶会的视角里 他只是个会做点 欲知梦的宅女 但他相信他 这样的灵能力者 也能为人类做出贡献 可江离也反问道 如他所见 这份工作是非常危险 可咱们的老硬币的演技 还是在线的 普通人肯定不愿意 抱生命危险对吧 我也一样 与其像个普通人 一样每天 对怪谈畏守畏武 不如加入 资业会学点防身的本领 这合情合理对吧 况且他的预知灵能 还能防止更多人被害 大家都是普通人类 他也想做 保护其他人的那一方 江离被眼前 这未免摊的正能量 通缉的遗愣 现在有这种 思想觉悟的青年 挺少见的 殊不知表演太用力的 陆一北紧张的一批 他理解他 江离被过身去 露出一个欣慰的效果 告诉陆一北之后 会送来一份 三个月的实习合同 把那个签上就好了 陆一北大喜过望 讨厌 成功混进组织了 而江离自然还是不清楚 陆一北心里的小九九 他回想起那次会议上 严厉否决陆一北 加入组织的白开 白开你啊 还是太小看这小子 他原本只是个 喜欢二次原美少女的小宅男 却机缘巧合之下 幸准成为了蔑视魔女 一夜之间 从普通人变为了 被神秘组织通缉的魔女 当务之急 肯定是要打入组织内部 隐藏好身份才行啊 陆一北用一番 人类心亡匹肤有德的肺腑之言 成功打动了江离 果然神秘组织司夜会的 实习合同很快就送了过来 这一下就有渠道了解 怪谈魔物 都是些什么东西 毕竟青衣妹子光说 自己不能暴露魔女的身份 又没说不准自己 打入组织内部 只有了解的更多 才能苟住小命 这没毛病对吧 小女傅阿花将司夜会 配发给陆一北的灵灵物品 带了过来 这个被祝福的 大日明王像是地级物品 实习生最高 也就能用这种级别了 陆一北土淘道 怎么又是大日明王像 这不是连他水哥 都能买到的某桃产品吗 那天他还恰好是用水哥 买的明王像 解决的C级丧失怪谈 这种某桃手办 真的对都市怪谈们有用吗 然而外行人的质疑 当场引起了阿花的不满 什么某桃产品 这可是司夜会的定制灵物 市面上根本就不可能 摆得到好吗 不可能买得到 可是水哥明明 陆一北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阿花憋了回去 他再次确认 明王像是司夜会的 专属灵能物品 从阿花斩钉截铁的回答中 他逐渐理解到 水哥很有可能 和司夜会也有的 千丝万缝的联系 冥冥之中 到底会有什么东西 将他和怪谈的世界 链接在一起 方向发展时 小女婆阿花却说出 让他毛骨悚然的话语 你以为没人知道 你加入司夜会的目的吗 陆一北立马警觉了起来 啥情况 自己那天晚上 不在医院的事情败露了 难道司夜会 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消失 和魔女的出现 有必然联系 而阿花很快便揭晓了答案 他直指陆一北说道 你就是想趁我不注意 悄悄夺奪走 江黎小姐的芳心对吧 阿花脑子里 究竟在想什么呀 陆一北猜到阿花 能误会了些什么 他肯定以为自己 被江黎图谋不轨 才进入组织的吧 想到这里 陆一北当即输了口气 对对对 陆一北很随意地 孤掩着妄自喘色的阿花 看到陆一北态度较差 阿花虽气不打一处来 但却也拿他没办法 臭弟弟 可别被他逮住了 阿花气鼓鼓地摔门去 而心有余悸的陆一北 则尝出了一口气 还以为被发现了 是他高估阿花了 但这也再次给他敲了警钟 他的魔女身份绝对不能报 他得尽快搞清楚 如何使用魔女的力 狗命王的传奇 才刚刚开始呢 他是可以随时随地 变身小萝莉的阿宅 陆一北突然接到了 一起长大的 好兄弟苏米的电话 当年开玩笑说 万一谁变成了妹子 又成全对方 没想到一语成衬 他现在可是 私业会满世界追捕的魔女 这可不能和苏米 肇实话讲了 苏米也不是闲来无事 找陆一北唠嗑 苏米是告诉小北 他的家已经打扫好了 日子快到了 陆一北也该回家了吧 陆一北听完先是一愣 随后看了眼日历 才恍然大悟 原来老爹的忌日 这么快就到了吗 出院的陆一北 很快打车回到了牡丹街 这里还和记忆中一样 街坊邻里亲切又热情 连自家的川菜馆 也和原先一样 没什么变化 这里的一桌意义 都充满了和父亲相处的回忆 父母双网有车有房 确实是小说男主的标配 可但凡是有血有肉的人类 还是会怀念从前的时光吧 此时好基友苏米 也刚好碰进归家的小北 为了帮小北清扫陆家大院 他类的腰酸被痛 看着男友力拉满的苏米腰 都累坏了 陆一北欣慰的笑出声 既然如此 今天的晚饭就包在他身上了 一听陆一北要久违的 露一首厨艺 苏米甚至兴奋的 想叫上街坊邻里 都来蹭饭 陆一北赶紧掐灭了 他这个危险的想法 这好基友 是想让他也累断腰吗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是故意的 贤惠的小北 自顾自细上围裙 在开饭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 先做一顿好菜 告慰老爹 他是被老爹一人拉扯这么大的 出事后 看老爹最后一眼 他也没能赶上 不过 他已经继承了老爹的厨艺 不出变成魔女 这档子意外的话 他日后 肯定也是本地小有名气的 川菜厨师吧 不过冥冥中的一切 都已明满标价 陆一北这边忙完 赶紧招呼苏米 上楼开饭 太好吃了 苏米好久没尝到 陆一北做的饭菜了 他连连夸赞 恨不得把盘子都吃了 小北却反而觉得 味道淡了一些 趁着吃饭 苏米询问起小北 他和他老爹那场 车祸相关的记忆 他有回想起多少 这一提醒 陆一北 老海里立马 闪出零星的画面 他记得的片段并不多 只是一心能想起 他和他老爹乘坐的大巴 突然着火 然后顺着山谷滚了下去 随后似乎 有无数的石头砸下来 诶 真的是石头吗 回想起那一瞬间 陆一北不遭雷击 呆立当场 他突然歇斯底里的嘶吼 这可把苏米吓一大跳 苏米赶忙道歉 自己不该让他回想这么多 人要向前看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然而陆一北 只觉得 唯一被一道屏障挡住 他说什么 也无法回想起 更进一步的东西 也正在这一瞬间 他体内的魔女之乱 突然苏醒 不好 难道他要当着苏米的面 变身成魔女吗 他本该隐藏好 自己蔑视魔女的身份 却在和发小吃饭的档口 身体发生一变 陆一北一把拍开苏米的手 神色慌张的 窜进厕所 锁上大门 他也搞不懂自己的身体 忽然间抽什么轰 难道他要当着苏米的面 变成魔女了吗 苏米听陆一北 半天没有直声 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 要不咱们叫辆救护车 去医院看看 叫救护车来 让更多人发现他的秘密 这可不妙啊 可陆一北自顾不暇 他快连气都喘不上了 或是真让他像那天一样 在这里变身 陆一北也难保自己不会 厌焚数十里 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人 情况危急 拜托下去 苏米怕小北担得出什么大病 高呼陆一北 离门远一点 他要凯居撞门了 如果被苏米发现 他的魔女身份 他就做不成人类了 诶等等 不做人 陆一北突然想起了那句 变身魔女的口诀 有中山者 有女子 一亲一 陆一北艰难地念出那段口诀 魔女之轮的气息 却越发膨胀开来 但现在只能堵这一把 不成功 便不做人 下一秒 厕所大门阴声撞开 眼前的景象 把苏米吓了一跳 这臭小子坐在马桶上 一动不动的 突然间又和中了鞋一样 伪叫起来 这拙劣的演技 把陆一北自己都尬住了 不过苏米 却好像懂了些什么 他知道陆一北 是个二次元宅男 二次元偶尔抽抽风 太正常了 苏米老中医 怕小北是痴疮 和便秘火力交加 给他整了一盒 关爱小菊和肠胃的药 小北不懂苏米是什么意思 他一个钢铁直男 可用不上这个 苏米则说 二次元的事情 谁知道呢 听说你们还喜欢 那什么女装 还有伟娘 反正多关心一下 肠道健康 总是没错的 陆一北只得无奈的 接受了苏米的好意 苏米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些年 小北一个人过得不容易 但人啊 总是要朝前看的 不管小北往后有什么困难 他都希望小北记得 有个哥们会给他撑腰 陆一北听完 心中不由的意暖 择日不如撞日 老哥今天就给你撑个腰 这马硬龙至窗高 一个人肯定不好图吧 老哥可以替你代劳 哥 你干嘛 发育这么正常啊 哥 不要了 你话 让我看看 在这个诡异怪谈 魔物肆虐的年代 已经少有人 赶大半夜出门遛弯了 可再仔细一瞧 女人的装扮 并不像是夜跑的样子 而像是在风一般 逃离什么恐怖的东西 那是当然 必定这个年代 敢大半夜出没的 大概率都是这种邪门玩意儿 被逼近死胡同里的美女 失声尖叫 可她越是尖叫 便越发勾气 怪谈的捕猎欲望 可惜这次 她选错了捕猎的对象 果然大半夜 敢出门的 就没有正常人 娇弱的美女 一转攻势 缓缓走向这个 被钓鱼的可怜虫 事风日下 连怪谈 不要小心仙人跳陷阱 在她地震般的瞳孔中 倒映出一位 脚侠的兔女郎 是真正意义上的兔女郎 她心红的瞳孔中 满是嗜血的光芒 把块头大她几倍的怪谈 都吓得两股战战 弱肉强食 也是怪谈们的生存法格 好久没有补充能量的兔小姐 本地举起圣剑 无论是对待人类 还是对待怪谈 她都十分享受 这份从哀嚎到宁静的快感 为了暴露以北 挪走她魔女之软的一箭之仇 兔小姐要尽快 将实力恢复到顶盛状态 而最快的恢复方式 当然是夺取其他怪谈的能量 她暂时还不清楚 鹿以北藏身何处 可她清楚 鹿以北成为魔女前 只是个人类而已 既然本质上已经不是人类了 那她身为怪谈 一定会露出灵能反应 这些日子 都没有魔女出现的灵能波动 陆小姐知道她也快藏不住了 因为再强的魔女 也逃不脱怪谈的本能 那就是 饥饿 画面回到陆家大宅这边 老爹的忌日 已经过去了三天 鹿以北也到了该返城的时候了 虽然她已不是人类 但今后依旧会以 鹿以北的身份活下去 只是连鹿以北也想不到 会在自家老宅门口 遇见江黎和阿花 他俩这是在跟踪吗 当然不是 江黎本来还犯愁 阿花没有告诉鹿以北 他实习的私业会地址 在什么地方 结果刚出私业会的大门 没走几步就见到了他 没错 怪谈对策组织 私业会 就在鹿以北的老家 牡丹街文化研究管理局 知道了私业会和老家 居然在同一个地方 鹿以北意识到 今后的行动 要更加慎重才行 他魔女的身份 绝对不能让私业会知道 今天天色也晚了 鹿以北琢磨着 自己过话 可能又要怪谈话了 赶紧先进屋子里 做做准备 可今天的屋内 不知为何比平常热闹了许多 这群小贵物 不是之前的幻觉吗 难不成这种东西 也是怪谈 甚至连他的宝贝外套 是 看样子 他确实该找江黎恶补一下 怪谈知识了 这群小贵物 看屋主突然回家 不惊一愣 随即四散奔逃开来 只有眼球老大 稳健的留在原地 上次小贵物们 目睹了鹿以北 杖杀丧尸怪谈 现在就这么怕他 真是没出现 他区区一介宅男 还能看得见怪谈不成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然而事实 却出乎眼球所料 他居然掏出了那件凶器 他能看见怪谈 这还是人类吗 你干嘛 他是恶兔子 就会变成美少女的鹿以北 因为害怕在公共场合 变成魔女 被组织抓起来切片研究 他急忙回到了出租屋内 可是屋子里 居然有一群小怪谈在蹦迪 不给他们的下马威 这说得过去吗 以为我看不见你们是吧 自从他上次杖杀鸡变种 葬尸开始 他就能看见 这群低等怪谈了 而这群低等怪谈的存在 也恰好能解释 有时候 他才三天不在家 家里就挤满了厚厚一层灰尘 就是你们这群小怪谈 在恶作剧对吧 刚才还嚣张的眼球哥 现在却支支吾吾的 他敢承认是恶作剧吗 哦不对 哎呀不对不对不对 哦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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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对的 路易北也不是真要拿这些小怪谈 怎么样 只是想说 以后房间要是再被他们搞得乱糟糟 他们得自己负责 把房间打扫干净而已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 然而魔女之卵的异变 却突然袭来 一股让人心悸的灵能 骤然从他心口爆发 这突然的异变 把在场的怪谈们都吓了一跳 最近路易北的怪谈话 开始的越来越频繁 不过他也逐渐细为常了 只要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 念一遍变身魔女的口诀 就能压制住 所见之处大汉 赤地 千里 怎么回事 这次口诀 居然没有生效 他已经竭力去压制魔女的力量 可还是无法抑制变身的过程 小贵物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才几天不见 他们寄住的屋主 从普通人类 变成了怪谈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那种骨肉烧成灰烬 又重塑的痛苦 再次袭来 不过这次 他长时间未摄取灵力 变身后的火焰 没有达到燕坟数十里那么恐怖 警报器喷洒的水花 很快将它冷却下来 此时的陆以北 也变成了长发飘飘的妹子 而且还是战败CG版 小怪谈们 属实是骑虎难下吧 谁能想到 人类还能变成魔女呢 只听昏迷的陆以北 肚子咕噜叫了两声 他整个人也突然乍失醒来 一边喃喃自语说着 好 一边直勾勾的盯着眼球哥 眼球哥也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妙 我不打扰 我走了 你不能走 此时的眼球哥在小北眼中 就是可口的典型 大力一握 差点没把眼球哥爆出将来 自从他成为魔女后 就没有这儿八斤进食过 现在属于是抓到什么营养 又想往嘴里塞了 快来人给眼球哥换条裤子吧 就在一众小怪谈 围观眼球哥被献祭之时 陆以北聪明的智商 突然占领了高地 他居然会想吃怪谈 这也太荒唐了吧 要吃也是吃点 和人类已是沾边的东西吧 陆以北 胡伦吞下一堆瓜果蔬菜 这些玩意 怎么说也是营养物质 应该能冲击吧 然而事与愿违 这些食物在他嘴里 突然变得胃同嚼辣 他魔女的身体 一定发生了什么 他不清楚的变化 但是身为资深二次元的 他清楚一点 怪谈的身体 怪谈同行们 肯定知道些什么 假牙赶紧回答魔女大人的问题 说怪谈 是不能吃人类食物的 可不能吃人类的食物 怪谈该怎么活下去呢 一众怪谈 有些震惊魔女 居然毫无常识 但还是耐心科普到 普通的小怪谈 吃点空气中磷子颗粒 就能饱腹 但要是像您这样的 上级怪谈想吃饱 只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狩猎其他的怪谈 第二种 是努力获取原生之灵 简单来讲就是 杀人 怪谈魔女漫画 先引全往上线 一起来追漫吧 她是太久没进时 就会变成美少女的陆一北 急了的陆一北 逮啥吃啥 哪怕是怪谈魔物 她都能吃两斤下股 还怪 自我认知是人类的她 怎么下得去口 可人类的食物 她吃了又会呕吐 身为魔女 到底该怎么进食呢 想到魔女大腿的小怪谈 给她出了的主意 魔女想进食 只有两种选择 生吃个人我很抱歉 第一种方法 就是找个有灵能力的人类进食 陆一北肯定接受不了 吃个人对吧 那只能选择第二种 去捕猎那些游荡在都市里的怪谈了 如今这个世道 怪谈们横行无际 捕猎那些作恶多端的怪谈们 想必陆一北 也没有心理负担了对吧 虽然看起来超危险的 但为了填饱肚子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烧 但是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她穿这一身出门 是想怎样 怕不是会被吃汗重点照顾吧 坏了 这下被小怪谈和观众们看光了 紧张之下 身体还不受控制地窜出火焰 烧 它实在太烧了 就没有那种火都烧不坏的衣服吗 小怪物们 快想想办法呀 巧了 你的宝贝外套 恰好满足你的需求 说来也是奇怪 她这件外套明明很普通来的 怎么突然之间被怪谈化了 她的宝贝外套 不仅耐高温 还能变款式 正是和她这种青春靓丽的少女 陆一北连忙打听她这件外套 是咋怪谈化的 小群回答她 是因为兔先生的那张惩蛋 老魔兔先生 居然还阴差阳错 帮了她一把 虽然有些在意那个兔先生 但果然还是解决温饱问题 较重要 总之 先前往报纸上说的 岭江大盗碰碰运气吧 叶飞风高 正是怪他们出来觅食的好时候 黄袍加深的外卖小哥 只觉得今天真晦气 最后一单外卖 居然要路过这么个闹鬼的地方 他感觉这份工作再干下去 迟早有一天 自己也要出事的 不用等迟早了 干脆就今天 水潭中突然伸出的骨刺 瞬间扎破了轮胎 这个运弹 外卖员就是个高危职业 送个外卖而已 这下外卖 竟是我自己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回他要出点意外了 还没等他缓过境 一个硕大的身影 竟然从水潭里 缓缓钻出 在这个怪谈传闻盛行的时代 真正直面过怪谈的人类 却还在省数 虽然没见过怪谈 但本能的危机感 还是有的 废话 二半夜碰上这么邪门的玩意儿 不赶紧逃跑 难道上去亲他一下吗 怪谈很显然 已经习惯了猎物们 垂死挣扎 他瞪着充满智慧的双眼 看向小哥 好吧 反正你也看不到 能天的太阳了 这位怪谈同志 属于是顺风顺水惯了 完全不知道 有位爷正在打来的路上 路易北一个紧急迫降 扎进了河里 他在控制魔女力量方面 也是个菜颜 没有用鼻梁鼓 在路面上刹车 就算跑走拉嘛 但是没有关系 他注定不是今晚最多 究竟是哪个信任 会成为他饱腹的猎物呢 他是肚子太饿 就会变成美少女的路易北 为了解决肚子饿的问题 尽早恢复男生 他需要狩猎游荡 在都市里的怪谈 吞噬他们的怪谈 核心饱腹 不过有一说一 这么恶心的玩意儿 真的能下得去嘴吗 吃下去 恐怕八成要闹肚子的吧 你好 仓皇逃窜的外卖小哥 绝对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外卖 他被怪谈抓住的脚踝 仿佛有千斤重 整个身体也不受控制的 被怪谈拖入水滩之中 直觉告诉路易北 被拖进水滩里 准没好事 他可不能眼睁睁 看着小哥上明天的报纸 就在路易北撞起胆子 要出手相助之际 原本诡异的江边画风 突然一变 一抹熟悉的身影 突然凭空杀了出来 居然是当初那个 被他忽悠瘸了的女孩 路易北趁女孩没注意 赶忙躲了起来 女孩身旁的怪物 似乎被他换作系统 而系统正给他发布着新任务 击杀凌江大道附近的何人鬼 奖励积分两百 洗经伐水精华一份 而女孩则高喊一句 顾倩倩开始执行任务 路易北摸不准 这个睿智女孩 究竟想干嘛 想起她当初 也是不太正常的样子 总之先观望一番再说 没想到顾倩倩直接创了上去 她一把抓住 沉入水滩中的外卖小哥 离谱的夸额时距离 便在女孩的双臂间喷涌出 外卖小哥被瞬间袭来的大力 扯成了表情包 整个人被顾倩倩像皮球一样 抛飞向半空 盼着这大力出奇迹的一幕 路易北留下了冷汗 没想到这小牛力气大的离谱 不过外卖小哥也获救了 只不定说是怪坛 也轮不到他出手了 对方明显是冲着怪坛来的 万一错把自己也认作是怪坛 朝他脑袋来一下子 那可就不妙了 很快啊 猎物被夺走的何元鬼 迁怒向顾倩倩 顾倩倩早有准备 飞快抬起棒球棍 以立跋山西之势 凶猛的砸向何元鬼 何元鬼当场吃饼 整个鬼被砸成了 一滩腐烂粘稠的鱼骨 就这 顾倩倩感觉今天的系统任务 格外轻松啊 而系统却仓皇提醒他 丫头一可别飘 对方正在重新凝聚 系统的话音刚落 顾倩倩便感觉浑身一沉 这怪坛 怎么还能打复活赛的 这不是作弊是傻啊 随后在伏地摩路易北的注视下 这个刚刚还优势在我的小妞 突然就被拖进水滩 不见了动物 这这不对吧 事发突然 怪物压根不给陆易北 伸出元首的机会 不过那怪物 肯定还会对昆死的小哥下手 自己只要找准时机 对着怪物的脑袋来几下 应该还是有概率 把怪坛拿下的 毕竟他魔女种的身体素质摆在这 果不其然 何元鬼杀了的回马枪 他恐怕还不清楚 有个老六埋伏在此 他贪婪的大嘴 渗出恶心的口水 就是现在 什么事啊 他是不做人之后 不仅拥有蔑视权能 还被迫变成女孩子的陆易北 为了吸收都市怪坛核心 尽快恢复男儿身 他不得已当起了老六 伏击这个丑陋何元鬼 可谁也没跟他讲过 他拿来当锤头的冥王像 居然会产生核爆 陆易北整个人都被剧烈的爆炸心扉 谁能想到 丝叶会发的核弹投名王像 在他手里居然变成了真货 不过这些都市怪坛果真是皮屎 正面吃下一发微型核弹 居然还能动他 但是无所谓 陆易北会出手补刀 他不信这么大威力的灵能 何报他能吃两发 重伤倒地的何元鬼叫苦不迭 有这种灵能波动的人物 为啥要袭击他 真是 脸都不要了 但你说让他去反抗人家 也不太现实对吧 毕竟那种灵能波动 可是魔女大人的 他敢反抗堂堂的魔女吗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想到这里 留给何元鬼的就只剩一条生路了 他在陆易北准备下死守之计 安谨求饶 跪求魔女大人放他一条生路 他甘愿成为魔女大人的眷属 做牛做马 以报不杀之恩 眷属 这个词陆易北 似乎在哪听过 不过相比于听到熟悉的词汇 陆易北更震惊的是 这何元鬼居然还会说人话 何元鬼听这位魔女大人的语气 似乎对眷属二字的定义 还不够了解 赶忙拍起了马屁 说像陆易北这样强大的魔女 一般都会有一堆死忠眷属 为其效力 与其宰了他 不如让他在陆易北的灰下 发挥余热 岂不美哉 陆易北一听当魔女 原来还得收马仔 说起来收一群怪坛当小弟 也挺哭的不是吗 既然何元鬼这么诚心诚意的 想当小弟 他不仅长得丑 还害了那么多人 陆易北怎么可能 收这种房主的怪坛做小弟 怕不是会成为下一个铺小姐吧 再说了 不载了这只何元鬼 他拿什么食物冲击呢 陆易北二话不说 举起名王相就砸了下去 然而一变突生 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 汹涌的江水突然倒灌上来 陆易北就这么阴差阳错 被江水推回了他温暖的小窝 又是谁在这种关键时刻 抢他的人头 那飞鼠咱们不愿透露姓名的红领精了 顾兮兮犹如石猴出世一般 闪亮登场 他一眼就锁定了 刚才不讲武德 偷袭他的老六 这世上可不止你一个鬼 能大赢复活赛 我顾兮兮也一样可以 他是不做人之后 拥有了蔑视全能的男主 陆易北 而一旁不愿透露姓名的少女 刚截了他的胡 收下了本属于他的怪谈核心 这可咋着 到手的鸭子都能被人抢走 我可是魔女 我不要面子的嘛 可是这个怪力女 看起来真的惹不起啊 难道今天的宵夜 只能另想办法了吗 陆易北的计划 是先等怪力女一开再说 毕竟对方万一能识别出 他的魔女身份 顺手给他也来一棒子 那可咋着 然而陆易北的冥王像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一刻不停地吸收着 陆易北的魔女灵能 直至吸收到了 爆炸的灵界点陆易北 才察觉 阴差阳错之下 陆易北想不暴露自己都哪了 故倩倩和系统回头看去 是哪路神仙搞出这么大动静 带机灵的二人组 看清来人后 天然呆 还想着哪里冒出来的美少女 系统已经吓得想再换条裤子了 这他喵 哪里是什么美少女 那可是未来毁灭世界的因素之一啊 系统急忙吼道 请宿主立刻将怪谈核心 交给对方 凡再怎么膨胀 别干过魔女大人 系统知道 魔女大人也盯上了怪谈核心 当务之急 是把食物献上看 呃吼趁机逃跑了 可顾倩倩听完系统的话 却没动态 骗鬼呢 这分明就是个落魄美少女好吗 把这颗脏兮兮的眼珠子送人家 人家能要吗 系统当即怒斥到对方 就是故意打扮成这样 引诱你这种无知的年轻人 然后饱餐一顿啊 天然呆一听 原来这个美少女这么坏的 既然如此 身为正义的伙伴 他必然要将任何邪恶绳之一 你清醒一点啊 咱们是什么档次 能打得过魔女吗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可如果每个人都因为 打不过就退缩 那什么时候 才能将怪谈一匹不胜的驱逐干净 什么时候 才能还这漆黑世道 一个朗朗乾坤 这可能是一个天然呆向前脉的一小 但却是正义伙伴 为抗黑暗怪谈的一大把 我成 这怪力女过来了 真过来了 你不要过来啊 眼看着事态 朝着白给的方向发展 自己辛苦培养的宿主 就要葬身魔女之手了吗 系统集中生智 忽然发布了紧急系统任务 十秒内将怪谈核心 交给魔女并成功逃离 奖励五百积分 与新二良士烤鸡腿一份 我去烤鸡腿 这还等什么 虽然战术撤退的样子很狼狈 但是他啃烤鸡腿的时候 一定很靓仔 为了香吞吞的烤鸡腿 这次的怪谈核心 就送给你了 只见顾倩倩一个大力飞砖 抛来眼珠子 带着恐怖音爆的眼球 这谁敢接啊 顾倩倩再次带给了路易北 一点小小的夸额之力震撼 他完全猜不透 这个怪力女的操作 只听顾倩倩一声大吼 把小北吓得一击灵 对方居然放了句狠话 直接开溜了 这是在干嘛 该害怕的明明是他才对啊 今晚他碰到的 居然没一个正常人啊 反而是不做人类的自己 最正常了 她是外表看似娇弱少女 实则拥有蔑视全能的宅男 路易北 身为会毁灭未来的因素之一 魔女 却像集了新手 获得满籍账号 压根不懂 怎么从怪谈核心内提取灵能 难道这玩意要吵着吃吗 正当路易北范畴 是该清蒸 还是红烧这颗眼球之时 一位神秘路人 却像逛商场一样 随手取走了 嵌在树上的怪谈核心 完全没把路易北 这位物主放在眼里 我现在你那不要了呢 这小哥这么不把路易北当人 路易北也是急了 一下让对方穿成了个开背衬衣 同时露出一个 让人毛骨悚然的纹身 男人又惊又怒 回眸更向路易北 可见到纹身的路易北 仿佛触发了某种虚弱开关 栽倒在地 这又把神秘路人搞得不知所措了 但他也没有多驻足 一蹬腿便消失在了灌木丛中 心有不甘的路易北想去追 可死去的回忆 却如潮水般疯狂涌向他 那些回忆 都仿佛被某种意志力封存了起来 只有这句意义不明的话 回荡在他的脑海 路易北缓了很久 头痛的迹象才逐渐消减 那个触发他回忆的纹身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在这怪他魔物夜间横行的年头 居然还有出租车 赶在半夜冲夜景了 别说赶大半夜出车 这司机甚至还摇下了车窗 老司机张斌 主打的就是赶大热心肠 他问小美女 是不是遇上什么困难了 她可以顺路烧路以北一城 价钱好商量的 忙活了一晚上的陆师傅 啥也没吃着 想了下填饱肚子 今晚是不指望了 便拎起来拾的东西 坐上车准备回家 毕竟大学生白天还是得去上课的 就是可怜的外卖小哥 被殃及吃鱼 外卖订单早在他昏迷的时候就超时了 电动车也爆胎了 今晚可谓是摔爆了呀 然而 外卖小哥不知道的是 他光是从怪坛手上活下来 已经是个奇迹了 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 普通人类可不像他这么好运 神秘女人提着行李箱 正离开作案现场 可爱洋洋的嘴角 沾满了人类的碎肉和鲜血 洋洋饿了 吃点人肉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吧 接下来 只要把行李箱送到那间学校去 仪式的准备工作 应该就完成了吧 女人笑了 英丽的笑容让人不寒而栗 很显然又有什么阴谋 正在花城中悄然酝酿 点压争文活动又来了 本次争文活动依旧是奖励丰富 进入点压 打开争文大赛活动页里 点击我要投稿 进行对话小说作品投稿 即可瓜分奖金 获取各档位争文奖励 想起小说赚稿费的太太们不容错过 发疼发刀 原地开理发店 和点压的小伙伴们分享您的精神状态 岂不美赛 即日起截止到8月21日 参与争文活动即可竞争各类奖项 太太们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快来点压产点粮吧 孩子要饿死了 外谈世界的友情提示 千万别在大半夜在脏兮兮的美少女 你看到的美少女 很可能是蔑视魔女 司机张斌也是出于好心 才在了这个半路碰到的美少女 她见女孩浑身脏兮兮的情绪也有些低落 便想了个法子逗逗她 她问女孩知不知道 刚刚她上车的地方 最近闹怪谈 闹得挺严重的 路易北叹了口气 她就是冲着怪谈去的 谁知道被人给截胡了呢 只好敷衍着司机展开讲讲 张斌一看女孩愿意回应她 当即打开了话头 说很多人目击到一个浑身与眼和鱼刺的怪物 今日还在江边发现了都泡着我的尸体 而且你猜怎么着 尸体全身缠满了水草 肺里长着活与卵 甚至还有鱼孵化出来呢 路易北本来就饿得咕咕叫 一听那个怪谈能力这么恶心 当即赶到胃酸反了上来 一阵想吐 哈哈都是我编打 感情是张斌为了活跃气氛 顾一边的鬼故事 他说自己是个网约车司机 还是个恐怖电台的主播 赶在大半夜接单 也是为了顺便积累素材而已 他奶奶的 没事吓唬小姑娘玩事吧 路易北决定以自己为原型 好好给司机提供一回素材 他一边操控其体温 使得车内温度骤升 一边分享起他钢鞭的故事 张斌一听 这女孩也有故事 顿时来劲了 这素材不就来了吗 既然司机心这么大 那路易北也就开口了 说从前有这么一个白发女孩 她喜欢每晚都蹲在路边等别人搭话 和她搭话的人不在少数 可离奇的是第二天 那些人都离奇失踪了 路易北缓缓起身 攀上司机的靠背 车内的温度也在飞快升高 白发女孩 你不提醒张斌 压根没注意到 这个半路遇到的女孩 就是白头发 警方发现尸体的时候 尸体已经高度炭化 很显然是被高温烧的面目全非 感觉白发女孩暗有所指 张斌居然也觉得 气温开始飞快升高了 不会吧 我真的撞鬼了 是不是感觉汗流加倍了 不是错觉哦 而且碰巧的是 这次向她搭话的 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 张斌浑身紧张的开始颤抖 甚至不敢看后视镜 生怕刚才娇弱的少女 突然变成恐怖怪物 不过陆以北的恶作剧 才不会到此结束 她缓缓攀上靠背 在司机张斌的耳边轻声道 你猜下一个被烤熟的 会不会是这个司机呢 张斌杀猪般的惨叫声 轨荡在静谧的大街上 这番身临其境的体验 直接让张斌暴心破碎 这单不接了 下车 姑奶奶赶紧下车 张斌以远超A86轰油门的力量 急迟而去 虽然没给陆以北送到地方 但往好处下 咱不也没给钱吗 而且陆以北意外发现 人类的恐惧为实吗 要不 她也去当个恐怖电台主播试试 指不定进食问题 就这么解决了呢 她意外获得了 能烧光全身的衣物 并毁灭世界的恐怖力量 但代价是 变成女孩子 陆以北就像是获得了 满级账号的萌新一样 搞不懂自己的力量 该如何使用 而现实世界 也有着管理她这种怪谈的组织 司业会 为了系统的了解 有关怪谈的一切 有些灵能力在身上的她 加入了司业会 并与管理者江黎 开始了她的怪谈世界实习 江黎领着陆以北 来到了牡丹街一处废弃大楼 和陆以北想象的 从书本开始了解怪谈不同 被觊觎打杂厚望的她 上来就是现场教学 当然了 江黎也不会让她 和怪谈一对一针男人大战 她只需要在一旁看着便可 真让她一个普通人 去揍人家怪谈 明年的今天江黎 还得给她烧纸钱 二人停在一扇 贴满了符纸的木门前 其实这扇门里 原本是什么也没有的 而且上个月他们过来 也没有任何灵能反应 这陆以北就不懂了 啥玩意都没有的房间 为啥还贴这么多符纸呢 问得好 江黎拔出佩刀 刀尖指指这扇不吉利的木门 只听一声空灵的爆壑传来 木门上的符纸 纷纷被灵能化为积粉 而随着符纸的消失 平静的木门 居然微微颤动了起来 陆以北知道 那是怪谈的灵能反应 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在江黎面前 还是得装作惊慌的样子 毕竟造型再怎么恐怖的怪谈 在他这位魔女大人面前 也不会是帝子 眼计拉满的陆以北 赶忙惊呼这是啥玩意 不是说好的门里 啥也没有的吗 江黎解释道 最初这里确实是没有 但相信这里边 有怪谈的人太多了 群众的院里 最终塑造了这只怪物 而司业会的使命 就是保护人类 将这些怪物铲除 因为怪谈 无论看上去 是可不还是亲切 最终都会堕落为害人的怪物 听完江黎的话 陆以北谨慎的分析 他难道是爱你所指 魔女种也是怪谈 难道自己最后 也会失去人性 堕落成怪物吗 容不得陆以北多加思索 怪谈已经猛冲而来 江黎却一个剑步赢了上去 这种级别的小怪谈 他甚至用不上三成力 他躲避怪谈攻击的姿态 优雅的仿佛舞蹈一般 在五处一阵 让人惊叹的步伐后 突然锋芒乍现 干净利落四个字 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战 他与旁人作战的区别 就像是手术与徒宰 陆以北终于理解了 思业会干部的含金量 这和普通人相比 简直是超人好吗 自己要只是个普通的灵能力 怕是训练一辈子 也赶不上人家吧 不过 你小子吃惊归吃惊 就眨眼功夫 居然能跑这么远 也确实是本事呢 听陆以北问到了 自己使用的是什么力量 江黎便展示出自己的灵文 这些灵文 也是利用怪谈的力量制作的 所以 怪谈说起来 也不是全无用处 我操 原来这就是力量的源泉 可以给俺爷整一个吗 陆以北感觉自己 离成为超人的机会 是那么紧 可奇迹和魔法 哪有免费的 周二少年 别哪天被坏人骗去 嘎妖子就见鬼了 江黎劝陆以北 还是从普通的信息搜集员做起 偶尔搜集下周边 和怪谈相关的信息就好 别轻易去招惹怪谈 那是做死行为 什么 原来我是打杂的吗 对自身实力 没有清晰认知的 陆以北大受震撼 你当魔女的时候 确实很靓态 但是你在丝业会打杂的样子 也是真低落 为了安慰陆以北 受到打击的心灵 将离将怪谈百科丝业书 交给了他 想拥有灵文 先把这些常识性内容 了解透彻了再说吧 今天的实习先到这里 同学们 下课 这是什么情况 男孩一觉醒来 竟然变成女的 而且还是宅男狂喜的白毛妹子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现在的陆以北 本是20岁的青春少年 竟然变成一个妙龄少女 而且还鬼鬼祟祟的去跟踪 另外一个少女 只因这个少女头上 有一只怪谈飘着 而怪谈才是陆以北的目标 自从陆以北 由男变女之后 就需要吃这些怪谈的能量 来填饱肚子 不填饱肚子的陆以北 只能永远保持女儿身 而且还会胡乱地攻击人 所以陆以北晚上 总是出来觅食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少女 好像并不是表面上 看得那么简单 严格地说应该不是人 因为正常人应该不会来到 这个经常到我的学校 而且还是里里外外 都封得严严实实的学校 这个女孩来这里干嘛呢 看着少女走进学校后 陆以北也在后面悄悄地跟上 可当陆以北走进学校大堂之后 根本就没看到那个少女 而且学校大堂的门 也随着陆以北走进后 就立刻自动关了 陆以北惊恐地扭动 学校大堂的门把手 尝试把门重新打开 可这根本就没用 门被关得严严实实的 这时突然陆以北的右侧 有道声音响起 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原来是那个早先进入的少女 而且人家一早就发现 陆以北在跟踪她了 陆以北没想到 这么严密的跟踪也会被发现 不对 这个少女头上的怪谈 怎么看上去 适合那个少女一伙的 既然被发现了 陆以北赶忙换了一个策略 听说这个学校经常闹鬼 所以想着过来探险完了 没想到在这碰到小姐姐了 要不一起探险吧 两个人的话也比较安全 少女却露出了 不耐烦的表情呢 今晚这么多人才好玩 好想看他们今晚挣扎的样子 想想就兴奋 既然如此 绵灵羊 开眼 这时候陆以北才知道 这个怪谈确实是和这个少女是一伙的 看着绵灵羊设过的方法 陆以北敏捷地跳出攻击的范围 少女诧异地道 你竟然能到看绵灵羊 看来是个潜灵能力者 或者是灵能力者 那今晚就更有意思 男孩做梦梦到自己竟然变成女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深得宅男喜爱的白毛妹子 醒来后发现真的变成女孩子 而且还有无数妖魔求着她 想要成为她的眷属 成为女孩的陆以北想变成男孩子 只能吃怪谈的核心能量 而怪谈可没这么好对付 这一次陆以北盯上了一个紫发妹子的怪谈 绵绵羊 本来想在后面偷偷跟踪紫发妹子 没想到紫发妹子早已发现 还把陆以北带到了一个经常闹鬼的学校 陆以北没发现后面先下手一枪 先拿下紫发妹子的怪谈先 陆以北手拿大日明王像 猛猛地向紫发妹子的怪谈捶去 一击就狠狠地穿过绵绵羊 陆以北一脸猛的 这怎么可能啊 回头望向绵绵羊 就在陆以北回头的瞬间 绵绵羊对陆以北就发动 催眠神功 好似在告诉陆以北 知道我名字为什么有个棉了吧 好好的睡一觉吧 睡完好戏才开始 陆以北摇摇晃晃的跪在地上 我被攻击了怎么没事 不对 这突然来的困意 我的意识 随后陆以北便倒在了地上 但奇怪的是 紫发女孩并没有再让绵绵羊继续攻击了 而是直接笑了笑道 反正最后都会成为她的食粮 那就让你在最后好好睡一觉吧 随后便从一堵墙潇洒地离开了 过了有一段时间 陆以北缓缓地睁开眼 发现她身边正有几个妹子在吵架 原来这几个妹子 是一起来这个闹鬼的学校冒险的 其中一位扎着双马尾的女孩 发现陆以北躺在门口 便把陆以北带进来了 至于吵架的原因 黄发妹子觉得在这个时候 看见一个陌生的妹子 而且还长得一头白发 手上还拿着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没问题才怪 而且我们刚才才把流星弄丢的 两人吵着吵着 才发现陆以北已经苏醒了 黄发妹子紧觉得拿起一根木棒 指着陆以北 你是人是妖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学校 为什么会躺在那个地方 面对这么多问题 陆以北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 总不能告诉你们 我是来抓怪谈的吧 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是模拟 只能伪装成一个可怜的萌妹子 只记得当时是在学校上玩自习的 不知怎么回事就晕倒了 也过来劝这个黄发妹子 我看这个小姑娘应该不是坏人 要是这个小姑娘有问题 我们估计是先遭殃的 至于走丢的刘西 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恶作剧了 说不定一会就回来了 但黄发妹子却突然哭泣了起来 这一次感觉不一样 太诡异了 而且是我带你们来到这里的 所以我必须把你们都完完整整地带回去 而就在此时 门口却传来了敲门声 祖师仙你们在吗 我是刘西 她原以为自己只是偶尔会梦见美女的普通人 没想到命运却和她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在这个怪谈魔物横行的世界 普通人就是如此的脆弱 醒来后的陆以北 发现自己眼前的几个妹子 正在寻找一位叫刘西的男子 而他们之所以来到这个诡异的学校 是因为在一个名为怪谈群里听说 在这个学校里可以复活你想复活的任何人 可他们刚进学校一会 那名刘西的男子就消失在这所学校里 所以他们采取了争论 可就在这时 门口却响起了不一的敲门声 是林思仙吗 我是刘西 苦苦寻找无果的刘西竟然自己回来了 众人也没怀疑是真是假 毕竟之前这个刘西也是经常这样恶作剧 可陆以北可不这么认为 因为就刚敲门的瞬间 陆以北的身体本能地感觉到这是怪谈 但又不好和众人解释这能力 只能任由黄发妹子林思仙开了门 门打开的瞬间 没有所谓的刘西 只有一个箱子摆在眼前 其他什么都没有 林思仙走过去摸了摸箱子的 刘西呢 突然箱子里伸出一只白骨手 狠狠地抓住林思仙的手 我在这呢 随后猛地把林思仙拽进箱子里 陆以北赶忙冲上去 可还是让诡异的箱子跑了 而此时的箱子里赫然露出一只 半边脸是骨头半边脸又是肌肉的怪谈 正在缠绕着林思仙 奇怪的是箱子里的怪谈并没有伤害林思仙 而是恳求林思仙解救他 随后便带着林思仙来到了 一个好像是祭坛求福的地方 扔下林思仙便走了 然后陆以北也刚好追到这个房间 便匆匆忙忙地扶起林思仙 顺便把林思仙咬醒 醒来后的林思仙宛如被惊吓的小猫 卷缩在角落里 指着陆以北 是你这个白毛怪谈把我抓过来这里的吗 陆以北差点气疯了 好心来救你 竟然被你当做怪谈 我魔女不要面子的呀 无奈的陆以北只能和林思仙一顿解释 慢慢冷静下来的林思仙 也开始回忆起刚才好像不是白毛抓我的 我是碰了一个诡异的箱子后 被一只半窟窝抓到箱子 而且这个半窟窝好像流息 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个房间里 说这个房间可以解救他 这么说这个半窟窝是故意把你带到这里的 这间房子确实和其他房间不一样 地上画招法正像是在祈求神明一样 中间还有一块词片 好像还写着些什么 陆以北拿起词片看了看 这文字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因为根本就没看过 熟悉是感觉能看的 这块词片写着 我身处何处 幽暗的地方 深渊的幻境 互换来自世界彼岸的躯体 渴望者 契约守护者 当陆以北念完这段话后 瞬间有个画面涌入陆以北的脑中 开头是一对夫妻 两人为了能永远在一起 便过来求助一个黑袍人 黑袍人拿着一个词片和皱纹给了这两人 如果你们两个想要永远在一起变手握字片 去你们相遇之地去迎送皱纹吧 两人便来到了此时的这间房间 迎送着皱纹 当两人念完皱纹之后 来的不是神明而是一个恶魔 恶魔二话不说就直接夺失了男生的躯体 当陆以北还沉沦在这些画面中时 危机已经来了 林丝仙以为陆以北 是被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上身了 恰好之前抓林丝仙的怪谈 重新回到了这间房间 梦到门口拍打着 林丝仙本想把陆以北摇醒 可惜怎么摇都摇不醒 无奈的林丝仙只能扛着陆以北 一起躲进了衣物柜里 本来藏着是万无一失的 箱子怪谈也准备走了 可这时候的陆以北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身开始发烫 着火了 吓得林丝仙喊了出来 好烫啊 男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个白发美女 没想到一叫起来真变成一个女的 而且现在还被另外一个女孩飞里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陆以北想要重新变回南海 只能去觅食其他怪谈的能量核心 后面就来到了 又意外地碰到了一枚写着皱纹的词片 导致陆以北此时此刻陷入头脑风暴 别也因此当机了 为了躲避箱子怪谈的追击 林丝仙只好看着陆以北一起躲进衣物柜里 本来箱子怪谈找了一圈 当看到箱子怪谈后 陆以北的眼睛发起了剧烈的烧桌感 很明显这个怪谈箱子比之前还要调了 而这时候的林丝仙却呆住了 早先被抓进去箱子里光线避进案 所以不敢肯定是这个骷髅是刘西 现在看得一清二楚了 这真的是刘西变出来的 林丝仙想着刚才刘西放过她 代表这个怪谈那个时候还认得她 便想着叫醒刘西 可林丝仙不知道现在的刘西 已经没有自己的意识了 有的就只有最原始的群众 想要吃掉她和陆以北 箱子怪谈一手伸出四只手抓住林丝仙 只要当场把林丝仙撕扯成八块 一点连香西域都不懂了 陆以北可忍不了 手持大日明王向快速地往箱子怪谈吹去 打扰别人近视真的很讨厌 箱子怪谈抽出两只手猛的向陆以北迎击 可惜都被伸手敏捷的陆以北躲过 终于来到箱子怪谈的身边了 是我的新名王将国报 箱子怪谈瞬间被沾封好几 此时爆炸 箱子怪谈瞬间化为一颗木屑 木屑堆里还有一颗怪谈核心 陆以北走过去拿了起来看了看 陆以北终于拿到第一颗怪谈核心了 一想到上次的怪谈核心被人截胡陆以北就想哭 与此同时 在陆以北拿起怪谈核心的同一时间 在学校的某一处 正有一个黑衣人自言自语的道 看来我的地盘来了个有趣的人 这下今晚真的好玩了 我也该出来会会你了 我以为我要你成为我的战术 男孩一跳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变成女的 而且还身处在一个怪谈魔物横行的世界 这所发生的一切 都有点颠覆陆以北的三观 为了重新变回猛男 只能踏上密室怪谈核心的道路上 就在刚刚陆以北 获得了人生的第一颗怪谈核心 陆以北拿着还散发着温热的怪谈核心 难难道这个就是箱子的怪谈核心了 但眼中却没有半点喜悦 因为这颗怪谈核心是林丝仙同要变的 林丝仙也因为刘希的去世非常的愧疚 心情一直很离落 埋怨自己不该带他们来这所学校的 作为热心肠的陆以北 当然不忍心看美女这样伤心了 赶忙安慰起林丝仙 可林丝仙却很疑惑地问陆以北 你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能一下就干掉那个怪谈呢 面对这么多问题 陆以北只能不做神秘的道 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太多好 知道太多对你不好 我们还是去找你其他的伙伴 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可就此时 户外传来了其他小伙伴的情脚传 原来是其他小伙伴一直等不到林丝仙他们 然后就出来寻找林丝仙他们了 而且这时候还有一个陌生人 在手机上指引他们 如何找到林丝仙他们 如何走出这所学校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名陌生人其实就是导致 刘希变成箱子怪谈的人 就在此时 张明根据陌生人的指引 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竟然摸出了一份纸 上面写着的皱纹 和陆以北剪到词片上面印的字一模一样 为了走出这所学校和找到林丝仙 三人根据陌生人的指引 一人手握皱纹指的一角 便开始迎送起来 我身处何处 幽暗的比方 呼唤来自世界彼岸的躯体渴望者 契约守护者 当念完皱纹 三人便惊恐地发现 每个人身上都渗出无数的黑点 然后慢慢地汇聚起来 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人 看着汇聚出来的人 赵明惊讶地问道 你是赵珂哥哥吗 是的 没错 我就是赵珂 现在想请你们帮个忙 帮我干掉魔女 随后便一挥手 把三人束缚在空中 三句惨叫声便想撤整栋楼 陆以北和林丝仙 听到声音后便赶紧跑过来 看到赵珂的陆以北 一眼就认出 这是之前在灵世梦里的男生 他不是被夺射了吗 此时赵明三人哭苦哀求 赵珂放过他们 哥哥我是你弟弟啊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赵珂轻蔑地看着赵明道 连最基本的原生之灵都没有 你可不配当我弟弟 说完便又再一次挥手 三人后面接着就出现 三幅木制箱子 把三人都卷入其内 然后每个箱子都发出了惨叫声 鲜血也从箱子细放里流出 接着每个箱子 都蹦出一个半骷髅人 赫然和之前的流星一模一样 好了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魔女种 这什么情况 男人只是幻想变成女孩子 没想到一觉起来 竟然真的变成女孩子了 而且还是一个白发萝莉妹子 在这个怪谈魔物横行的世界 一切都皆有可能 陆以北就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吃了魔女种后 变成了一个宅男喜欢的白发妹子 虽然变成女孩子有诸多好处 但是也有诸多烦恼 比如现在的陆以北 正被一个中分大叔追杀 中分大叔后面 还跟着三只箱子怪谈 这三只箱子怪谈 正是杜思仙的那三位朋友 所变化而成的 间接地说明他们三个 已然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了 我们逃吧杜思仙 这个中分大叔一看就不简单 可就在陆以北和杜思仙 想要往回逃的时候 我一看 后面已经被其他箱子怪谈包围了 现在只能一拼了 可惜的是陆以北他们还没拼 杜思仙就被中分大叔束缚起来 中分大叔检查了杜思仙一番后 竟然发现杜思仙是不错的原生之灵 倒是可以美味一番了 既然这个不是魔女种 想必另外一个就是了 可就在中分大叔准备对付陆以北时 恰巧陆以北抓住机会 用冥王像猛猛的蓄力一击 这真的没啥用 陆以北还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就在陆以北转头 看中分大叔是否已经解决了 便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束缚住了 一双巨大的双手狠狠地抓住陆以北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当然想要你当我的眷属了 你这个品种可是很稀有的 作为强大的魔女怪谈完全够格 成为我的眷属 你哥在这里玩养成游戏呢 既然我是稀有角色 你有没有想过我可没那么容易答应 除非你先放到我的朋友 不然我是不会答应的 中分大叔邪笑看了看杜思仙 放过他也可以 不过我不可能放他离开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他就和你一样成为我的眷属吧 到了这个地步 陆以北只能咬着牙答应啊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来进行愉快眷属仪式吧 一番天旋地转之后 中分大叔把陆以北和杜思仙 带到了之前祭坛求复的地方 随后拿出了一块瓷片 这瓷片赫然是之前陆以北拿的那一块 拿出瓷片后的大叔 便让陆以北和杜思仙围过来一起抓着瓷片 然后中分大叔便念起了之前的咒语 我深何处 幽暗的比方 深渊的幻境 呼唤来自世界彼岸的躯体渴望者 契约守护者 念后之后 便有无数的黑点侵入陆以北和杜思仙 杜思仙的额头 瞬间就出现了一个奴仆的印记 而陆以北这边还在挣扎着想办法 我可不想成为游腻大叔的眷属呀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世界的男孩不仅可以变成女孩 而且还是属于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魔女 而刚刚变成魔女的陆以北 很明显并不能驾驭好自己的能力 所以此刻才会被一个油腻的中分大叔欺凌 中分大叔不仅欺凌陆以北 还准备收服陆以北为眷属 我可不想成为你这个杀人的眷属 但不管陆以北怎么挣扎 身体上的黑点也越来越多了 脑中也开始被控制了 也要跟着念出咒语了 可就在陆以北念咒语的头几个字后 脑中便被另外一个鼓声音提醒了 不能念 不能接受这种力量 喊出那句话完陆以北 虽然陆以北此时此刻很疑惑 怎么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但是不管怎样 总好比成为这个油腻大叔的眷属后 随即便念起了 有中山准 有女子一轻衣 所见之处大喊 你在瞎年什么呀 给我住嘴 势地千里 猛然间一股更加强大的能量爆发出来 油腻大叔的能量瞬间被压制了 杜斯仙本来的紫色印记也消散了 变成了一个有火红色的印记 而且中分大叔的额头 也开始出现一个火红色的印记 充满恐惧感的中分大叔 在最后关头猛地放开瓷片 后退到一旁 要不是中分大叔在最后关头放开了手 估计此时此刻也会印上眷属印记了 这一刻的中分大叔是愤怒的 本来以为可以收到一个 稀有物种魔女当眷属的 却没想到自己差点成为别人的眷属 你究竟是什么 这暴力的力量 和刚刚的怪谈完全不是一个抖击 而陆以北的头发 也在此时变成了火红色 抬起头 像看死人一样盯着中分大叔 中分大叔此时此刻愤怒和恐惧的情绪交织一起 最后被愤怒占据了头脑 竟然不好 还指挥着剩下的箱子怪谈去攻击日以北 陆以北看都没看一眼 逼着箱子怪谈 随手一挥 硬跑 便吞噬了所有 而此时此刻的中分大叔的表情 像极了你手机的第三个表情包 陆以北看了倒在一旁的杜斯仙 便命令一虎怪谈 先带杜斯仙去安全的地方先 而中分大叔显然还没意识到 他和魔女的差距 竟然还敢向陆以北攻击 抓住你的魔女种 这一次你别想我们放过你 我需要你放过吗 陆以北一挥手便破了这两只臭手 此时的中分大叔除了惊讶还有恐惧 接下来你给我消失了 而此时此刻的陆以北 还没真正的攻击中分大叔 只是站在那 便有无数的烈火 往中分大叔那压制 哪怕中分大叔开启防护罩 一旁地投入 这力量已经是天灾级别了 怎么可能 这个魔女种的体内 竟然藏有这么强大的灵灯 这使陆以北缓缓的抬起了手 就给我消失吧 一极更加暴烈的火焰 瞬间吞噬了中分大叔 这辈子童妹这么爽过了 线尾随一个紫色头发的妹子来到学校 后被打晕过去 醒来后发现一堆箱子怪谈 想要缠她的身子 现在更是有一个中年大叔把她绑了 想要陆以北成为她的眷属 这我可不能答应啊 我虽然变成了女孩 但是我变成的可是魔女 变成魔女的陆以北战斗力 可是提升了好几倍 刚才把陆以北当若基 戏弄的中年大叔 现在被陆以北一招就秒在了地上 随后陆以北凝聚所有的能量 狠狠地往中年大叔打去 随着一声爆炸 中年大叔瞬间人间蒸发了 房子的窗户都被震碎了 可中年大叔真的死了吗 脱离了危险的陆以北 头发的颜色也渐渐地变回了红色 这时候的陆以北才清醒过来 我刚才又失控了吗 怎么整个地方都是火焰 还有我的外套呢 外套怪谈这时飞出了门外 把陆以北带到了隔壁的房间 房间里面赫然躺着杜思仙 陆以北仔细看了杜思仙的身体后 发现没啥事 但是额头上却奇怪的 长了一个火焰的徽章 这是怎么回事啊 陆以北刚想用手碰一下 杜思仙的额头 竟发现自己的手上 也长了一个火焰的徽章 突然陆以北的脑中 又响起了之前的声音 没错 这就是眷属的证明 什么 你说杜思仙成为我的眷属吗 这可怎么告诉他呀 不管了 先离开这所诡异的学校先 随后陆以北便打电话给了司机大叔 而司机大叔此刻正在直播 最近遇到怪事 向着直播间诉说着 自己遇到了魔女怪台 但是观众没一个信他的话 还吐槽他太训了 要是遇到这种好看白发魔女 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 不像你这么怂 司机大叔很生气的对回去 说自己所说的都是真的 都是自己亲身经历 可就这时候 一个陌生的电话来了 也就是陆以北的电话打来了 司机大叔的表情 由愤怒变成了恐惧 看着陌生的电话 司机有一个不祥的感觉 但是最后还是接听了电话 喂 司机大叔 我是你今晚送到学校的那位 现在忙完了 需要你现在过来送我回去 司机大叔此时此刻已经被吓了 会在地上求奶奶哭爷爷了 咋着煞心说来就来了呢 到底要不要去接他呀 我今晚去了之后 还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吗 司机大叔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最后还是选择去接陆以北 去接不一定有事 不去接肯定要出事 好的我马上来 而直播间被这一通电话给搞火了 听命的在刷礼物 想让司机大叔拍下魔女的照片 而另一边的陆以北此刻正在烦恼中 因为醒来后的杜思仙 拼命地往陆以北身上蹭 说着想要追随他 男孩意外变成女孩后 竟然十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 只因男孩变成的女孩是魔女 而魔女只需要进食怪谈的核心即可 或者觅食人类的恐惧情绪 也是可以填饱度 陆以北本想拿着这次的战利品 五颗怪谈核心 好好地品尝一下怪谈核心的能力 可以回到家却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经很饱 为啥每次回家坐张山的车回来后 就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奇怪 虽然肚子是饱的 但是不代表不能品尝一下怪谈核心的味道是 毕竟这一次可是收获了五颗怪谈核心 不过看着玩意长这样能吃吗 旁边的几只小怪谈也是第一次见到怪谈核心 毕竟以他们几个的实力在外面 只有被吃掉的 而其中的假牙大哥虽然没吃过 但是看过别人吃过 而怪谈的奇葩吃法让陆以北惊呆了 直接往嘴里塞 好歹人家也是一名书女 怎么能做出如此行为 主要不是怕吃完见不到明天的开眼 是这样吃有失书女形象 我还是先试着切开处理一下吧 这几个怪谈核心的手感能硬 我还是用祖传菜刀试试看 陆以北一刀下去直接光芒万丈 而怪谈核心被这把刀切下去犹如带切豆腐 这刀太锋利了 经过了漫长的两小时光 魔女版蒜香爆炒怪谈核心闪让更长 一上桌在场的几位小怪谈都调坏了 就连陆以北自己都差点流口水 这就是怪谈核心对怪谈的吸引 不过这东西虽然诱人 但是感觉吃完要去见得太难 为了以防万一先让这几个小怪谈试试 真的吗魔女大人 我们可以尝一块怪谈核心吗 怎么突然感觉这几只小怪谈有点带着精涩的影子 只有另外一只眼球怪谈惊讶的好 你们不怕它吓疼吗 而假牙和雪花哪里会痛 这辈子能吃上怪谈核心就算死了也值得 这味道真的太软 软嫩酥香 谢谢魔女大人的赏子 很美味请放心食用 我这么久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怪谈核心 怪谈人生值得 既然没事 陆以北便加了一块网嘴里送 第一口下去 这怪谈核心既香又甜 还柔软富有年稠 爆炸好吃啊 救命啊 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陆以北搂起袖子猛的大块子一起 一下子就把怪谈核心都吃个精光 这怪谈核心吃尽 就感觉核心内的灵能仿佛在我身体中激烈的冲击着我平击的东西 真的太饱了 忽然吃到一半的陆以北瞬间又倒截 人傻在原地 魔女大人 而另一边张山疲惫的回到家 张山有种劫后余生的 这魔女怎么每次都找我 张山走进电脑堂 还发现直播间竟然没关 而且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粉丝同各位数竟然找到了两万人 而且礼物还有五万 天啊 难道我火了 男孩变成女孩后饿了整整十年 醒来后竟然抓着一盘玩具球就肯定是 而且越吃越兴奋 整个人还情不自禁地跳起舞 原来这些玩具球并不是普通的食物 而是怪谈的核心 专门给怪谈吃的 而陆以北也是第一次品尝怪谈核心 第一次品尝到怪谈核心的陆以北 只觉得这怪谈核心真的是人间美 只是吃到一半时 忽然有无数的碎片引入陆以北的毛海中 陆以北也在此刻瞬间荡击了 人傻傻地轮在原地了 这可把陆以北的忠实粉丝小怪谈吓坏了 幸好陆以北只是荡击了一步 可重新恢复过来的陆以北 更是把几只小怪谈吓上了 因为醒来后的陆以北 一会变成粮月 臭骂着赵明这坏家伙想干什么 赵明你太坏了 一会跳起来翩翩起舞 这魔女莫不是疯了吧 而作为资历最丰富的假牙怪谈 这时才发现 魔女这种情况很像我以前见过的大哥疯掉一样 当时大哥是因为一次性吃太多的怪谈核心 而导致整个人疯掉 因为吃太多的怪谈核心脑 会把这个怪谈核心生前的记忆 一起涌入到脑中 会和本人的记忆形成强烈的冲击 雪花怪谈这时却一会 那我们刚才也吃了 但是没事 我们估计是吃的少的原因 魔女大人一次吃这么多 脑袋估计一瞬间被砸乱的记忆填码 这时陆以北突然一声救命 想撤整个房间 这可把假牙怪谈吓坏了 这魔女大人不会是一下子精神崩溃了 而此时此刻的陆以北 捂着疼痛的脑袋 忽喊着我究竟是谁 是梁月还是云梦 还是照明 我到底是 突然脑海中想起了 你是陆以北 对我是陆以北 清醒过来的陆以北 看着小怪谈的问题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怎么感觉好像做了个梦 假牙便和陆以北解释 刚才你发疯了 吃了太多的怪谈核心导致 原来是这样 怪谈核心还蕴含着生前的记忆 不过 我也在此次发疯中 发现了重要的线 扰不掉 而离陆以北几公里外的街道 同样也有人因为吃多了怪谈核心 而导致一大堆记忆 在他的脑中咽咽作弃 严格来讲 他不是人 他是兔女狼怪谈 而作为兔子怪谈 当然生性警惕 只是别人在后面打个了招 笑了兔先生 兔子怪谈猛地 抄起手中的锤子 就向后出去 可来临的人一手 就挡住了兔子的东西 为什么一上来就动手 而兔子也很实声地回答 认识我的家伙 可都没起个好脖子 当然是看见一个杀影 当然你肯定也是 站在你的角度 确实不是什么好关系 但是这次我是来帮你 我是日式会 你是日式会 那就更没得谈 上次就是那个王八蛋背叛 导致到手的魔女种被踩 不是你听我解释 对于禅作出的事情 完全超出了我们逐日会的预论 我们会长的本意不是这样 那你倒是说说看 不给我解释清楚 我和你没完 好的你放心 肯定会让你满意 我们会长此次让我和你交合 啥玩意 交合运动 嘿对 这人出门被撞了 此刻兔女郎心中 有一万只草莓满物 不对不对 我看下记录 会长要我和你合作 至于报仇 我们会给你消除 吞噬怪谈核心的后遗 学渣男孩意外变成女孩后 竟然十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 一觉醒来 就抓着一颗眼球 要狂砍起来 最后还把一盘玩具球 制作的食物给炫完了 原来男孩变成的女孩 是怪谈里顶尖存在的魔女 而魔女只有 觅食足够的怪谈核心 才可以变回男孩 而这些玩具球 就是怪谈核心 吃饱后的路易北 也终于变回了男孩 隔天路易北一大早 就去学校上课 这也是路易北上大学 两年半以来 第一次这么积极 在课堂上用手机查找怪谈 积极到忘记 这堂课是马教授的 马教授可是花城理工大学 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名教授 任何学生敢敢在课堂上玩手机 一旦被发现 那文学课就别想过 挂过课的都知道有多痛苦 而路易北也很不幸的 被发现在玩手机 随即便被马教授叫起来回答问题 马教授推了推眼镜 眼神犀利的问路易北 刚刚讲到曹丕的文论 你来简单的说说 他神异度人的批评标准吧 你尽管回答就是了 答错了也没事 大不了扣一点平时成绩就是 可旁边的同学 却在给路易北实验词 所以这颗核心也保留着 文学硕士良悦的记忆 这就好办了 马教授眼看路易北 迟迟不回答 便威胁到 如果要是连回答都不回答 那你就准备挂科吧 他强调批评要反对 各已所长相亲所短的现象 其次他还提出 盖君子审议已度议 课堂上回荡着 路易北响亮的声音 而学生也在一瞬间 齐刷刷地往回看路易北 马教授更是瞪起了眼睛 惊呆在那儿 这虽然不完整 但都打动 这学生是老早就遇袭了 而说到历史 波罗基想问问大家 我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考虑了 兵勇奋战前奉后继 天将大人 舍我其推 我们宁可遇袭而死 也绝不会做 要想众独不灭 唯有他人家报应 很快下课的铃声就响了 在课堂上高调发言后的路易北 只想快点离开教室离开教授 可偏偏马教授就在路易北 后面捕迹活了的长大 这可把路易北吓坏了 以为是刚才在课堂上 高调发言惹怒他 不过这只是路易北担忧过度 马教授叫停路易北 只是想夸下他学习 平时应该经常做玉玺 所以想要邀请路易北 加入他的研究项目 路易北可不想浪费时间 在这些事情上 便和马教授诉说 自己除了上课还要去兼职打工 根本没时间 而马教授听完后笑了起来 钱这个你不用担心 你跟我搞研究 是有收入的 而且我看你是个好男子 收你做学徒是为了培养你 如果你不来的话 那我后面就多给你几个作业 不写完就直接扣你学分了 这不是威逼利用吗 幸好此时来了一个学生 找马教授 拿了一个公文包给马教授 本来路易北想趁此机会 偷偷跑掉 可看到公文包的瞬间 路易北眼睛突然剧烈的疼了起来 这个公文包对劲 男孩一饿肚子就会变成妙龄少女 因此男孩总是喜欢在晚上饿肚子 然后变成少女的模样 来进行自己的魔鬼计划 原来路易北饿肚子后变成的少女 是没有魔女那般毁天灭地的能量 只有在遇到生死之际的时候 魔女才会出来 所以变成少女的路易北 才会有自己的提升战斗力计划 不然变成女孩子可是很危险 但是这个叫初级春风咒 专门用来对付怪弹 这画下的小雪球连连后果 这是在梁月的记忆里发现的配合 他之前也尝试做过 但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没有做成 而他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没有灵能 而路易北可不一样 全身上下啥都没有 就剩下灵能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路易北还是想拿之前的怪弹核心来实现 灵能的话肯定是核心比较多 只见路易北一手拿着画好的符咒 一手拿着怪弹核心 两个轻轻靠在一起 突然一片绚丽的清光照亮了整个房间 而这绿光还在继续发酵中 这时候的路易北终于感觉到最近 果不其然 一根道长的起步 无数玻璃碎片划出窗外 惹得楼下楼上邻居都在骂扰 而房间内更是惨不忍彼 满屋子烟雾花洒吞的水 地上还躺着几只小怪弹 而本人的路易北已经被炸毁了 虽然把房间炸乱了 但是效果很慢 很快天就亮了 路易北马上就换成南海 准备去学校上课 路易北立刻冲了进去 一进门就看到马教授的练习生陆续 正蹲在角落里 不喊着说明明只要练两个 半这房间就是我 为什么还要多练一年 你干嘛 你不要接近我 这可把马教授吓坏了 什么家呀 这里不是我办公室吗 这时路易北还问马教授 这人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 马教授便解释道 昨天那个公文包的东西留在办公室 隔天早上我不来之后 他就变成这样 果然是公文包里有猫呢 而且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和之前碰到怪谈是一样 眼睛都有烧着感 样子也极像是恶灵主 所引发的现象 那么或许可以用下 昨晚创造的东西试试 女孩第一次吃饭 却是把一颗活着的眼球吞下去 因为在她眼里眼球比米饭美味 原来女孩之前是一名 在校男大学生 因为一些意外 竟然变成了宅男喜爱的罗里妹 而路易北想要同心变成男孩 只能觅食怪谈的核心 而这些玩具球就是怪谈核心 为了获得怪谈核心 路易北只能答应马教授的邀请 因为在昨天路易北 就发现马教授的公文包 有怪谈的意义 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跑去见马教授 可一进门就撞见 马教授的助理正蹲在角落里 眼神充满了恐惧 双臂卷缩成防御的姿势 还一边大口地喊马教授 离开他的家 再不离开他家 他就要咬舌自尽 马教授焦急得不知道怎么办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晚只是让他研究一下 那个公文包而已 早上一来到实验室就这样 路易北一看到马教授的助理 眼睛就开始有烧灼感 这个人很明显是怪谈所引发的现象 或许可以用昨晚做好的初景春风咒试试 马教授我有一记可使此人恢复 那你快快试着 只见路易北双手插动 不知道什么是对手 拿出了昨晚制作的初景春风咒 按照梁月记忆中的内容看 这初景春风咒只对怪谈有伤害 那么用来对付这个怪谈再适合不过 接着路易北便把符咒扔到陆续那里去 陆续看着五根符咒齐刷刷的设计 不由得更加恐惧 符咒在接触到陆续的瞬间 直接爆炸开 满屋子都散发着绿光 烟雾散开后 只见一个人影缓缓地躺在地上 随后整个人开始冒一些黑色的烟雾 烟雾最后凝聚成一个女鬼 正气立地喊叫着 你这混蛋 女鬼话还没说完就消散 马教授赶紧跑去扶起陆续 醒来后的陆续只感觉全身酸痛 特别是头疼的不醒 马教授赶忙叫陆一北 一起把陆续送去医院 等陆一北他们走后 有一个墨绿色头发的女人来到了这里 捡起了一片烧焦的木头 看了看说道 这不是我发明的初起春风咒 看来这所学校里 有个有趣的家伙在 而另一边 陆一北和马教授 及时地把陆续送往医院 病情也很快稳定下来 医生怀疑陆续得的是一种非夜病 这种病是由于非夜的时间 变得比之前更漫长所导致的一些疑难感 这种症状 凭现在的医疗水平 得了这种病相当于被判了死心 经过医生这么一提醒 陆一北才记起之前 在四页书上看到这个病的记载 一般所谓的非夜病都是怪谈导致 而马教授刚才目睹了陆一北的身体 估计也知道陆续不是得了所谓的非夜病 只是被怪谈缠上 看到陆续应该没什么答案 马教授和陆一北便先行离开了医院 在路上的时候 马教授一直在感慨的世界 竟然还存在这种新闻的世界 而在陆一北他们等候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医院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人 还为了变成男孩 尽丧心病狂的狂吃眼球 变成男孩后 还到医院检查了一遍身体 然后和医生讲述了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离弃故事 什么见到一个女孩掉头就好 坐公交车看见一大堆妖魔鬼怪 显然对于陆一北的离弃故事 医生是根本就不会相信的 还想把陆一北抓进精神币 幸好陆一北及时开溜 才逃过这一劫 而在过了一个月之后 同一个医院同一个医生 又迎来了第二个患者 这一次是真真实实的女孩 女孩自从被陆一北救了之后 她的眼睛就时常能看到一些怪异的东西 早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女孩 骑着一只大象级别的科技 不仅如此 还有家里的抹布竟然会说话 靴子会跑路了 那可是花了好几个花细子必买的靴子 竟然跑了 她一度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神经病 一大早就来到医院咨询医生 女孩一坐下就先和医生阐述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害怕 作为酒精沙场的老医生 这个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讲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小孩 坐着一只巨大无比的科技 还看到自己衣服的说话 听到此话 医生喝得茶水全呛出来 这故事好像在哪间过来 眼看女孩还想继续说着故事 医生立刻打断她的话 先听一下同学 听了你这些话 我想问问你 你看看我身后 是不是有一个类似于人的怪物 经过医生这么提醒 杜思仙缓缓地抬起头 看向医生的后面 一个巨大无比的长发怪 正半蹲在医生的后面 还时不时发出声音来 这可把杜思仙吓坏了 连椅子都被拉退到墙边 看着杜思仙这么浮夸的表演 医生只能无奈地配合 转过头去看 后面哪有什么东西 明明啥都没有 耍我了 而长发怪两只手 此时正握着医生的唾头指挥 为啥没有头发 看到此情景下的杜思仙挖挖叫 医生此时已经没有耐心 和杜思仙在这里浪费时间 以这个人和牡丹街的路以为了 编的故事也大差不差 说什么会飞得科技傻的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一伙 而杜思仙却非常惊讶 因为从医生的话中 可以知道是有个男的和他一样 那么这个人是否和高人有关系 想到此处杜思仙立刻夺门而出 刘医生一个人还在骂骂咧咧 很快杜思仙就跑到了一个 叫陆基川泰的房子前 站在门口正在犹豫着 要不要进去时 路口来了一个思业会的人安清 安清正在怒骂着 龙城这边人手头 总部那边也不知道 多招几个人来帮忙 而刚好走到路口的时候 看见了杜思仙 而杜思仙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灵力 安清看完之后惊喜万福 这不是老天在帮忙吗 一定要把这女孩忽悠进思业会 随后安清立马冲到杜思仙身边 道 少女我看你补个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器材 维护花城和平就靠你 我思业会高手云集 可以带你快速成长 要不要来思业会了 杜思仙先是猛逼了一下 然后想到了可以成为花城的守护人 或许可以见到陆以北 激动的快下跪磕头答应 这孩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男孩意外变成女孩后 竟然十年不吃饭 而为了避免一些猥琐男欺负 更是狠心吃下这些歪瓜裂草的眼球 原来这些眼球是怪谈的核心 只要吃上这些怪谈的核心 陆以北就能暂时恢复男尔神 而陆以北一旦恢复男尔神 便会拼命地制作出景春风咒 因为陆以北知道他一旦在变回女孩子 要是再遇到猥琐男的话 他将沦落为敌人的口中之时 为了防止猥琐男欺负自己 只能制作一些攻击符咒来保护自己 在陆以北拼命制作符咒的时候 却没发现窗户外正有一只怪鸟 正盯着陆以北 嘴里还一直喃喃道 有趣的人类 灵力这么稀薄 但却能制作出景春风咒 看来得找他合作合作 本来怪鸟想好好地和陆以北谈合作 没成想陆以北在做完一堆出景春风咒后 竟然开始吐槽这些出景春风咒的背景太大了 上网都找不到这个符咒的资料 简直像是过气的大龄偶像 这话把怪鸟气得不管身份是否会暴露 直接就冲过去给陆以北一拳 被突然袭击的陆以北 倒在地上也有点猛低 这哪里来的怪鸟啊 陆以北抬头看去是 这怪鸟身后竟然出现了一颗参天大树 而怪鸟揍了陆以北一拳后 显然还不过瘾 扬言必须揍你一场这事情才能过去 一拳又狠狠地冲陆以北过去 幸好这次陆以北躲过 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失误 这怪鸟又重来了 陆以北赶紧拿起初颈春风咒就逃过去 可威力巨大的初颈春风咒不几年一年 还被怪鸟徒嘴接下 嘴里还在喃喃道 这符咒做的真辣鸡 字刻的这么大没有字紧风 朱砂浓度不够 桃木年线未够 真的是失败中的失败 眼看符咒没用 陆以北拿起祖传的宝刀准备对怪鸟攻击 可看到怪鸟身后的大树后 眼睛竟然开始拙劣地疼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树 看来这棵大树才是问题的 既然如此 陆以北便手握宝刀狠狠地冲过去 而怪鸟也一样对着陆以北俯冲过去 随后光芒一闪 一人一鸟都受伤了 怪鸟非常惊讶这究竟是什么刀 竟然能伤到王 而陆以北虽然伤到了肩膀 但是目的地已经到了 陆以北快速地冲到大树下 挟持着大树问怪鸟 这棵树是不是很重要啊 赶快驻手 你怎么可能看到大树 看着陆以北的宝刀 离大树只差一零 怪鸟此时非常的惊慌 看来挺重要的 也不是很重要 年轻人有事好好商量 怪鸟这时候才解释起 为啥要攻击陆以北 因为看到陆以北 会制作出景村风作 便想要和陆以北 好好合作签订器 没成想陆以北 竟然土豪这符咒背景太陈 所以就想做他一顿鞋 对于怪鸟的解释 陆以北根本就不听 拿起宝刀 就往大树的中心刺激去 一瞬间光芒照耀整个房间 甚至冲破天际 生八十年的男孩 向神明许愿 要一个十八岁的女朋友 没想到当天晚上 就来了一个超性感的郁姐 不过郁姐可不是 来和陆以北谈恋爱的 而是想要她的命 因为再过一回 陆以北将会把她五花大绑起 所以郁姐准备先下手围墙 而且在刚才女孩降临的时候 陆以北还拿刀戳了她 准确地说是 陆以北拿着祖传的宝刀 狠狠地戳进一棵桃树 而这棵桃树 就是这个女孩勾蒙 勾蒙微胖地 身体压着昏迷的陆以北 右手拿着菜刀 哼着歌就对着陆以北脖子 一刀狠狠戳下去 不过最后是插在了地板上 要是这么死也太便宜了 而且我还想找你合作 不过玩玩你应该是可以了 桃花酒换树 过了片刻陆以北 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溺入眼帘的就是 勾蒙正在把玩着自家的宝刀 这家伙是谁啊 我怎么被绑住呀 我记得我刚才是在和喜鹊战斗 然后拿刀戳了一棵桃树 这人不会就是喜鹊大神吧 您好呀 无奈司长生长与繁衍的神明巨猛 勾蒙这个怪谈陆以北 可是在怪谈笔记看过 和魔女一样是神话主的怪谈 所以我刚才侮辱了一位神明 并且和他发生了战斗 最后还伤到了他的本体 而这时勾蒙带着怒伯讽 到没事没事 不过是个超冷门过气的 大灵神明而已 不用放在心里 勾蒙越是让陆以北放心 陆以北心底愿慌 赶紧疯狂地夸赞据蒙神明永远低神 不过对于这些唐一炮弹 勾蒙显然不上钩 只想要陆以北拿出五个怪谈核心 才能平息怒服 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陆以北当场就疯狂点灯答应 勾蒙也马上就放了陆以北 不过勾蒙此时却表示出一副特别虚弱的眼睛 告诉陆以北他刚才消除了房间的战斗 耗费了大量的反应 所以现在需要能量的不同 不然等下遇到私业会 估计今晚就要隐喷当场 今晚先让陆以北保护好了 可陆以北在听到勾蒙能量消失殆尽的那一刻 就开始动了歪心思 缓缓地拿起钢材绑住自己的身子 反手就给勾蒙来了一个日式框架 然而这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陆以北的幻想 这是据蒙下的幻术 目的就是想玩一玩陆以北 只见陆以北把一个宅男神器抱准五花大把 还拿着一把牙刷准备对这个抱准行故 而真正的勾蒙已经在骂街了 这小子太无耻了 真是畜生啊 他骂的畜生啊 畜生啊 就在勾蒙以为陆以北准备干坏事的时候 陆以北竟然双膝跪在抱准前弃群 巨蒙大人请您原谅小的一世诡异心情 请问您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小的这就给你松茫 看到如此繁寨 勾蒙缓缓缓地走到陆以北跟前了 别演了小子 你有双很好的演组 这么短的时间就破解我的咒术 很不错 接下去就来谈谈我们真正的合作条件 单身八十年的男孩想神明许愿 想要一个十八岁的老婆 没想到真的应验了 傍晚就来了一个狱锦犯的女孩 女孩名叫勾蒙 今晚是想过来找陆以北合作的 不过刚开始陆以北并不知道勾蒙是来合作的 所以一进门两人就打理家 状况极为惨烈 房子都快砸美了 一会是陆以北把勾蒙五花大绑起来 又一会是勾蒙把陆以北五花大绑起来 总之你来我往 玩得不亦乐乎 最后是陆以北实在是打了过人家 只能乖乖地配合勾蒙合作 而勾蒙过来 这个目的就是想和陆以北签订契约 随后勾蒙便紧紧地抓着陆以北的手 此时此刻空气中弥漫暧昧的气息 我勾蒙 我陆以北 今日与陆以北在此结为夫妇 今日与勾蒙 卧槽 勾蒙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搞错了 之前经常在老家主持婚礼 说顺遵了 咱再来一次 第二次的契约咒语勾蒙就没过 随着两人的咒语念后 两人的双手竟然开始冒起光芒 而陆以北则浑身发热 最后变成了女孩子 而光芒随着时间慢慢地消散 然后两人的手背 便都出现了一个契约的印记 勾蒙解释到这个印记 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看到 旁人皆看不到 而两人从开始倒到现在的动静 早已经惊动了在附近的私业会 一队人马正在门外等候 而为了安全起见 私业会队长命令手下 洋装成社区送温暖的去敲门 听到是社区送温暖的 而且还是大半夜 勾蒙指着陆以北道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是这样的人 这大半夜送温暖 一看就不正经 而陆以北却是很疑惑 我们小区没有这福利啊 两人一瞬间一口同声 难道是私业会的人 而一想到是私业会的人 可把勾蒙高兴坏了 找上门的架 我可会奉陪到底啊 而陆以北一想到是私业会的人 就愈门了 自己是私业会的人 然后被发现和怪谈一起合作 这不会被当内奸处置吧 到时候还发现我是蔑氏魔女的身份 我有八条命都不够活了 想到这些 陆以北赶紧拦住勾蒙发动的攻击 巨蒙大人咱可是神明呀 怎么能以权待人呢 咱要以德服人呀 而勾蒙竟然听话地收起攻击能量的 要以德服人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要你付出一些小小的牺牲 可以可以 只要不闹出人命就行 这可是你说的 怎么样都行 正八十年的少年第一次尝试和汤姆 没想到这一幕都被一旁的玉姐尽收掩底 两人也因此大战了 是真的打架 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 最后因为两人的动静实在是太大 惊扰了在附近的思业会 而思业会也检测到 这里有天灾集叠的怪谈出现 便立刻赶了过来 当玉姐勾蒙一挺是思业会的人 就更加兴奋了 送上门的架不打不行了 但少年陆以北是思业会的人 所以并不将打架 便赶紧劝勾蒙 咱们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比较好 要是我们两个都到了 怕是今晚就要被抓去切片研究了 勾蒙听完之后斜笑了起来 这样的话我有一记可画此危机 而此刻陆以北家门口 正有一群思业会的人 准备撞门进去抓人 李轩开门一直不打开 正准备叫手下去撞开门时 便听到门内传出一句女生的轻叫声 随后又听到一句 陆以北你不是人你这个渣男 门外众人的表情此刻 像集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一连努力 听说在评论区打上表情包会早日暴露 就在众人以为走错房间时 门却黄黄地打开 引入眼帘的是一个少女 穿着一件男生的衣服 开门的正式勾蒙 勾蒙疑惑地问你们是谁 然后便焦急地往房间喊 亲爱的你快过来 听到喊叫声陆以北火急火燎的感觉 先是抓着勾蒙的头臭骂了几句话 便抬起头装成一脸震惊的样子 你们是私业会的人吧 我听说过你好像是叫李轩 李轩回应了几句话 便解释起这里有人举报 你们家闹出了很大动静 所以我们才过来查看 陆以北你能告诉我们 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陆以北干大地摸着剧蒙口道 刚才我和女朋友闹了一些小动作 摔了一些东西 所以动静比较大 以后会注意的 李轩队长听完陆以北的解释后 并没有打算放过陆以北 还是执意要进去查看房间 并且问了陆以北和这位勾蒙 是什么时候的决定 陆以北心虚地回了句 他就过来晚几天 而就是这句话 让李轩队长更加地怀疑陆以北 因为李轩一进门查看房间后 便发现了几处可疑地 这房间内明明没有任何女孩用的东西 地板上也没有一根女生的头 而且这女孩身上的衣服也是陆以北 这人好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而勾蒙被李轩盯到快要发飙了 眼神突然变得犀利起来 你们几位到底想要干嘛 不要紧张 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而一旁的手下此时也检查完毕 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没有异常吗 那就说对 不过陆以北你要签一下这个 李轩借着陆以北签名的时间 突然拍了拍陆以北的肩膀 遇到事情先冷静下来 别动不动就打女孩 还有别轻易舍弃做人类的身份 说完之后李轩便带着手下走 而陆以北和勾蒙在房间却非常疑惑 这次夜会的手段未免太温和了 还得了一种怪病 只要一激动就会变成18岁少女 变成少女的陆以北便拥有毁天灭地的女孩 这能力也促使着陆以北想要降妖出魔 而就在刚才陆以北接到了教授的求救电话 说家里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 一个妙龄少女正在和一群灯笼打架 这种不寻常的事情 陆以北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怪谈 一想到怪谈陆以北便抛下巨王 马不停蹄地赶往教授的家里 而教授家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怪异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因为教授手里的那把符筒里的卷卷 教授本来是在研究着卷轴上面的房子 可研究到一半的时候 房间内的灯光突然熄灭 昏暗的房间突然传来了叽叽喳喳的老鼠 然后就跑来了一只会说话的老鼠 老鼠叽叽喳喳地向教授摇那把卷轴 教授知道这卷轴的重要性 当然不肯定 老鼠见教授不想给就要冲上去 而就在这时 老鼠突然被一只手抓住 鲜血从老鼠的身体往下 而另一边的教授也被人掐着脖子 这人像极了骨带的僵尸 教授拼命地挣扎 却始终挣脱不开僵尸的魔爪 而就在教授被掐到快撒手的怀石 房间的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 冲进来的是一位少女 少女二话不说 就直接给僵尸一棍子 这一棍子直接就把僵尸轰飞了 教授因此有了喘息的机会 连忙问冲进来的少女你是谁 我是爱和正义的战士顾欠 我要代表系统消灭所有怪典 此时一旁的僵尸也从废墟中战起来 身边也多了一些怪异的语物 少女看着这些灯笼后 猛然发现自己的灵笼同刚进学校后 就一直在下降 看来是这些灵笼的原因 可这些灵笼怎么记住 这时黑不溜秋的系统告诉少女 想要解决这些灵笼 要先闭上眼睛 用灵笼去感知他们的存在 并且去消灭它 少女缓缓地闭上眼睛去感知身边的灵笼 忽然她感觉到她身边充满了无数的血泵色灵笼 就在这时 少女冲了上去 像凯西瓜一样 一刀接着一刀 把周围的灯笼都消灭 僵尸眼看自己的小怪都被消灭 便急冲冲地往少女的身后拖下去 少女虽然是闭着眼睛 但好像能感觉到僵尸 随后少女用棒球棒倒的僵尸一击 右手便使出了刚领悟的锁 全能关中鬼神 这一击直接把僵尸砸成了粉丽 搞定之后 少女想着终于可以回家吃烧烤 这时系统直接骂街了 你晓得是不是忘记任务 什么任务啊 你来这里是触摸一下那老婆抱着的卷轴 虽然这少女救了教授 但教授像防费一样 根本不肯少女碰你钱 并且警告这个卷轴太危险了 她已经通知路易北 等她过来再处理 少女也只能等路易北过来再瞅脸 还变成女孩后 竟然十年不吃早饭 每天都只想着吃眼球 原来这些歪瓜裂草的东西叫怪坛核心 男孩变成的女孩也不是普通女孩 而是怪坛里面顶尖的存在 作为怪坛当然是需要觅食这些怪坛核心 所以哪里有怪坛 路易北就跑到哪里猎杀 哪怕是要去课堂上 曾经刁难过路易北的教授家里 教授的家里正发生着一件 令人毛骨损人的事情 暴力女孩身受重伤跪在地 教授被古代僵尸掐着脖子 如果路易北不及时赶 恐怕这两人都危疑 男孩路易北在收到教授的求助电话号 便立刻准备出警吞风撞 完全不管一旁巨盟的问问 最后还是巨盟问问 让出门太危险 要不要给你个防身的武器 路易北秉持着有好处 胡战士王八蛋的行动 立即向勾盟拿防身武器 收拾完的路易北便马不停蹄地挡扰学习 而勾盟却站在窗户旁 看着月亮难 望月前夕的怪谈可没那么好 这小子不知道能不能活着 路易北刚跑到学校门口 便看见一大批的工弄怪谈在聚 这么多的怪谈聚集在一起 吓得路易北使劲的不好 哪怕是自己变成魔女的状态 也没办法进去 然而在囚企和囚人之间 路易北却选择了囚 而佛族兵士的心诚则灵 便派了掉头师姐来帮路易 不过这师姐的出场方式 着实把路易北吓了 好在师姐知道 去教授的实验室有陶俊 掉头师姐姐上头后 便带着陆以北一路奔走 教授那边 马教授那边虽然有着 顾倩倩的帮忙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战场上似乎只有僵尸怪台 但这只僵尸明显是被人操作 不然上次顾倩袭打倒 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又会 眼看战局一直僵尸 这幕后之人也失去了耐心 从窗户外跳着 这幕后之人竟然是河洛 河洛的肩上还背着陆续 马教授正是苦惧的问候 那僵尸怪物是你 你究竟把你爷爷和陆续子弄 马师叔别紧张 你不愿意做忌贫 我只好找陆师兄了 而至于爷爷 不过是变成了更高一级的生命型 就和我一样 战场加入河洛洪 顾倩倩便完全招架不住了两个人的攻击 被敌人封倒在地上 还十年不牺牲 手上不仅长满了怪异的疼难 甚至还有新鲜的血液流出 手上血液并不是男孩的 而是此时跪在地上的美艳少女的 少女因和千年老师战斗了太久 消耗了极大的魔能 才会被男孩一招给打趴在地上 男孩有着邪恶的计划 准备今晚把少女活活榨干在这里 然后再邀请学校的教授 去给他们村当祭司 而教授明显是不会答应 男孩和若的要求 哪怕男孩和若许诺诸多好处 教授也是无动于衷 但这是好像刘布的教授答不答应 和若斜笑着 这当祭司的事情 我可不是在征求教授的意义 而此时的路以北 正躲在门外偷看着教室所发生的遗迹 路以北观察了许久后 终于发现这个男孩和若的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他胸口上散发着亮光的圆圈 既然知道了弱点 路以北掏出勾蒙给的手枪 只要一击击中即可 路以北带着一定能命中的决心 绷得跳了出来 手枪也精致地瞄准和若的胸口发去 巨大的能量从手枪发出 狠狠的命中和若的嘴角 横得和若脸都变飞了 这么近都能打 要是勾蒙知道 肯定要把路以北五花打包起来 和若此刻嘲讽陆一北 如果你是来救他们俩的 那么你实在是太重了 接下来你会给他们俩的更烦 而陆一北指了指自己的脑 我和这个怪力女姑倩倩很不一样 我是用脑的 刚才你一直控制着千年老师 消耗姑倩倩的体力 我可不会那么傻上你的脑 如果你敢先杀了马教授和陆续师兄 那么我一定会在那之后干掉 不过我猜你们会杀了 因为你需要他们俩 这时的姑倩倩才晃人大悟 自己刚才一直被人当猴鼠 愤怒的布倩倩举起拳头 就往和若走去 这一拳狠狠地砸中 被砸中的和若差点就占过了 看到此刻虚弱的服务 乌兮兮更是挥出了更恐怖的一拳 拳头只离和若半秒的时候 却被千年老师提挡 而和若倩倩倩挡住布倩倩的机会 赶紧逃向窗户准备逃跑 而待在一旁的陆一北 好似知道他会逃到窗户 早就守住待兔的等候他的道理 一枪瞬间就击中和若的凶狠 这一次终于打死 被击中的和若瞬间倒立 但是和若手上的藤蔓却瞬间瓦解 然后缠绕在了一旁陆续身上 陆续瞬间从假死的状态活了活 活过来的陆续赶紧拿着灯笼和卷轴 就往后 好的时候还叫上了千年老师 而怪力女姑倩倩哪里会放大 立马冲上去追她 完全不管陆一北在后面提醒 前面有陷阱 还第一次变成女孩 便看到了震惊她一万年的画面 刚才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妙龄少女 竟然被一片小小的卷轴里吃尽的 而这卷轴里可是有无数的猥琐 她一个女孩能应付的吗 这怪力女难道没听到我喊前面有陷阱吗 而此时的怪力女顾倩倩被拖进卷轴后 就陷入了昏迷状态 更严重的是她现在是处于高空坠落状态 系统在她旁边走跤都叫不行 要不是系统最后使用杀手锦 估计顾倩倩就准备交代在这 而能唤醒顾倩倩的杀手锦 当然是钱啊 一谈到钱 顾倩倩那是连系统都不放过 对着系统就是一顿臭骂 要不是最后系统答应给她一份大餐的奖励 那顾倩倩估计能牢到一整天啊 不过这大餐的奖励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先搞清楚这个卷轴里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怎么会有活人 而且这些人的动作怎么这么奇怪 听完任务这么简单 怪力女瞬间就冲向村庄里的活人 并向着众人喊了 老乡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可听到声音的众人不仅没搭理 甚至还东跑西窜 这诡异的一幕让系统顿时一惊 这地方太古怪了 怪力女看到人都跑光了 只能进去村庄找那些正常人问话 走到一半就遇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正常的老爷爷 老爷爷也是开门见山的问道 你是从外面进来的吗 是的我是从外面进来的 想请教老爷爷几个问题 这地方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又如何离开这地方呢 面对怪力女的请教 老人并没有立刻回答怪力女的问题 而是让怪力女跟随她一起来到一间房间外 然后老人才向怪力女解释 他们这些村民是为了侍奉神明大人而生的 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一直在这生活了好多年了 而此时的房间外聚集了无数的村民 老人提议道 天色已晚 如果姑娘不嫌弃的话 今晚先在这住下吧 如果肚子饿的话 可以从缸中找些食物去吃 随即老人便打开了缸中盖影 缸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雾气 老人撸起袖子就往里面拿东西 掏出来的东西把怪力女吓得压麻呆住 这竟然是一个没有生机的婴儿 怪力女捏紧了拳头 尽量压制了自己的怒气问系 这些人究竟是不是人 我怎么感觉不到他们是怪胎 但他们的行为简直不能称为人 而系统的回复很简单 有的人是人 有的人不是人 至于杀或者不杀 他们就由你自己决定 他们当然是人类了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从怪力女背后团来 原来是之前逃跑的陆续 陆续不仅嘲讽怪力女的无知 更是夸赞了这个村庄的美妙之处 这些人类只不过是神明大人豢养的奴隶吧 整个村庄是神明大人让土地无法耕用 让树木失去生机 而这些人类为了活下去 为了填饱肚子 不得不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一条更高级的道路 而这话也彻底地惹怒了怪力女 只见怪力女加速地往陆续冲去 然后一拳狠狠地砸在陆续肚子上 现在麻烦请你带我去见那位神明大人 战梁的女孩只是打了男孩一次 男孩竟然要求女孩豁出性命帮她一次 原来男孩陆以北 为了拯救另外一个无辜女孩 不得不请求伟大的沟蒙大人帮忙 而沟蒙并没有先答应陆以北的请求 而是先看了陆以北带回来的东西 一共有四样东西 怪力女的武器 一把卷轴 老僵尸怪谈核心 还有一个中邪的老头 对于中邪的老头 沟蒙用了出井春风咒帮他去剧血 然后便拿起了那最诡异的卷轴 拉开卷轴后 陆以北便凑过来看 然而卷轴上的字是特别古老的位子 陆以北只能请教沟蒙 这里面都是讲些什么 沟蒙只能向这位学家科普一下 原来这卷轴里面讲的事情 是有关于秦始皇的 当年徐福向秦始皇 要了一百个铜男铜女后 便去到南海寻找长生之饼 后来根据当地人所说 南海这里有一条灵蛇 只要找到这条灵蛇 然后把这条灵蛇围困起 不被这条灵蛇吃喝 只需每百年献祭一灵蛇 便可延寿千百岁 面对这么离谱的事情 陆以北问有没有可能 这只是一条普通的蛇 然后被当地人乱编的故事 然而勾蒙却回答道 这竹蛇的主人 或许已经找到这条灵蛇 也将这蛇求尽起来 所以才会去学校抓灵能者 还有这能将一方天地 困于卷轴内的法式 已经你遇到的千年僵尸 和红灯笼都是藏经里的手 不过卷轴的主人 绝非是藏经的主人 藏经的主人是个手段通天之人 应该不屑于去抓一个 灵能稀薄的老主人 但是掉进卷轴里的姑娘 也凶多吉少 毕竟卷轴内的天地 是别人的主场 而且对方估计 还是一个上千年的方式 所以这个姑娘估计难逃意思 路易北见状再次祈求 勾蒙救一救怪力女 但却被勾蒙一口拒绝 理由是我勾蒙为啥 要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而一旁刚睡醒的马教授 却指定勾蒙一定会救 原因很简单 勾蒙制作的符咒 不仅不会炸上人类 还会帮人类疗伤 这说明勾蒙的符咒 只会对怪谈产生伤害 听了马教授的话后 路易北格局瞬间打开 再一次祈求 聚蒙大人救救怪力女 勾蒙却举措不定地回答路易北 怪力女这个姑娘很合我为 但是我也有我守护的 如果我进去那个卷轴里 发生什么故事 那我守护的人该怎么办 而且这卷轴的主人 掌握的风水数 可是是神之术 我不能轻易冒这个险 不过送你进去这个卷轴 还是可以 路易北挠了挠头问你 那我进去之后还能出来吗 进去之后就很难出来了 还意外变成女孩后 静一丝不挂地 待在废水里一天 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身体 不仅变好看 甚至还更强了 但代价是衣服变少了 而且刚才所经历的场景 路易北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原来路易北为了拯救出 被骗的女大学生 恳求勾蒙把她送进 那怪异的卷轴内 而要进卷轴内 是需要有正确的钥匙 然而路易北和勾蒙 根本就没有钥匙 所以只能另寻她法 而这另外的方法 竟然是从卷轴上方撕开一道口 然后再让路易北跳进去 跳进去的路易北 才发现自己正处于在万里高空中 死亡的气息瞬间盘旋在路易北的脑海中 就连跟路易北进来的两个小弟 都觉得怪弹生涯要到此为止 可就这时 牙齿怪弹却突然想起在电视上看 跳伞员的解说 说跳伞员在高空中坠落时 只要运用好五点着陆 基本可以安全着地 没有其他办法的路易北 只能选择五点着陆 而就是这非常靠谱的五点着陆 让路易北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原来牙齿怪弹只是看过五点着陆 并不太清楚五点着陆法的正确操作 所以导致路易北双脚着地的甚至 整条腿的骨头都裂掉 就连地面都被砸出一个巨大的眼神 路易北一阵口口分方后变晕厥 而在一旁的小弟好像挺好 路易北晕厥后嘴里还在暖暖的 这刚进来就送人头了 晕厥后的路易北在潜意识里看到了魔女 魔女的出现让路易北高度紧张 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脑海中还住在其他人 魔女此次现身主要是想唤醒路易北的一步为例 并且向路易北解释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的力量出现的一场 不过听完魔女的解释 路易北根本就不懂 只知道眼前的魔女是个名堂 在魔女没来之前 路易北还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预知梦 然后现在试一次都没过过 路易北最后还吐槽了魔女一本 对于路易北的吐槽 魔女很不耐烦的给了她一句 然后便伸出右手感染到 魔王之女莉莉姆降临霸 而在魔女念完魔王之女莉莉姆凤 卷轴内有无数的黑水向着路易北温去 然后聚集完的黑水便把路易北包勃起来 路易北也在此刻睁开了眼睛 路易北明显能感觉到自己刚才碎掉的 竟然完美地愈合起来 身体的魔能也变得更强 而一旁的两只小弟却发出了瘟 这魔女大人咋还有两种状态啊 可能是小男娘们最想要的超能力吧 她吞下魔女之卵后 不仅拥有了蔑视全能 还能随意切换成白毛妹子 魔女路易北拥有了性转与蔑视之力 却选择穿上了斗篷 主因是她主动进入了竹简中的世界 想要从邪教方式手中救出怪力女 此时的怪力女主动成为了祭品 她决定奉行系统的策略 先假装配合迷惑这群中邪的教徒 再悄悄将领头的方式老灯拿下 年轻人不讲武德的策略虽好 但只靠怪力女一人 怕是对方有所防备 好在还有路易北混在人群之中 二人的默契不能说浑然天成 只能说是卧龙奉厨 毫无配合可言 隐藏在教徒中的路易北 当场暴露出身形 但她看来再不出场 这位凤厨怪力女被人卖了 还帮忙数钱呢 众教徒以及领头方式的目光 当即被路易北吸引过去 何若大怒 就是她打乱了祭祀的准备工作 领头老灯表现出淡定的神情 询问怪力女 这位白发小姐是你的同伴吗 一根筋的怪力女当即回答不是 老灯也会一般点点头 既然不是 那路易北就任由他们宰割了 怪力女没说的是 路易北也是她的任务目标之一 她耿直的按照系统给的策略 先让老灯和路易北欲望相争 等二人历劫 她在坐收渔翁之力 可她没想到 路易北战力竟然这么拉垮 一个照面就吃饼了 这老灯 无愧是活了一千多年的怪物 对术法的运用早已真挚极尽 路易北再不敢拖大 一股脑的把这邪教骗局 解释给了怪力女厅 村民们的诡异行径 都是这个老灯造成的 只要搞定了她 这场闹剧就结束了 然而凤厨却说她聪明了很 系统早都给她解释过了 系统甚至还给她出主意 让她不讲武德 偷袭这个老灯呢 路易北差点被她气笑 偷袭就偷袭 你说出来戴啥吗 怪力女健壮也不再拖沓 飞起一脚骑士梯 势必要送这个一千多岁的老灯 去见秦始皇 可惜这老灯 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 凤厨的一举一动 都被她看在眼里 她早有防备 五兄与六兄竖法齐出 怪力女如同小羁斑 老灯实力的强悍 立马赶到战场的是 才刚吃别的正义伙伴 这老灯前脚才说 怪力女空有计谋 没有实力 转瞬间就被啪啪打脸 你以为就你个老灯 隐藏了实力吗 在这片特殊场地 系统解除了怪力女的全能限制 她终于可以自由使用 攻法与技能了 眼尘散去 安然无恙的老灯善笑一声 只懂蛮力不修术法 可伤不到她 然而火力全开的怪力女 可不吃嘲讽 在她的认知里 不能破防 说明是她使的力还不够大 况且 谁说她破不开老灯的护照呢 一力破万法 大力出奇迹 一招秦日月 今天只把老灯打得吐血 装逼为你飞起来 飞翔的老灯 疯狂运转起术法 离了二里地 才堪堪稳住身形 然而怪力女的体术 接踵而至 一脚便把老灯 被毁山丘踢得炸开 还好老灯躲得快 不然这会儿 她梦婆汤都喝完了 怪力女询问老爷爷 她这蛮力的手段 宁可还满意 老灯汗流加倍 五脏位移的剧痛 让她根本开不了口 全怕少壮 她一介老朽 该怎么和年轻人比蛮力 还是这么不讲武德的年轻人 有办法了 只听大地一阵风鸣 一座座山脉 层层军裂 从中耸立起一只庞然大雾 她便是这方天地的神明 从污秽大地中 汲取力量的山神 身为正道化身的顾倩借 对这蛇神无比厌恶 连带着老灯 也让她感觉作物 没不对劲 这老灯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年轻了 这便是老灯的全能 能借用山神的力量 同时也使身体素质 恢复到全胜姿态 全胜之下 物法双修的方式 仿佛有了底气 再次面对火力全开的怪力女 居然能更快她一步 在此之前 老灯展现的仅仅是术法手段 如今被怪力女 用体术打爆的她 不得不进入二阶段 接下来是全能的比拼了 全胜姿态 加上底级的术法 顾倩倩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是修为差距 这一千多年的功力 她挡不住 人类需要诸多的学习 与逆天的天赋 才能堪堪接触到一点点术法 而妖怪 神兵那些被称为怪谈的存在 天生就拥有比术法 更高一级的权能 这对人类来说 也太不公平了 不是吗 她蒙方式修炼一千多年 只为了证明一件事情 神能做到的事情 人也可以 人定胜天 十来岁就奇耻大辱的山区小姑娘 与修炼一千多年的法修老灯对决 这是场顶级天赋 与天道酬勤的较量 谁会取上 老灯一阶段 被顾倩倩染的汗流加倍 无奈之下 借用神明伟力恢复年轻 以全胜姿态碾压了顾倩倩 这下压力又回到了陆一北 和顾倩倩身上 陆一北向来是先装孙子后当爷 他姿态放得极低 跪坐在地上 拍起了蒙方式的马屁 当年的眷属能长生不老 多是一件美事 与其把他当作祭品陷阱 不如把那个连尊备都不懂的家伙当祭品 啊 你个狗 您看他 见到您 连下跪都不懂 真是不实裁决 啊 你怎么个狗样 老灯一看还真是 你小子 大家都跪着 就你喜欢站着是吧 这位外来的红眼姑娘 都比你懂事 然而陆一北 还是小看了和若的厚脸皮 对方直接拿脑袋框磕地 为了讨老灯的欢心 连脸都不要了 你怎么个 蒙方式看陆一北 已经被他掌握 转头询问起 顾倩倩的意想 毕竟这位历史小姐的肉体 是他这么多年以来 见过罪名天了 可咱顾倩倩 并不是小北那种狗命王 他郑重拒绝了老灯的拉拢 原因是 只要他击败了蒙方式 系统答应会奖励 给他豪华的晚餐 而且是三顿 他要让大家都能吃上美味的食物 他这种钢铁般的决心 不容任何事物践踏 武德充沛的怪力女 开诚不公道 他将会解放灵蚊的力量 接下来的他会有些粗暴 随即在蒙方式的目光中 顾倩倩浑身的灵蚊绽放出金芒 有趣的手段 通过肢体上撞刻图案 来窃取全能 但在他眼里 也不过是烈化的模仿罢 他还真想看看这小姑娘 有多大能耐 老灯随手挥出竖法凝聚的巨蚝 而刚刚还能重伤她的巨蚝 却被她轻松挤刀化 不错 这丫头所谓的灵蚊解放 是有点东西 可惜不多 方式再次聚集起另一种术法 这只洪水猛兽 比刚刚还要强盛十倍有余 一口就将顾倩倩吞噬 引得大地一阵轰鸣 然而定睛看去 这件凶猛的水蛇 竟然被怪力女单手擒住 花鹅式的斑山距离轰然爆发 水蛇瞬间化为漫天抛杂的雨水 方式一眼 就看出了怪力女的蹊跷 既不用术法 也不用全能 仅凭体内浩瀚的灵气 便将她的水蛇抵消 这灵气的储量 放在哪个时代 都是人间一流 只可惜 用蛮力对付她这个顶级法修 不知道这姑娘 能不能让她尽兴呢 方式老灯将每一丝灵力 都完美利用 力求用最小的消耗 拿到最有效的杀伤 她严丝合同的竖法连击 打得顾倩倩 毫无还手之力 而顾倩倩 也因为灵文的解放 逐渐迷失心智 出手也没了之前的章法 看来胜利的天平 其一切向老灯了 简单的速度与力量 如何与她千变万化的竖法相比 老灯玩不下去了 普通竖法 虽然能挫伤这个姑娘 却无法做到斩杀 既然顾倩倩不能为她所用 那她便用自己最强的竖法 来厚葬这位传奇姑娘 她一字一句 开始了施法前摇 但整个命述施展的过程 也是极快的 顾倩倩根本来不及打断 只能硬着头皮 看着群山压下 随着震天动地的轰鸣 回荡于这方世界 方式也一脸惋惜地 落在群山之巅 群山最深处 仿佛有一头巨龙正在苏醒 大地开始震战 群山逐渐崩塌 夸儿市的骑女子 正从深渊中归来 直到某一瞬间 万籁俱进 一道金色的身影石破天惊 一拳头砸在老灯的下河上 这一拳 可开天 除了一千多年的方式 如同流星般坠落 轰然砸在大地上 她的阅历 她的自信 她的尊严 都在这一刻 被一个十来岁的娃娃给粉碎了 这就是小看历史的下场 他们夸儿市 还没有闹走 三千年不说话的老头 第一次开口说话 便被少女打到灵魂破锁 生命体征接近于灵 而老头生命体征 一旦接近于灵 那么这方天地 将迎来血腥的疑问 大地开始震战 山岳太神 巨大的石块 有落下来 生活在这片天地的奴 各个都跪下岛道 蛇神大人息怒 原来少女顾倩倩 把老头打倒下 这方天地最强的蛇神 将要出来复权 路以北见情况不对劲 便立刻赶往顾倩倩的身边 准备带顾倩倩离开这方天地 可问题是顾倩倩 经过一场大战争 现在根本无法动 而路以北也不知道 怎么离开这方天 路以北此刻 只能先扶起顾倩倩 离开祭坛的东西 而就在此时 之前被打到昏迷不醒的老头 竟然醒过来 老头颤颤巍巍的死 两位姑娘莫慌 老朽现在已是清醒之热 之前是被这里的蛇神大人 控制成鬼 这卷轴内是蛇神大人 而且他们已经离开这 路以北疑获得问 这蛇神和竹土上记载的不一样 不是说他想要离开这方天地 然后去死 老头解释道 村子把蛇神大人困在了这里 蛇神大人在这里 经过漫长岁月的日子 早已经疯狂了 现在村子会变成这样 其实都是蛇神大人 给我们的成果 现在想要离开这方天 只有得到蛇神大人的允许 或者是将蛇神大人彻底消灭 否则小姑娘你们是逃不出去 老头解释完之后 嘴里可出了一片血 然后祈求路以 太多的杀命 真的不愿再做恶事 希望能带自己 路以北充满纠结的看了看了 老头倒没事的姑娘 请帮帮我 路以北闭上了眼睛道 我明白了 随后便一刀结果了 请安息吧 我们会找到大蛇 解决完老头后 路以北便扶起顾倩倩 准备去找那个大蛇 而就在此时 整片山地更加剧烈的鼓鼓鼓 路以北他们脚下的鼓鼓 瞬间裂开 一个巨大的飞动 瞬间把路以北的顾倩倩吞水 还变成女孩后 尽一丝不挂的烟在废水里 三天三夜 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身体 不仅变得更强更大 甚至就连卷轴内的最强者老 看到女孩后 竟然向女孩求死 路以北满足了卷轴内老人的要求后 便拖着怪力女去寻找 这方天地的蛇事 因为想要离开这方天地 只有一个 可走到一半的路以北 便感觉脚下的大力开始 好像是在发动 最后怕的越冲 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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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冲 瞬间 陆一 怪力女都吞噬其中 刚刚结束一场大战的怪力 根本承受不了这么高的重心 要是这么摔到地上 估计要半身残疾了 好在在落地的一瞬间 路以北用废水当作 让两人顺利安全着陆 路以北也因此消耗掉了所有的废水 换回了正常的魔女身体 为了防身 路以北特地拿出了祖残的菜刀主 毕竟这深坑越看越不对劲 随后路以北扫尸了一圈周围 发现有一个方向有亮光 便立即背起怪力女 往亮光方向途去 等走到亮光的终点时 竟发现这里好似大蛇的磁堂 路以北感觉再走下去 可能会很危险 随后便和怪力女商量 我们想要离开这圈子 只有灭掉大蛇才可以 而这地方感觉就是大蛇的老头 所以路以北让怪力女 先待在这儿休息 路以北则走进了更深的隧道里 隧道那一片漆黑 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怪弹气息 这气息让牙齿怪感瑟瑟大 路以北也感觉越亡灵 眼睛越疼 突然一股混乱的记忆席卷路以北 一条巨大的黑蛇 正被一群愚昧的村民围观 大蛇捕着舌头愤怒地盯着村民 其中有一名村民大吼 被血污汁 放而等不灭之声 打门之后 村民各个拿起手中的武器 插入自己的身口 无数的鲜血雷出 瞬间污染了大蛇 大蛇发出凄厉的弹道 回到现实中 路以北捂着眼睛 是一只巨大巫女的马尸 看到如此大的蛇 路以北撒腿就跑 然而路以北的速度 还是没有巨蛇 最后路以北被蛇一口吞了 有毁灭世界的魔女 却被几条污秽的臭虫捆住 其中一只臭虫 更是差点撕碎魔女的身体 身体传来的不是 感染路以北之较的性 原来路以北在跌落悬崖后 便失去了废水的肯定 后面找到大蛇后 本以为可以消灭掉大蛇 然后离开这片鬼地方 却没想到被大蛇 一招恶蛇扑矢 就把路以北吞进肚子里 来到大蛇肚子的路以北 还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恶梦 梦到自己被蛇一口生吞了 这时旁边的牙齿怪谈 告诉路以北 你不是做恶梦 我们是真的被大蛇吞进肚子 完了呀 我的怪谈生涯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此时路以北偶然发现 自家的宝刀海家 那么逃出蛇肚就有希望 只见路以北拿起宝刀后 便用力地刺向大蛇的肚子 想要来的开膛破骨 从死亡走向新生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事与愿望 被刺破的血肉竟弹开了路以北 然后便有无数的小臭虫钻了 各个虎视甘甘的钉着路以北 而路以北也不是失败 举起宝刀就是一顿乱砍 但是砍着砍 路以北就发现不对劲 这些臭虫怎么越砍越多 到最后路以北才发觉自己的身体 竟被这群弱小的臭虫捆绑 其中有一只臭虫更是想要吃掉路以北 好在关键时刻 路以北直接召唤带链 生死危机下 红色魔女应声直出 炙热的火焰从路以北的身体发作 枕固的烈焰不价烧灯 就连体外的大蛇也被烧灶 红色魔女不如斯 大蛇的哀嚎声传变成了煽动 与此同时 在等路以北的怪力女也听到了这凄惨哀嚎声 而一旁的系统却下达了一个新任务的怪力女 因为系统断定着大蛇的祠堂底下有宝 可怪力女根本没有力气的动力 好在系统有精神疗法 准备以一捅全家土作为解释 诱惑怪力女去找出祠堂底下的宝 听到有奖励的怪力女 瞬间燃起了无穷的斗志 读着隔壁大蛇的雕像就站了走 而被怪力女担鸭雕像进去 破裂的雕像下方竟有一个箱 怪力女指的箱子 系统我是不是可以吃全家土 恰巧的是 在雕像破裂的时候 也是大蛇被路以北烧穿的时候 解决完大蛇后 路以北还不望上去踹了两脚大蛇 连本小姐都敢吃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 而这两脚也把真正的大蛇串住 原来之前大蛇身体是被人家 经过路以北的雕像 大蛇也终于恢复了人死 大蛇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只有解除封印 所以大蛇便拜托路以北 帮忙解除封印 作为回报 大蛇会把他之前所有的知识 都赠予路以北 这交易看起来不错呀 自不挂的魔女 被人淹在沸水里三天三夜 醒来后便发现 自己身上沾满了滚烫的沸水 灼热的温度 差点让魔女昏死过去 原来这些废水 是竹筒里大蛇的血液 大蛇本来是想和路以北 做个交易 只要路以北触碰他的核心 解除他的封印让他自由 大蛇便会赠予他 一份上千年的知识 为了表示诚意 大蛇先把上千年的知识 给了路以北 原本路以北 确实是想帮大蛇解除封印的 但直觉告诉他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特别是那颗闪烁着亮光的核心 这是一只衣服 在路以北身上的铜形 忽然从衣服上掉下来 这枚铜钱是马教授出门前 交给路以北的护身子 之前怎么掉下来都是 这次掉下来却是正面 结合直觉以及这枚护身子 路以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既然直觉要我路以北正面 那么事实又何妨 之后路以北便伸出右手去摸核心 就在右手准备摸到核心时 路以北另一只手 却摸出自家的宝盗 一刀狠狠就插进核心 大蛇的化妆 请 口中还难难倒 为什么 就差一点 我就可以夺取你的全能 你怎么可能发现 路以北手捏着铜钱道 正面朝上 必有诈 计划被毁的大蛇 只能发出最后的攻击 他要让路以北后悔到这个世界上 随后便有无数的废水 往路以北身上 滚烫的废水 齐刷刷地粘在路以北身上 灼热的温度让路以北昏死 而大蛇的消亡 也把路以北带回了现实世界 只不过回到现实世界 路以北也是处于昏迷状态中 幸好路以北身边 还有三只小怪坛 三只小怪坛 拖着路以北回到了家 而此时的路以北 正处于头脑梦暴露 在路以北的脑海中 正有一只巨大无比的 废水蛇 盯着路以北 这大蛇明显不知道 这地方除了路以北 可是有真正的魔女 白发魔女晃悠悠地走出来 大蛇惊弃的 白发魔女轻轻地抬起了一只 便有一堵里 废水蛇 还炙热千倍的火焰 向废水吸取 废水蛇还没碰到魔女 就被蒸发得一干二几 随后白发魔女转过身 看着路以北 你要快点成长起来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然后便把路以北扔出楼底 路以北疑惑得大 什么时间不多了 给点提示 随着身体的高速下水 路以北猛然惊醒过来 但是手上的废水好像孩子 不过这黑水好像被赶到了 不像在竹筒世界里的废水 而且身边的小怪坛 好像很害怕这黑水 那这黑水或许以后有用途 另一边的怪力女 也顺利地逃出竹筒世界 系统正在和怪力女介绍 无黑的废水 男孩本想去问寄宿 在自家的神话女孩 奈何女孩正在呼呼大睡 男孩只好奇形怪状地跑出家门 路以北走在路上 正在思考着上次竹筒的经历 可却被一群嘈杂的喊叫声吸引过去 一群身材长相极好的女生 正围着一个中年大叔献殷勤 路以北看到着熟悉的中年大叔 连忙加快步伐跑台 可最后还是被中年大叔瞧见了 中年大叔跌声跌气地喊路以北 路以北知道躲也躲 只好尴尬地转过头道 嗨水哥好巧啊 这可不是巧合 水哥专门来接你 准备带你去一个好地 难道水哥要带我去那种地方 很快两人就驶出了城区 在高速上 路以北问水哥 怎么突然来学校找他了 水哥打趣道 当然是来大学感受一下青春的气息 顺便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你出来就为了和我增进一下感情了 不愧是小本 我今天找你确实是有事情 是想告诉你一件大事 水哥故作神秘地道 我其实是私业会的独立干员 中年大叔以为路以北会惊讶 可路以北却一脸 我好像早就知道的独立 中年大叔倒是有些惊讶路以北的独立 随后中年大叔为了补偿路以北 提议要带路以北去登峰酒历的地方 长长见识 两人很快就来到一座 挂着满街红色灯笼的画室 灯笼的周围还有着绿色的灯笼 这是每逢初一十五的凌晨 才会在花城举办的独立 这是由一群零能力者自发汇集 在这里售卖各种东西市场 这其中也会掺杂着一些怪谈 路以北却疑惑的问你 这里有怪谈的话 难道四叶会不保 这个鬼是是四叶会划分出来 所以是默许了一些无恶意的怪牙 随后中年大叔就带着路以北来到一座 堂间那个老板见到是中年大叔 便开心的张开手臂呼唤白衣 中年大叔简单的和老板寒暄了几句话 便转过头告诉路以北 过几天你就要接受灵文汇指 也要开始做一些任务 所以此次带你来这里 是挑选一些防身的玲珑木 听到能白蹭东西 路以北瞬间两眼放光 马上跑到物品队仔细挑选 左手拿着木服 右手拿着芭蕉绳 眼睛还时不时的看向其他东西 路以北看着琳琅满目的物品 一时间竟不知道选啥好 而老板此时却盯着路以北 问中年大叔 他就是那位的喊 中年大叔轻声恩了一些 路以北最后挑选 一个可以增加速度的玲珑物品 在准备去结账的时候 却意外的看到了一瓶乌黑的废水 这废水很像路以北 身上溢出的那种废水 路以北拿起那瓶废水 跑去问老板 这个是什么东西 当看到路以北手上的东西时 中年大叔和老板公主 瞬间放大 恐惧地喊着路以北 放下那东西 婚女还为了寻找自己 拦住一个刚满18岁的男孩 要男孩尝试和他交往 如果男孩不从 就要劈掉男孩的小婚婚 吓着男孩和女孩解释 自己刚满18岁 不能谈恋爱 原来男孩路以北 刚从干爹的跑车下来 干爹就千叮零万嘱咐路以北 刚才在鬼市看到的废水 如果今后遇到的话 一定要躲得远远 这废水有个名字叫祸水 是一种污秽灵能聚合物 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玩意不仅是炸弹 更是毒气氮 碰到不死也会惨 路以北这时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刚才干爹和老板的表情 这么惊讶 干爹当时还骂了老板粗心大悟 要是这一小瓶东西洒出来 整个鬼市都得闹翻天了 路以北心想 这么一小瓶就吓得了他们这个 如果他们知道我拿这个炮过去 不知道会不会吓回他 这祸水对别人是毒药 对于我来说或许是个宝物 但是这些还是不能让干爹知道 要是干爹知道的 我能变成女生的事情 不是全暴露了 路以北先假装答应干爹 以后要是碰到这玩意 绝对躲得远远的 走在路上的路以北才想起 过几天要准备去绘制灵文 不知道这绘制灵文 对怪谈也没有影响 想着准备回家问问狗 却突然被一个妙龄少女 撞了个马 少女歉意的和路以北道歉 自己刚来花城不认识 一不小心撞到我 路以北心想被这么好看的美女撞到 咱也不介意 路以北让少女不用道歉 小事而已 可少女却突然抓住路以北的手 大兄弟你是不是被奇怪的东西撒走 路以北心想除了你 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时一副怪谈 却突然从路以北身上蹦跌 样子很是惊恐的看着少女 少女更是立刻拔刀 想要劈了这怪谈衣服 路以北赶忙把个少女的前面 姑娘您误会了 这个怪谈是我家的手 少女露出疑惑的笔记 但手中的剑并没有立刻收回 路以北只好又忽悠妹子 我们城里人都有养着怪谈 不带怪谈都不好意思 还有你看这怪谈还能变成裙子上 根本没有半点威胁 妹子将信将疑的拿出诗书的笔记查看 只是这笔记中并没有相关的记录 路以北赶紧在添邮加速的时候 可能是你诗书见识时候 或者觉得这是小事情没有记者 少女被路以北这么一吐 竟然相信路以北 并向路以北道歉 是自己无盲了 随后少女便向路以北介绍起了自己 少女名叫饶花 而路以北则是随便用了 隔壁老王的名字护却少女 女孩倒是被路以北的名字逗笑 然后便发生了戏剧的名字 少女忽然抱着路以北 要不是我已经定风 可真想和你交往试试 路以北被少女这怪异的操作下来 饶花姑娘真爱开玩笑 我可不想被你卫分租追杀 还有我家里还有事情 得先走一步了 说完路以北就快速的往家里 而待在原地的少女 则是露出迷人的威胁 白石书说 出门在外要留个心意 遇到灵能者要留下标记 说不定以后可以为我所 还有接下来就准备去找我的未婚 路以北先生你在哪 若少女为了尝试新玩法 净绑了刚满18岁的男孩做实验 只要男孩挺过这个实验 那么男孩就可以变成女孩的女孩 可男孩却千算万算没算到 给男孩做实验的医生 竟是自己的干爹 要是自己的干爹 看到自己变成女孩的女孩 他路以北以后怎么做人 原来自从路以北知道 要绘制林文侯 便是有点担心 会暴露自己是怪谈的身份 如果暴露身份的话 他路以北不是得被 私业会的人拿去切片研究 所以路以北一大早就跑 家里找勾蒙 为了能得到聚蒙小姐的帮助 路以北还特地买了早餐 贿赂勾蒙 勾蒙则是警惕地看着路以北 你小子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还是你小子缠我身子 路以北留着冷汗吧 我只是有事情 想请教一下勾蒙大人 拜托知识渊博的勾蒙大人 帮我解答一下 此时勾蒙非常享受路以北 额于奉承 你想知道什么呀路以北 如果给怪谈绘制林文绘制 勾蒙还以为是什么大问题 就这小问题都不懂 路以北你这可真虚拟 让本小姐给你好好科普一下 你们人类可以绘制林文提升实力 我们怪谈当然也有 不过这里有个注意的点子是 我们怪谈绘制林文是 用的怪谈核心不能比自己的位阶高 有的那个怪谈就有可能取代 路以北心想我要是被取代 我不仅不是人 我还不是我 不过这四叶会应该不至于 在我身上用这么好的怪谈 刚说什么就来什么 很快就有人通知路以北 准备会绘制林文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路以北 就被江离带到四叶会 走在幽暗的走廊上 路以北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紧 不安的心情让路以北很是难的 很快江离就带着路以北 来到一间房间外 江离呵斥路以北 把衣服先脱了再进去 进到房间后 里面有着一张小作坊医院的手机 江离不仅让路以北躺上去 还把路以北的手脚都绑了起来 江离和路以北解释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你挣扎的过程中 影响到林文绘制 解释完后江离便让路以北 在这等会 我去叫一下绘制林文的人过来 这是路以北才知道 原来绘制林文的是另有其人 路以北还在想着究竟是哪个人士 却听到了门口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这声音不会吧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就是路以北的干爹 路以北动感不妙 大叫要换另外一个人来绘制林文 可水哥则是邪笑着他 这地方已经被我顾下屏蔽的阶级 不管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外面都不会知道 好好接受干爹的同爱 接着水哥就往路以北身上注射了镇定戟 然后便拿出精心准备的怪谈核心 衣服立刻怪谈核心 一颗充满着炙热的核心 仅仅只是释放的威压 就让整座房间宛如铺子一般 水哥兴奋的拿起核心插入路以北的身体 水里还在念念 小北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继承了你父亲亲 还是继承了那个怪女人 路以北的身体在接触到核心后 却忽然砰发出无数的污秽灵容物 这一幕把水哥看干了 这小子是闹哪样啊 黄大叔为了疼爱自己的肝儿子 把十八厘里的长剑插入男孩的身体 大叔的此举 不仅让男孩陷入无意识状态 还让男孩变成了一个赤身的妙龄少女 大叔看着躺在手术台上的赤身少女 脑袋瞬间陷入了档机中 而少女的脑海中也正处于档机中 可因这把剑是一名伊弗利特怪谈的核心 所以少女的脑海中 正有一只伊弗利特在大肆地破坏少女脑海 甚至还在追杀少女的眷属杜丝仙 原来杜丝仙比路以北早几个小时会指纹零五 然后正在和安清导师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 安清告诉杜丝仙 他的身体状况极好 灵能波动也远超新人的标准 学习咒势的速度也很快 特别是学习活属性的时候 而杜丝仙却疑惑地问安清 自己老是做梦梦到在同一个地方练咒势 这种情况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安清摸了摸杜丝仙的脸蛋 这可能只是你练习过的 精神太紧绷而已 不用太过于担心 杜丝仙尴尬一笑 好像也是 在梦境中学会咒势 这种事情没人会相信的 不过安清还是给杜丝仙提了建议 既然你学习咒势很快 或许你可以考虑专精一种属性的咒势 安清给完建议后 便让杜丝仙先在这休息 他要去提交一下提点报告 一提到休息 杜丝仙的睡床好像被吊了起来 在安清出去的一刹 杜丝仙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此事业正好是陆伊北 被他干爹插电的时候 杜丝仙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中 也就是来到了他经常梦到地 可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事 这地方比之前更加破烂不安 远处更是有一只巨大的魔鬼神怪 怪物正是伊福利特怪台 伊福正在肆无忌惮地破坏这种事情 而杜丝仙的突然出现 吸引了伊福所有人 随后伊福便直接攻击起杜丝仙 一个巨大的火球朝着杜丝仙洗去 就在杜丝仙以为此生要结束时 一个少女顺移到他面前 少女口中喃喃道 有中山者 有女子轻衣 所见之地大喊 不然大地开始震动 伊福发出的火球也在这一刻倒进方向 火球比之前更凶劳 朝着伊福洗去 伊福被自己的火球烤了挖歪 而另一边得救的杜丝仙 疑惑地问少女 你就是这片梦境的主人吗 那个丑陋的火焰牛头是什么怪 少女瞥了一眼杜丝仙 心想这小家伙就是路伊福的眷属 被救了也不说声谢谢 还真是没礼貌 不过少女并没有记忆 还是简单地回答了杜丝仙的问题 这地方并不是她 今天过来只是顺手帮忙一眼 至于这只爱搞破坏的死光线 只不过是一只出具神性的怪谈吧 杜丝仙此时觉得这位少女一定很差 因为这么厉害的怪物和少女一起 静宛如一只小鸡鸡 所以杜丝仙祈求少女 高人我经常在这里练习咒诅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大姐姐能指导我一下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教你 不过今天既然有人相见 那就教你一招 睁大眼睛看好了 与此同时 背后的衣服刚好飞坐 正在 然后就往少女冲去 无数的火焰也跟随着衣服往少女冲去 好似要一群分掉少女的 反观少女这边 只是抬起了一只血 嘴里面的 胶着苍权 十方山河 赤地千里 霍灭灾难燃净 繁达灾祸之间 带天行伐之谷 天空中不然出来一把诚剑 直接贯穿了所有冲向少女 然后耸立在衣服的头上 验见天葬 少女的手握紧成全 那把耸立在衣服头上一剑 也直直地插入衣服的身体 恐怖的威压让衣服瞬间化为了粉末 刘干爹为了疼爱干儿子 尽意外把儿子改造成女孩母娘 看着手术台上赤身的妙龄少女 大叔差点就陷入了癫狂状态 不过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叔最后还是抱着女孩 偷偷离开实验室 可在最后关头 却被一名小姑娘拦住 原来陆以北在刻下灵文后 尽意外显出魔女的蜜蜜 陆以北的身体 还喷发出许多污秽液体 这些液体虽然对于陆以北 是无毒之物 可对于白叔那可是不要 白叔在毫无保护的措施下 沾染到了这些污秽的液体 白叔也在此刻陷入了幻境当中 他竟然看到了消失已久的阿渊 阿渊抱着白叔祈求两人重新开始 白叔虽然惊喜阿渊的出现 但还是疑惑地问 阿渊你怎么可能会回来找我 这时一直低着头的阿渊 突然猛地抬起了头质问白叔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这时白叔才看清楚阿渊的脸 一张不属于人类的脸 吓得白叔哇哇叫 真的是怪事绵绵绵 今年特别多 最后白叔采洗魔罐 这玩意是祸水引起罐阻 得赶快收拾他 不然这祸水暴露出去 估计小北真要被丝叶会抓去切皮 白叔立刻从衣服里拿起一罐疯瘋魔罐 露虫迅速念着咒语 原来还在空中漂浮的祸水 顿时被魔罐吸入罐中 收拾完祸水后的白叔 准备先等小北醒后 再问他祸水的事情 却没想到此时的小北 竟变成了一个赤身的妙龄少女 而且这少女的身材相貌极好 天天和灵异事件打交道的白叔 都觉得这是太过于灵异 恰巧的事 路易北这时候也睁开了眼睛 白叔顺手扯下旁边的不扔给小北 小北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体 竟变成了女孩的模样 而且正如样还被自己的干爹尽收眼底 干爹尴尬的叫小北别大惊想怪 干爹我什么没见过 只是没想到小北瞒了我很多事 你是什么时候变成怪难 那些从你身体涌出来的祸水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路易北尴尬的回答道 这解释起来有些麻烦 我现在也还不太了解 对此白叔也只好做罢 这小北身体散发的灵敏 完全跟他父母不一样 而这些祸水更像是出自魔女种怪难 不过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 怎么带小北离开这里 白叔本想吓吓小北 等下四夜会的人发现小北变成怪难 一定会把小北给清理掉 没想到小北竟然向白叔撒娇 干爹你会把我安全带出去 不会把我交出去 这就是有女儿的态度 白叔此时体验了你 有女儿真好的环境 放心干爹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带出四夜会 而此时实验室的外 江黎正在问一名称谈的小姑娘 前辈你是四夜会认知最长的 你觉得路易北他有没有问题 小姑娘回答道 我只是一朵蘑菇 其他事情不知道 这时白叔带着路易北 高咪咪的来到 江黎立刻喊话女战友 这一刻路易北紧张到极致 心想我都穿成这样 难道还能发现我 江黎快步走到白叔身边 白甘远 路易北的灵文绘制完成了 当然绘制完成 交给我们出什么问题 小北他要休息 然后自己再回去 这时江黎盯着路易北 这位是 白叔为了不被江黎怀疑 忽然一把搂着路易北 这位是我在会所认的妹妹 我们准备出去约动 江黎嫌弃地回答道 那不打扰你 此时一直呆在花坛里的小姑娘 却走到路易北的身旁 这一场的举动 让白叔胆战心惊 真是少见 姑娘你怎么从花坛里做 姑娘并没有回复白叔的问题 而是丁卓路易北方 你喜欢人类多艺 还是喜欢怪谈多艺 这怪异的问题 顿是小车路易北的脑海 路易北犹如中邪一般 满18岁的小猫 却在偷看一个妙龄少女洗澡 少女惬意地泡着热水澡 脑海中正在消化着 今天遇到的奇葩事 如看到一朵蘑菇 竟变成一个少女 蘑菇少女还问了女孩 你喜欢人类多一点 还是怪谈多一些 原来路易北变成女孩后 为了能逃出四叶会的实验室 只能让自己的干爹 抱着自己走出实验室 可这一长的举动 还是让江丽发现了 江丽不仅叫住了白叔 还盯着路易北看了看 最后就连那一直不出花坛的 蘑菇少女也跑到路易北身前 蘑菇少女直直地 看着路易北的影子 你喜欢人类多一点 还是怪谈多一点 这句话犹如魔咒一般 瞬间缠绕在路易北老海 好似路易北感受 荒骗蘑菇少女的话 那么路易北将受到 残酷的惩罚一样 路易北尴尬地回答道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喜欢人类 然后又装作一副 可怜的模样继续对她 谁会喜欢怪她呢 人家可是最害怕 那些可怕的东西 这时白叔赶紧搂过路易北 歉意地和蘑菇少女姐 妹妹第一次来思业会 啥也不懂 如果冒犯了前辈请多见 蘑菇少女并没有领会白叔 而是旋转骑水中的雨似 然后慢悠悠地走回花坛 路易北心想 这姑娘应该没发现过 可接下来蘑菇少女的酒 直接惊呆了路易北 因为此刻的蘑菇少女 竟变成了一等魔物 江丽倒是一点都不奇怪 蘑菇少女 但是却奇怪蘑菇少女的行为 因为一般蘑菇少女 是不会对进出私业会 有如此反应 所以江丽转过头 准备好好提审一下路易北 却发现路易北和白叔 先一步跑谈 白叔带着路易北 快就来到高速上 在车上路易北 无比庆幸自己逃过了一次 不过路易北 还是比较好奇那位蘑菇少女 白叔便和路易北 介绍起蘑菇少女 那个蘑菇少女 也是私业会的一号感 也就是私业会的看门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蘑菇的样子 虽然是人类 但比普通灵能力者 更接近怪他 有传言在八成私业会建立前 他就已经住在那个寺堂了 而且蘑菇姑娘 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说不定他已经看破你的身份 这消息无疑让路易北下了 随后白叔又分析了 现在也不用太过担心 他没留下你说明 暂时没有威胁 以后注意隐藏身份就行 不过说到深谈 白叔黑黑一笑 我家北北现在也是女孩子 要不干爹带你去买几件新鱼 路易北赶紧举起手 疯狂拒绝 打住打住我可不行了 而且我还能变回去 今晚睡一觉 明天起来就恢复了 白叔只好不再逗路易北 而是带着路易北来到一堆 白叔让路易北暂时住在这里 路易北一进门就跑去厕所泡走 左手拿着饮料窃一口 右手则拿着手机发消息的声音 何江离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无碍 忽然一条陌生的消息 发到路易北的审计上 这消息竟然是邀请路易北 进怪谈聊天群 看到这种类似诈骗 路易北毫不犹豫地点了 拒绝加入群人 何却发现点了拒绝加入群人 竟然自动加入了群人 而且群里还发布了新的公告 先是恭喜了路易北加入怪谈群人 然后再说明了近期会有一场陷下审 而这陷下的审 则有点类似于上次不思先去闹鬼局上那样的审 这奇怪的审核直接让路易北快速的想退群 可路易北怎么点击退群都退不 气得路易北就听 而路易北不知道的是 他此刻所有的行为 都被窗户外的一只小猫监视中 男孩一变成女孩的模样 就会疯狂的套早养生 顺便给自己养养眼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他所有的一切早已被人监视 这群人不仅监视女孩的行为 更是利用钓鱼群引诱女孩 可女孩不仅不为所动 更是一直在群里发违规徒 然后再反手举报该群 女孩的举动也惹怒了管理者喵小七 但奈何路易北是他们老大的营药 所以没办法收拾路易北 这时另外一名群聊管理者阿瑟给了一个见 这种警惕性高的家伙 只要给他一点诱饵做可以 得到建议的喵小七 立刻就给路易北发送消息 另一边的路易北早已被这个群岗气负过 想退群又退不了 可突然一条私信吸引了路易北的目光 这条信息也就是喵小气发的 大致的意思就是 让路易北不要再举报怪谈群 只有乖乖听话去参加群审核才行 而且参加审核后会有很多好处 对于这种类似诈骗的信息 路易北一百个不信 准备反手就是删掉这个管理者 可突然却被一则消息吸引 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父亲的真正死因吗 这问题犹如向路易北的脑袋放下一颗炸弹 炸弹瞬间引爆看 你怎么知道我老爹的事情 你不会真以为那是一场意外事故 闻言路易北开始回想当时的场景 越想是越不对劲 那场车祸的疑点实在是太多 当年我跟父亲一起去毕业旅行 坐上了那辆前往打瓦扎根的大瓦 当时在车上坐了很多人 这些人有些确实很误 还有那个半路上来的黑羽衣的男人 到底是谁 路易北想着想的忽然察觉到不对劲 怎么能轻易的相信来历不明的脚 至少要搞清楚他们的来历行 随后路易北便向喵小气问了几个问题 喵小气只回复了他父亲的死门怪谈有关 至于其他消息暂时无可放 后面喵小气就发给路易北一个审议 南郊屠宰场 第二天一天 路易北就恢复了男儿生 水哥正在着路易北去私业会检查身体 在路上的时候 路易北一直在想着他父亲的事情 因为有太多的疑问 而干爹应该是知道一些情况 然后路易北便向干爹询问了他爹的事情 水哥当年我爹真的是死于车祸吗 是从我接触了怪谈之后 我总感觉那次车祸有什么不对劲的原因 你当时有发现什么吗 水哥沉默了一会后才回答 那场车祸之后 我去现场确实发现了灵门波动 至于凶手我也只能带着孩子 现在还没办法告诉我 看来只能靠自己去寻找真相 很快路易北就被带到私业会训练场 在江离的指导下 路易北的测试基本功能 可就是测试不出路易北的灵闻能力是什么 领导测试了这么久 老清楚我的灵闻是什么类似的 江离拿起笔子看了他 一般依附利特只有三种 身体能量化和本命灵闻都不是 估计就是最后一种属性宙视增幅 那里是最后一项测试 以过去往鲤鱼的尾部灌注人能试试 路易北虽然觉得这测试有点奇葩 但还是徒手插入鲤鱼的尾部 忽然一股小白烟从鲤鱼的嘴上 这么弱小人呀 简直刷新了江离的认知 你这增幅还是第一次进来 普通能量灵闻获得宙视增幅 会在一到二十 而你的灵闻增幅却只有0.1 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废物天赋 这结果路易北着实不能接受 再一次的伸进鲤鱼的舞 用尽全力发力 突然一股庞大又炙热的火焰 从鲤鱼的嘴里通发了 18岁的奶奶晚上出来寻找刺激 拦住一个刚满18岁的少年 奶奶为了进一步和少年交流 竟要男孩帮他找回他失踪的孙子 原来路易北在私业会检测能力的时候 射出自己的能力不仅费 还有致命的威胁 别人的灵闻增幅一般都是一到二十倍 而路易北的增幅却是在 0.01倍到53.4倍 这庞大的波动范围 随时可能让路易北冒比身亡 江离看着眼前宏伟的火球感慨 看来有必要着手给路易北准备公路 此时的路易北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兴高采烈地询问江离结果 江离也如实地回答了路易北 你这天赋确实是千年难遇 就是可能会英年早逝 路易北以为江离是担心他骄傲自门 随即便拍着胸口道 路易北的助手走了过来呵斥路易北 路易北你的垃圾话是真的多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国家小姐是不会和随时暴毙的人浪费 随时都会暴毙什么意思 阿花没有搭理路易北 而是把任务档案交给江离 对于随时会暴毙的问题 路易北哭点喊低地求阿花解释一下 最后还是屈服于路易北的软磨硬炮之下 阿花向路易北解释了 你的灵能增幅范围波动太大 这种随机性的增幅在战斗中是很危险 要是在战斗中只想使用0.01倍击退队 却用了50倍 对方的结局可想不知 还有如果是想用50倍的增幅打败你 却刚好用了0.01倍 搞不好会被敌人反杀 哪怕不被敌人反杀 要是抽到50多倍的增幅 也会把你的灵能活活炸的 你可能就是这样暴毙 听完后的路易北瞬间想起自己飞球的预计 估计会暴毙得很快了 路易北瞬间觉得人生无望 将离这时候倒是安慰起路易北 别气馁 虽然你不是最天才的心人 但至少你是最奇葩的 而且我已经帮你准备好后路 后路 什么后路 路易北顿时喜出望外 临将公布一条龙符 费用由思业会全额报销 这后路准备得很好 下次别准备 随后将离让路易北也别太担心 只要不放静咒也就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还有这是思业会内部的灵能物 你可以挑选一个当住之福利 路易北仔细地查看那几件灵能物 介绍 最后路易北看上了一枚铜钱 这枚铜钱和马教授的那枚印尼也 只是这一枚有些信 路易北直接就和将离要这枚铜钱 将离和阿花震惊了一下 这枚铜钱 他可是需要搭配风水补传技巧 路易北挠了脑头道 这玩意还要风水 不是只需要猜正法 反正我觉得这玩意能保护 就选他了 随后阿花就拿出了铜钱 和一枚报桑徽章给路易北 然后再把一份新手任务交给路易 让路易北在上面的新手任务随便挑选 交代完任务后 阿花和将离就准备离开 走之前将离还嘱咐路易北 竟然是南郊屠宰场 刚好是昨天怪谈群的审核地 这地点看起来就阴森阴森 路易北刚好想到 可以拿铜钱图算一下威胁 有字正面有威胁 没字的反面没有威胁 当硬币抛上去的那一刻 路易北脑海中瞬间闪过正面朝上 硬币落地的时候 也刚好是正面朝上 这是灵文带来的特殊能力 可这预知能力 好像不是将离说的那三种之一 不过路易北倒是没想太阳 而是直接出发到了南郊屠宰场 一下车就碰到一名老奶奶 老奶奶问路易北 小伙子你是要去屠宰场吗 是啊 我孙子也在那 你要是看见 可以帮我叫他早点回家吗 他好久都没有回来 怕是忘记回家的时间了 18岁少女独守空房顶外卖 而这外卖却是一双假只 除了假只还有一张能易容的面具 戴上面具的女孩瞬间就换了一个人 原来女孩是私业会的江离 江离帮路易北测试能力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宿 突然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 来人是江离的小助手阿花 阿花带着两样东西来给江离 一样是一双假只 这假只是阿花专门盗鬼市买来给江离的 据说戴上这个假只之后 外观和常人无异 而且还不用再主持审查 阿花的一顿猛话 说的江离现在就想试试这个假只 江离拿出假只就往轨上安去 一边安装一边询问阿花 上次说的易容面具是否还能买到 当然能买到 只是小姐你真的需要易容吗 还是需要的 今晚屠宰场参加怪谈聊天群 审核的足足有五位 花城的灵能力者大多数又不见过 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这个私业会的干员去参加怪谈吗 估计会惹出很多马 所以还是有必要易容一下 江离拿起面具时 才发现竟然有人会把朱颜改过 是固化到这些玩具面具上 不过只要能改变就好 江离拿着面具缓缓地戴上去 一瞬间光芒万事 江离的脸也逐渐地发生感变 最后宛如换了一个人 江离邪笑地看着阿花 阿花被这突如其来的笑脸吓得不清 询问江离后才知道 原来江离是在练习礼貌的威胁 可这威笑更像是在威胁陆一北 当然阿花是不会说出来 另一边的陆一北已经来到了屠宰场 一来就碰到一名奇怪的老奶奶 老奶奶一直叫陆一北帮他一个忙 如果在南郊屠宰场看到他儿子 请帮他叫他儿子早点回家 陆一北则是好言相劝 让这个老奶奶去报警好 在这个地方干等着他能够出事 随后陆一北因为赶时间 去修复老化的封印就很难 很快陆一北就来到了下水道 因为这南郊屠宰场经常发生命案 所以这地方也被传闻得很鬼 这无疑是给了怪坛生存的空间 所以就有人设置了四块绝佳的封印 前面三块封印陆一北都处理好 只剩下水道这个封印 来到封印的地点后 陆一北就开始修复封印 而在陆一北修复封印的期间 陆一北的背后 正有一双星红的眼睛盯着他 而这诡异的荧幕 也让陆一北查局到队 陆一北赶紧使用咒试想查看怎么回事 可却用力过敏 导致用了三十倍的咒试 一个巨大的火球 轰然出现在陆一北的时候 眼看这个锯球就要爆炸 陆一北眼疾首快地扔了出去 一瞬间地震山摇 就连陆一北本人也不可避免 被伤害 恰巧的是 这时候有人打电话给陆一北 原来是江里想问陆一北封印的事情做好 做好就赶紧滚了 陆一北赶紧给打到 刚处理完最后一个位置 估计也被这火球砸没了 陆一北这才心安地爬上回去的楼梯 而这黑夜之中 却有一双星红的眼睛一直盯着陆一北 一遇到危险就会变成女孩 一变成女孩就会找女孩贴贴 可这一次女孩却贴到了一个JK黑丝上 就在女孩还在窃息有福 却不知危险正在降临 只因这个黑丝少女 其实是思业会的江里变化 要是让江里发现眼前的女孩是魔女 是陆一北 恐怕会把女孩装进麻袋红 拿到思业会切片研究了 陆一北碰到什么变态人员 然后脑子就响起了一句 他正在色眯眯的偷看 陆一北忽然警觉了起来 这难道是白天扔铜钱时的 预知能力又出发了 紧接着陆一北就看到了 后面有一个黑衣男子 此人不仅言行举止怪异 就连衣服好像都沾满了血 男子发现陆一北发现好 便立刻掉头离开 陆一北也只好作罢 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陆一北就碰到了 可爱迷人的黑丝少女 江丽刚来就撞见了 在思考中的陆一北 陆一北身上所散发的模拟气息 让江丽很是警惕 而且女版的陆一北 还是白开的女人 这让江丽不得不怀疑陆一北的身份 随后江丽便上前去搭讪陆一北 请问你也是来参加审核的吗 陆一北刚开始是被江丽吓到的 后面定睛一看 哟 这美女怎么有点熟悉啊 随后陆一北大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 我认出你了 闻言江丽一惊 难道这猪眼敢失笑了吗 可接下来陆一北 却抓着江丽的手喊道 太太你是苗苗将对吧 我可太喜欢你了 这时江丽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认出这幅面体的真正主人 就在陆一北和江丽聊得起劲时 背后却传来了摩托声 一个精神小伙挂着直播手机来到 精神小伙一到 就把镜头对准江丽和陆一北 看到没 哥今天给你们带福利 本会再带你们去传说中的南郊屠宰场探 老铁们还不赶紧双击666 随后这名精神小伙 向着陆一北和江丽介绍自己 两位美女晚上好了 在下李大强 江湖人称强哥 江丽则是掏出手机念叨了强哥的一些往事 李大强五年前因猥亵罪被拘据 两年前因诈骗被通缉 至于最近看来是在逃命 文言强哥大惊 心想这婆娘怎么知道这么多 可这是一辆汽车的鸣笛声 打断了强哥的思绪 该汽车的远光灯照的陆一北 只能半真太一 随后车子一个大盘 直接就把相公的精神小伙 车子撞退 抱歉哈各位 晚来晚了 来人正式准备参加审核的张德贤 江丽注意到了张德贤手上带着的东西 这同团金刚浮屠派的 而另一边的强哥已经气得哇哇笑 咒骂着傻大个不堪路 张德贤则是劝告强哥 这地方本来就不是你能来 收拾东西赶紧回家吧 别到时候跟你们彻一样 一碰就碎 这嘲讽的语气 直接气得强哥要上前和光头感 可就在这时 群里发来了任务要求 四人赶紧拿起手机查看任务 任务的要求是 他们每个人在零点前要进入独宰场 八点之前不允许离开 至少一动本 了解完任务之后 众人便看向了大门 将离手当其冲 迈开步伐准备走进去 强哥则是提醒 美女别着急了 不是说五个人吗 我们现在还差一个人 光头大哥直接拍了一下强哥的脑袋 小伙子 这怪谈审核可不是只有人才能参加 据我所知 我们这次队员里面可是有一只怪谈 可能已经先进去 闻言鹿以北冷汗之灵 强哥则是强装镇定 他喵的别笑 我可不是吓到 怎么可能有怪谈 光头大哥倒是没在理强哥 而是自不自的走进大门 强哥因为光头大哥的提醒 倒是犹豫着不敢进大门 而是转头去逛独宰场之中 看着强哥走去的好想 鹿以北顿感不远 紧接着就听到了强哥大喊 这有个通往地下的神秘洞口 看来可以到下面查看有没有感觉 听到洞口两次 鸡白心中一惊 赶紧跑去要拂止强哥 因为那是封印 要是被解除了 今晚所有人都要遭殃了 鹿以北加快步伐跑到洞口 可却没见强哥的人 只留下强哥珍贵的直播手机 还为了找到变胖的神秘笔记 竟穿着黑丝孤身一人来到屠宰场内部 女孩一走进房间 就看到墙上有无数星红血液 紧接着就看到了那本梦寐已久的增胖笔记 可当女孩走过去要拿笔记时 旁边却喷发出数吨血液出来 原来这女孩是江离用了变身面具变化而成 江离孤身一人进入屠宰场内部 为的就是来消灭这里的怪谈 顺便查一下这个怪谈聊天群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离不知道的是 这座屠宰场可不只有怪谈聊天群的成员 还有私业会的老对手日识 在早些时候 日识会的成员数鹅和兔女郎 就来到了屠宰场的工程 而且数鹅还带了个人类 这个人类就是后面一直偷看路易本 而这个人类之所以会和数鹅合作 主要是数鹅承诺给他暴走 这个人类想要报复怪谈聊天群 这次行动他要屠杀掉所有参加活动 数鹅还给这个人类的嘴壁 安装了不知名的东西 等到人类离开后 妇女郎好奇地问数鹅 那个怪谈聊天群是怎么回事 你们日识会为了阻止他们吸纳新城 竟然愿意把暴食之子 胚胎送给一个人类时 谈到怪谈聊天群 数鹅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他们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 跳梁小丑你管他们弄你 数鹅脸部红心不跳地回答道 这句话是长老会给我说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 些不就是跟你们抢人吗 说的这么高端 话说那个怪谈聊天群 是跟你们等于是相似的 还是和思业会相似的 都不是 请你占原理 紧接着数鹅就从罐子里 拿出了一个人头铺肉 妇女郎瞬间捂住鼻子道 你这不是无名骨神 你带着东西来干嘛 然后数鹅一边把铺楼 扔到下水道一边挤声 长老会说这里有 思业会的封印 所以要用这个骨手 来破除封印 只有下水道的怪谈苏醒 暴食之子的仪式祭祀 才能正式开始 后面怪谈审核任务开始 强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下 一不小心掉落到这下水道 当强哥醒来后 忽然发现他的前面 绑了密密麻麻的袋 旁边还有一位 体型巨大的孩子 看着孩子的眸 强哥吓得得差点晕直过去 后面才想起了这地步 之前好像有传言 有怪谈在圈眼庭内 忽然强哥又惊又不 他感觉到了一股 超强的气息在那后 强哥双脚颤抖着转步头 只见一头巨大的猪头 呆呆的冰个子 吓得强哥哇哇叫 可只是叫了一声 就戛然而止 因为有一把利剑 直接贯穿了强哥的鼓 来人正是那个黑衣人类 与此同时 骨载场的内部 变身后的江黎 正在寻找有用的仙子 紧接着江黎 就来到了一个 满是血色手艺里 此时里面的房间 还亮着光 江黎带着一货走进去 走进去的江黎 很快就感觉到 自己被人推舍 随后就看到 前面有几个实验屏 不过实验屏都是破锁 只有一个瓶子 是完好无准 里面装着一个 巨大的心脏 江黎看着实验屏的 实验数据大吃一净 屏幕显示的是 猪王的数据 山峰 银香花猪 重948千克 除了看到猪王的数据 江黎还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本笔记 正当江黎 拿起那本笔记 那个还保留完好的实验品 忽然自动破锁 一堆新红的血液流向江黎 江黎瞬间摆好战斗状态 还第一天穿黑丝短裙 就惨遭变态绑架 幸好女孩的忠实粉丝 跑来救假 可却意外地发现 眼前的女孩 竟变成了一个光头大汉 看到大汉的陆以北 直接陷入了当机状态 原来怪谈聊天群的任务 开始后 便发生了一起 令人毛补悚然的事情 和陆以北一样 参加任务的李大强 惨遭被逃 怪谈群的管理员 猫小七和阿瑟 正在讨论着这件事情 李大强的死因 竟是被一起参加任务的 李维所杀 这出乎了猫小七的意料 李维和李大强两人 并没有什么恩怨 阿瑟倒是思绪了一番后 判断出李大强估计 是在报复我们怪谈聊天群 文言猫小七更加疑惑 紧接着阿瑟就和猫小七解释道 我们三天前 不是刚安排他单独的审核任务吗 由于我们错误预估了他的实力 导致他那天晚上 刚进门就被怪谈逮捕 虽然最后他还是活了下来 但是也受了很重的伤 所以他可能是认定 我们是故意刁难他了 由此判断出他此行的目的 可能是想杀光其他成员 阻拦我们招募心愿 一聊到之前李维的任务 猫小七就非常疑惑 李维是怎么逃出来 对于他的实力 可是必死的结局 随后阿瑟就又和猫小七解释道 李维要么就是和屠宰场的怪谈 达成某种合作 然后妨碍我们招人 要么就是被某个神秘的组织救下 然后顺手再妨碍我们招人 猫小七先是骂了几句李维后 然后转头一想 不对啊 阿瑟 你这想象力不错呀 又是神秘组织 又是怪谈交易的 阿瑟立刻拿起手机的直播间解释道 这可不是我想象的 这是王不流行在李大强直播间线编的 不过你别说 这个王不流行还真有当主播的天赋 故事变得很吸引人 猫小七盯着直播间看了一会后 便发觉不对劲 这任务都开始十多分钟了 王不流行还没进去 我让他们至少一栋百步 这小子竟然在原地打断 该死的 搁着我这卡巴 而此时的陆以北正在屠宰场附近绕圈子 心里想着只要走完这一百步真的太容易 可忽然猫小七发来了一条信息 警告陆以北恶意利用规则漏洞 如果被警告三次就代表此次任务失败 气得陆以北当场骂街 随后想到是否是火 是火躲不过 只好和直播间的人说要准备进去屠宰场内部探险 害怕的人请打上狗头护体 直播间的人瞬间一顿猛夸自己一点都不害怕 小小屠宰场有何据 可忽然在直播间里有人提醒他 今晚最好别去南郊屠宰场 那边可能要出大事 其他人瞬间就开始吞那个人就是害怕担心 更是有人提议那个人害怕的话 今晚找只狗一起睡 可那个人不紧不慢地再次提醒他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今晚可能有日识会的人出现在屠宰场 听到日识会会出现 直播间忽然一个个快速地退出房间 弹幕也瞬间清空了 这把陆以北气得跳起来 该死的日识会 我礼物都还没收到紧 党人财物如杀人父母 此仇不共戴天 今晚要是碰见日识会 陆以北话说的一半就被一声爆炸声打断了 陆以北赶紧转头看去 一条银色的光柱轰炸天际 当看到是银色的铃铛 陆以北顿感不暖 立刻冲去光柱那里 可在路过一间屋子的时候 却被里面密集地打斗声音吸引 而且这个地方好像是 陆以北心心念念的喵匠之前走的方向 下一刻陆以北就联想到了 喵匠是不是受到伤害 紧接着就幻想起美女就美女的场景 随后陆以北就快速地冲进房间 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掉一切可疑的敌 一刀一个宛如战神 解决完之后 陆以北立刻跑到被救之人身前 喵喵匠你没事吧 可走近一看才发现 这人竟然是那个光头大喊 这把陆以北郁闷地直拍头 野猪打过架的都知道 野猪不仅性格温顺惹人喜爱 甚至饿了还可以拿来饱餐一顿 可眼前的野猪却不这么认为 他不仅不温顺 甚至还要活吞了江离 幸好江离来了一个极限后空翻 完美地躲过了野猪的攻击 原来在江离找到变胖笔记后 就发现了这间房子实在是太古怪 估计是藏着怪谈的 而事实却是如此 过了半小 这间房间忽然就出现了几只猖鬼 而这些猖鬼看到江离那火辣的身材 后面那几只猖鬼也害怕的往后退了 江离也知道眼前的几只猖鬼 不过是被其他怪谈操纵的迷失鬼魂吧 便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向着房间大喊 出来吧 试探结束了 再不现身的话 我就先看看变胖笔记了 看着正主不出来 江离便翻开了变胖笔记查看 笔记内也确实记录了 如何让野猪变胖几百倍的方法 不过里面有一项比较奇怪的 就是里面突然增加的食用肉 不知道是不是人类的 可江离又想起 最近花城好像没有人口失踪 所以江离也推断不出 这肉是否是人类的 只能接着看优盘里面的内容 随后江离把优盘插进手机读取后 便有着一系列的实验录音数据出来 10月12日 大王的增重进度严重受到阻碍 他不再吃东西了 我怀疑他可能听到 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的事 紧接着又有几段录音播放出来 这明显是两人在吵架的录音 我早就说了那个配方有问题 要不是老子从高原弄来了神秘配方 江离听着录音听到入迷了 可就这时 一把阔伤风钩子从远处快速的冲向江离 这钩子犹如死亡镰刀想要收割掉江离 幸好江离有着敏捷的身手 直接跳起来翻了一个后空翻 完美落地后 江离的衣服也换成了另外一副战斗服装 神话种喀戎的卷主 二阶段解化 发现自己的钩子没抓到江离 装在暗处的野猪怪发出了惊天的吼声 然后便立刻冲向江离 想要借助自己庞大的身体来撞伤江离 江离凝重地盯着前方的怪坛 准备蓄力对付冲过来的野猪怪 可就在这时 江离忽然发现自己的斗篷亮起了一个印记 看到这个印记的那一刹 江离顿感不妙 自己的魔能被限制 而此时的野猪已经冲过来撞到了江离身上 江离犹如断线的风格 直直地撞在墙壁上 江离先是艰难地睁开眼睛道 在印记的干扰下 我灵灯调动也变得吃缓了 这附近应该是来了日识会的人 忽然一根白色的光柱直冲天击 江离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不好 日识会的人在准备神话中的复苏仪式 得马上通知私业会才行 要是这仪式成功了 这里将会诞生一头最低急的怪坛 而另一边的陆以北 正在赶往房间拯救江离 此时的陆以北跑到了 自己认为喵喵将会在的房间外 可以脚踢开门 才发现这房间内不是喵喵将 而是那个刚满18岁的光头男 光头男看到自己被救 欣喜若狂的向陆以北报恩 姑娘救命之恩 俺无以回报 只能一声 光头男话还没说完 陆以北赶忙叫光头男打住 我们先想想办法怎么逃离这里先 前面可是还有这几只小猪仔没解决 说完两人赶紧摆好战斗姿势 准备迎战野猪小仔 这时光头男询问陆以北会不会咒识 陆以北应声回答指挥红颜闪 光头男留下了无数的冷汗 心中默默的念叨 本以为来了的王者 结果是个青铜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了 下一刻光头男立刻摆出了自己的战斗姿势 表情严肃地说道 姑娘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可下一秒 他就觉得他的身体好像飘了起来 然后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陆以北把他整个人给抬了起来 然后加速地逃离这个房间 陆以北大喊刘德青山在不愁煤柴烧了 环抱兔女郎的都知道 兔女郎的身上都是肉绵绵的 不仅自己能享受肉肉的撞击感 更能趁兔女郎在享受的时候 一招毕掉兔女郎 原来陆以北他们在屠宰场发生的奇怪事件 引发了怪谈聊天群管理者的警惕 他们怀疑屠宰场中有人在搞破坏 所以就准备去调查清楚 而来搞破坏的自然是日识会和兔女郎 兔女郎他们刚破坏了最后一处封印后 准备回祭坛那边举行仪式 可他们刚转过头就发现有一男一女正在后面 敢搅和我们的招心活动 你们今天恐怕得折在这里了 当然女的还能活一活 阿瑟的眼睛一直在兔女郎身上飘来飘去 兔女郎手搭在树恶的肩膀上说道 你先去祭坛举行仪式 他们俩交给我就行 我要让这个臭男人知道什么叫恐惧 说完后兔女郎便颠笑地冲向阿瑟他们 阿瑟则是直接来了一招空手接白院 随后便交代啊喵 这个兔女郎就交给我来好好玩玩 那个男的就你去对付吧 兔女郎咬牙切齿地喊你们都得给我留下 阿瑟则是一脸坏笑的调坦道 美女别急啊 等会有你好玩的地方 来点色图攻击 阿瑟的攻击宛如把一堆色图塞进兔女郎的脑子中 兔女郎感受着大脑中忽然有一堆羞羞的画面 脸一下子焦红成苹果 更是整个人差点叫了出来 阿瑟乘胜追击一把抱起了女郎 就在这时候 阿瑟抓起一把刀 直接往兔女郎的脖子捅去 只是最后兔女郎还是清醒过来 一手挡在了刀尖上 手臂更是直接被贯穿 随后兔女郎便拉开了和阿瑟的距离 这么鬼畜的灵能哲物还是第一次见 随后兔女郎直接开启了全胜状态 他想要活泼了这个流氓色批 阿瑟则是一边逃避 一边用色话激怒兔女郎 哈哈哈哈小美女你不要这样搞我了 满嘴黄腔的色鬼我先砸烂你的嘴 他们俩的战场瞬间进入了白热化 树鹅在前面也被他们的战斗吸引回过了头 可就在他回头的一瞬间 一头可爱的小猫拦住了他的去路 这边的战斗也即将一触即发 而离这边不远的祭坛附近 也正在发生战斗 是江离和野猪怪 只是江离正处于劣势的一方 江离拿着通讯才发现无法和外界联系 可眼前的野猪怪并没有怜香心语 势必要一举吃掉江离了 就在江离要面对如此庞大的野猪怪时 一罐墨黑水喷洒而来 喵喵叫我来救你了 来人正是扛着光头老的陆一北 野猪怪被这突如其来的祸水打得哇哇叫 陆一北来到江离面前先询问江离有没有事 江离先是打写了陆一北的救命之情 然后心里面却对陆一北的身份更加怀疑 随手就扔出怪谈惧怕的祸水 这女孩难道有魔女势力的支持 此时一直被陆一北举着的关头老干大的吻 那个姑娘能不能先放我下来先 关头你大招准备好了没有 那三只小猪怪谈就交给你了 准备好了 只要姑娘你放了下 光头老的话还没说完 陆一北就直接一个投射远扔 把光头老往野猪怪那边扔去 去吧 就决定是你了光头老 光头老在空中谩骂了几句哄 便掏出了一把小刀 然后就召唤出绝技 神传尊圣陀罗仲 佛兽金刚波热身 小野猪怪的忠心直接爆炸开来 现在只剩下一只大猪头怪塔了 江里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提起大刀就冲向大猪头怪塔 一人一猪的厮杀直接展开 陆一北则是在一旁观察着江里的战斗方式 心中也大带猜到这苗苗将估计就是江里所变 可就在观察的入仪时 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陆一北看着光柱说道 这最后的一处封印也被破坏了